八万年前我收养了一个熊孩子 第一次看见他时胸口的至尊骨已被人挖去 经过我多年的照料他才重获生机 为了让他能在凶险的世界活下去 我教他掏兽弹喝兽奶 传他无上法门 现在他也小有成就被人成为天帝 可这在我刚来这个世界之时 也曾弱小到被村霸欺负我 虽然系统赋予我长生 让天帝法则无视我的寿源 但却没有给我无敌的体质和功法 除了每年能提升一点属性典定 力量 速度 防御 法力 万物精元 然而这系统也是相当贴心 长生路漫漫还送了一头长生灵兽大黑牛与我为伴 虽然他的嘴巴不能说话 但是他可以听懂我说的话 每年还能给他加点 而且不会消耗自己的长生点数 可没想到这里我就不由得叹息 咱们虽然长生 但却能被外来力量杀死 以后还是要苟着点 半年前我和黑牛在小山村里种植了一片水岛 还养了不少鸡仔 哪知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 隔壁村老王带着一群人给禁鼠偷走 当时知道后我怒火攻心 这个世界还有王法吗 还有法律吗 我提着一把斧子带着大黑牛就去隔壁村讨要说好 哪知对面人多势众 我不仅被暴打一顿 黑牛的牛角也被扳掉一只 每次看到自己剩下的一只独角 他都会重重地喷了一口鼻血 眼中带着怨恨之色 那群人着实可恶 这件事也给大黑牛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 可就在此时一道机械的声音响起 我歪嘴一笑一年之期一道 毫不犹豫地将属性点加到了力量之上 当初被暴打时就是因为力量太小 硬是推不开那几个架着自己的人 就在我将属性点加到力量上的片刻 我对脸庞变成了猪肝色 浑身突然涌起一股力量 手臂轻筋抱起 一拳轰向地面 吓得黑牛大惊两脚起跳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巨大的力量传递到我的手上 使得我的手骨折了 无奈只能带着大黑牛养伤开始修养生息 顺便给黑牛也加了一点力量 不过他的外表却没什么变化 黑牛看见我的下场后 只是随意地试了 世身体力量相当不错 住在一个小山村的茅草屋里 与世无争 不过这个世界的法则 就像刻在人的骨子里的一般 凡人遇到修仙者要行礼尊重 万万不可得罪 连这种鸡脚嘎啦的小山村里的人都知道 就在我养伤期间 毛屋外来的一个男娃 是村里的小黑子 因为生下来时皮肤有非 就取了个贱命 村长让我给你送些米来 小黑子抱着一袋大米 憨笑眼神中天真无邪 我手中结果内心深受感动 一人一牛已经饿得吃了几天野菜 堂堂长生者竟然快要被活活饿死 荒天下之大妙 我微笑着看向手里的大妈 感动得泪水不禁从嘴角流了下来 这世上还是好人多 大黑牛在茅屋内急躁地叫了一声 他不喜欢吃草也喜欢吃米 我嘴中嚼着米饭狠狠咽了一口 这世界大着呢 等我们发达了 我给你找几个老母牛 老牛眼中带着嫌弃之色 好像在说当初不是你拿着斧子 就冲到隔壁村里去 大爷的敢惹长生者 大黑牛同龄般的大眼露出金光 不断点头 这个好 这个好 也就在此时一股烧焦的味道传到我的鼻中 突然扭头看向厨房眼中大惊 我们的茅草屋 摸黑牛也想起今生嫡妻 一个时辰之后火势见我 整座茅屋已快要被烧得干净 一人一牛眼中无光跪在茅屋外 完了 家没了 我有些失魂落魄地说道 我可不会盖房子 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 黑牛利用反厨将大米给保留了下来 还够他们坚持几天 老牛 东边山坡下有几处山洞 咱们住那去 后面一年里我跟着村里木匠当血土 黑牛也帮着搬运东西 村里人都说他有灵性 让我别杀来吃了 我听后吃之一笑 就是饿死从小山坡跳下去 也不可能做出出卖朋友的事 时间一晃又到了年末喜庆的日子 村里人杀了几头牛 大宴村子所有人 这种好事我自然不会缺席 只是大黑牛看得瞳孔紧缩 对我给的几块牛肉 也迟迟下不去口 宿主已可加点 脑海中传来一道声音 我依旧是在力量上加了一点 给黑牛也加了一点力量 我发现加力量有大大的好处 干活腿脚也有劲儿 眼神也利索了一个顶两嘎嘎猫 村里那年满四十的黄花大闺女翠花 可是时常对我暗送秋波 看着自己的肌肉深深一探 那无处散发的魅力 不知迷倒多少村里少女 叮噹叮噹 村里响起敲锣的声音 这是村子里发生大事的集合令 我微微眯眼连忙跑出山洞 别是打村架了 我如今的力量撂倒一个大汉 还是绰绰有余的 一人一牛猥琐地趴在小山坡上观察情况 而事实却恰好相反 村子里相当喜庆围在村长屋外 上千人眼含蹊迹和激动 手里还拿着鸡鸭鱼肉 朝中心的两人低头拱手 云天宗收徒有灵根者 皆有踏上先路之机 其中一人身穿道跑 站在村长家中屋顶 居高临下盛气凌远 村里人激动不语 一连串的问题像连珠炮事 听得两位修仙者皱眉不语 修仙者似乎发怒了 手中一张浮露激发 半空中突然燃起大火恐怖无比 空气中都传来燥热之感 村里人瞬间安静无比落真可问 眼中大害暗道这就是仙人了 我带着黑牛来到人群边缘处 眼中闪过赞叹这个世界果然有修仙者 一位村民神圣叨叨地低语着 眼中满是不幸突然转身跪倒大叫 仙人 求您收我为徒吧 为首的修仙者一道冷漠的声音传来 离开 三夕时间 村民哭喊到迟迟没有离开光主 一道见光闪过鲜血站出 村民眼中依然带着不敢置信 缓缓倒地 无数跪地声传来 村民们体如筛糠 眼中都是畏惧之色 我的瞳孔猛的一锁 连忙蹲坐在地额头冒出细密的冷汗 这些修仙者无法无天了呀 大黑牛也是默默地匍匐在地 他们低着头眼神对视 心中的一些美好幻想在悄然打破 这下再也没有骚乱 村民们竟然有序地通过光注之中 眼神中依然还是带着袭击 此时我也畏畏缩缩地去试了试 不过是五系杂灵根 根本没引起修仙者的关注 也就在此时修仙者嘴角露出了一丝淡笑 还不错竟然有一位三系灵根者 跟家中之人道别吧 小女娃又是不舍又是窃喜 跟家中之人道别后 那修仙者还给了他家人几十两公子 言霸修仙者再次砍向人群中 五系杂灵根者可入踪打杂 同样有踏上仙路之机 那几位五系灵根者听后 眼中大喜过望直接跪了下去 修仙者瞟向我这边时 我早已是口吐白沫全身发汗 连旁边的黑牛也是奄奄一息 心智不坚 仙路无望 走吧 修仙者摇头一柄仙剑从储物带中寄出 带着几人遇见而去 此时我骂骂咧咧躺在地上身受重伤 你娘的 老牛 叫你随便来一脚装死糊弄过去 你想把我杀了是吧 你那一牛体子差点就让我见到了死去多年的爹娘 黑牛拱了拱我 他也没想到自己力量如此之大 活气我回到山洞 我在山洞中养伤数日气色终于好转起来 养伤的这些天黑牛疑惑地看着我 我则语重心长地给大老黑解释起来 宗门太过凶险杀人不犯法 吃牛肉还外带牛鞭 大黑牛瞳孔一颤疯狂摆堂 杀人不犯法他没听懂 吃牛肉他听懂了 自那日修仙者一世 这个世界给我一种极度不安全感 到现在我还深深记住了那道眼神 犹如自己杀鸡的时候一般 我拍了拍大黑牛认真说道 咱们好好过日子 别去参与那些打打杀杀 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就这样安安稳稳地过了二十年 一人一牛开始在村里不断拜师学艺 什么病葬一条龙所那满天吹 学得红红火火 大黑牛抬官的技术比我还行 村里人见了谁不给数个大摸 而此时我不得不离开生活二十多年的家乡 毕竟容颜不老在凡人看来太过恐怖了一些 而大黑牛也看起来太过神异 村里已经有不少人在打他主意 想把他带住杀了给自家小孩 半月之后一处山林中 一只棕熊横尸当场 身上还残留着开山斧劈开的树道伤口 老牛 我这无双斧法如何 我手中斧头一斗看向大黑牛 而大黑牛只是敷衍地叫了声 此时他正在用脚踢跑土 毕竟掩埋血迹出门在外安全第一 我握紧了拳头嘴中不断感叹道 自从力量加满到二十以后 竟然一拳就能把棕熊打休克 肋骨都断了几个 片刻后一人一牛围在锅旁大块躲 老牛 虽然我们有非人的力量 但是你也看见了 他娘的有修仙那样 欲视莫冲动 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人 说不得就是什么老妖怪 咱们就是在野外杀之机 也一定要毁尸灭尽 此时的大黑牛却一脸疑惑 我耐心地解释 因为他身后可能有一群鸡 到时候凭着气味就找到我们 大黑牛还是没听懂 一块肉从嘴中掉了出来 他连忙用嘴从地上捡起 如果这群鸡是修仙者养的呢 我高深莫测地说道 是不是又会来找我们麻烦 大黑牛似懂非懂地回应了一声 如果咱们又把那群修仙者打过了 他们师父是不是又会来找我们麻烦 猫猫 大黑牛愣住了太有道理 最后可能会因为一只鸡 引发宗门大战 咱们能打多少人 我眉头一挑撕扯着熊肉 要是咱们一个不小心被打死了 得亏多少小母牛 大黑牛误了同龄般的大眼 炯炯有神地看着我 眼中的崇拜之情 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看着大黑牛的表情很是欣慰 所以以后做事小心为上 一点马虎都不能有 大黑牛连连点头 那么问题来了 我神色突然一紧 若是一头小母牛与修仙者对峙 争夺一株灵药大战一触即发 你该如何处置 答案一 英雄救美意不容辞 舍我其谁 答案二 站在更加强大一方欺负弱小为求自保 答案三 当作无事发生悄然路过不沾阴影 答案四 有我无敌都得死灵药是我 请坐大 我深邃的瞳孔看着大黑牛 后者浑身冒出危汗 黑牛眼中坐着挣扎 怎可眼睁睁看着小母牛身陷敌手 心中做出了决定 我冷笑一声 一头小母牛如何与修仙者争夺 若你冲上前去只能多一具尸体 竟然选二大错 我微微眯眼解释道 你已知识在争夺灵药 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风险 修仙者将敌人做掉后可不会留你 黑牛瞳孔一缩冷汗越来越多 他已经死了两次 猫猫猫 竟然选三 更是大错特错 我猖狂一笑眼中带着冷意 这世界可没有律法 没有实力使你永远无法确定是否会被发现 他们只会同时击杀你 以为你是减便宜只牛 黑牛浑身一软趴在地上 显然被我的问题吓傻了 一声鼻息重重喷在地上 猫猫猫猫 没想到啊 你竟然会选答案死 我缓缓起身 一团阴影笼罩面孔 大黑牛突然觉得自己渺小无比 他被吓得瘫软 难道自己又死牛了 恭喜你 大黑牛听后突然浑身在恢复力量 四脚渐渐抬起眼中燃起希望 难道自己终于要被复活了吗 我的瞳孔缓缓 争大腐是大黑牛低沉大小 你选择了最惨烈的死法老牛 大黑牛瞳孔患散 砰 一阵烟尘瘫倒在地上 自己竟然全错 可过了一会儿黑牛心想不对啊 怎么答案是全错 他越想越不对劲 看着还在吃熊掌的我才反应过来 中计了 猫 卧槽 我瞬间被拱飞到天上手中 还紧紧握着熊掌 飞上天的我感受到了风的气息 还看见了一群人在远处打斗 我双目一鸣两腿稳稳落地 砸出两个大坑 大黑牛大口大口 吃着熊肉喝着汤 这架势是一点不想给我留了 老牛 快收拾远处有人打斗 我认真说到拍了拍他 此时我的表情可不像是开玩笑 将肉打包刨坑挖土 速度掩埋痕迹 手法娴熟 我牵着大黑牛如同一个农家少年般 默默向相反方向而行 一言步伐 从天穷俯卡而下 三道身影穿越从树上穿过 发出扣扣式式的声音 树下我与黑牛漫步而行 眼中无神毫不起眼 可一道身影突然停下 他黑发飘散在身后 微微眯眼地看着我与黑牛的声音 慢着 一道声音从树上传来 我浑身紧绷大黑牛喘气的声音 也在慢慢变响 牛体以叙事待发 男子从树上跳下 上下打量了我说道 可看见前方发生了何事 我心头一惊满脸冒出冷汗拱手道 前辈好 啥事啊 此时我看不出此人是修仙者 还是武林高手 也更不知道附近到底有多少人 耸为上侧 男子看了一眼我的双手 没有老简绝非习武之人随即说道 知道了 将牛留下吧 这大黑牛绑大圆粗 血肉对习武之人来说大有好处 前辈 我家只有一头牛啊 您一看就是武林高手 没必要专门来抢牛吧 我面色难看手指微颤 表情动作绝对到位 男子目光灵力冷笑一声 常见瞬间出窍 我堂堂摆悬门还不至于沦落至此 我不想再废话 我无奈地将牛绳放下 失魂落魄看着大黑牛 心中暗道果然不是修仙者 男子接过绳子突然笑道 其实你看见了吧 这里可不是放牛之地 行计可疑那只能怪你运气不好 男子被对黑牛朝我说道 一切都已被他看透 及骨头断裂的声音咔咔响起 男子大惊失色娃的一声 嘴中大口鲜血喷出 脑子都被踢得浑浑沉沉 身体正向前倾 我胸口起伏肾上腺素飙升 反而变得极致冷静 我从腰上拔出开山腹 一腹狠狠披在他的脖子上 虽然控制了力量 但依旧深可见过 开山腹卡在了骨头里 我满脸都是血迹 并伴随着厚重的喘气声 老牛 干活 我瞳孔微颤拿出火星 周围四处都是干柴 大黑牛不敢磨蹭在一旁创坑 地面熊熊大火燃烧 焚尸灭迹 骨灰都被直接扬了 一人一牛快速销毁所有痕迹 还布置了一下现场 随后便离开了此处 那人身上的东西一样都不敢 两个时辰后 几人黑衣人来到犯罪现场 皆是皱眉 门主当时柳田就是在此处停 有个少年牵着一头大黑牛 想来柳师兄是想买下他的黑牛 给新入门的弟子补补身体 闻言门主站在树枝上 副手而立 观察地面情况 有灼烧的痕迹 脚印杂乱分不清方向 门主拦到柳田遇害了 那人心中一惊 柳田可是百悬门的高手 若真是出事 不可能一点反应都没有 动手的人心思缜密 没有留下太多痕迹 那个少年才是关键 门主眉头微皱沉声说道 男子低头拱手没有说话 谁会去记一个放牛娃的长相 何况还是在做任务中 废物 旁边几人皆是低头拱手 柳田死得确实太鼓于蹊跷 门主轻轻一探 地面虽然有灼烧痕迹 但他不幸如此短的时间内 还真有人做出杀人焚尸之事 此时的一处河边 我平躺在河里洗去一身血迹 看向天空有些微微失神 大黑牛也在一旁玩水 突然将水泼在我脸上 我一个机灵瞬间清醒 老牛 这次干得漂亮 记住阴人事不要有任何废物 我冷着脸看向老牛 杀人者人横杀之 咱们不去招惹谁 但谁对我们动杀心 我远远处是一座巨城匍匐 犹如凶兽一般虎视眈眈的 看着来往 盘宁城 经历无数岁月历史悠久 城门口人来人往 热闹无比 城中更是静止打斗 是一座相当有秩序的大城 我远远看着那有些斑驳的巨城 嘴中流露出微笑 老牛 咱们的新生活就要开始了 大黑牛欢呼雀跃 他也是被这座巨城惊叨了 比村子里那几个栅栏可大多了 如此宏大的世界 看遍千山万水 这座巨城的百姓从这进进出出 一点不显拥挤 我满眼惊奇四下观看 好奇地看着古代城门的守卫的士兵 因为还是第一次见到 当真是威武不凡 一看就是血气方刚之人 此时城卫兵眉头一皱 这个牵牛的少年 好像一直在打着他们 正欲上前开口 哪只少年竟然竖起了大拇指 给了一个肯定的眼神 城卫兵顿时止不微笑点头 走入城中眼前豁然开朗 一人一牛愣在了原地 一副盛世话卷缓缓展开 街道相当之广阔 无数街边小贩不断叫卖 还有杂耍一人街头卖银 周围不断围着人大声叫好 处处都是楼台阁语 灯笼高挂 还有才子家人在楼阁上迎试作队 乱花见玉迷人眼 我与大黑牛站在外围看着杂耍 充当起了气氛组 看了一会儿我带着大黑牛退出了人群 顺便买了两块糖葫芦 一人一牛缩着糖葫芦 看得路过的小娘子娇笑连连 此时我看到路边的一处摊贩 全是手工做出来的很是精美 摊贩和善招呼了一声 我有些不好意思的笑道 以后有钱了再来买 没料到摊贩从旁边拿出个老虎的雕像 我这还有一个雕坏了的木雕 你要是喜欢就拿去 木雕栩栩栩如生 就是尾巴好像刻坏了 文言我拿了些米跟小饭换了 这个雕像我很喜欢 大黑牛看到我双手拿着雕像 可给他羡慕坏了 我笑骂了一声大黑牛 以后咱们有钱了 给你买一个小母牛的木雕 由于今天是年末 河边一处处孔明灯缓缓升空 带着百姓对明年的美好祝愿 整座盘宁城被照得通亮 我抬头看天嘴角不自觉地露出了一丝微笑 老牛 想不想放孔明灯 摸摸 大黑牛眼露金光 傻子才不放 他心中的愿望可多了 河边满是百姓 可能里面还有休闲者 一处河边的角落 我买了两个孔明灯 老牛 有啥啥愿望咱们写下来 听说更灵验 我拿着一块黑炭看向大黑牛 小母牛啥的吧 看着大黑牛的孔明灯 那到时候真是小母牛做孔明灯 牛逼上天了 片刻后我皱眉看着大黑牛歪七扭八的字 我心中一震 扭头深深地看了一眼大黑牛 两掌孔明灯缓缓放飞 融入万千孔明灯中渐渐消失不见 猫 大黑牛对着我屁股拱了拱 我神秘地拍了拍他的牛头 愿望说出来那就不灵验了 懂吗 大黑牛眼中一惊 他又信了 随后一人一牛又开始夜游盘宁城 隔天我带着黑牛来到一家铁匠铺 踩着大爷的步伐一副牛逼轰轰的样子 唬得老板一愣一愣的 我突然满脸对笑将手臂露了出来 老板我天生神力 你这铁匠铺少了我可能差了点东西 还有我家祖传大黑牛帮忙 保证你生意红红火火呀 只听喷的一声 一人一牛就被赶出了铁匠铺 大黑牛大怒 这老板咋还侮辱人呢 他也催了一口唾沫回去 我连忙指住大黑牛 此处不留业自有留业处 老板双手环抱手臂 身后出来的几个铁匠 那架势 似乎我再多嗶嗶一句那就要动手了 无奈只能默默牵住牛绳抬腿就跑 隔壁街道另一处铁匠铺外 我看着眼前的店铺大惊 当时询问没人跟我说这边快要倒闭了呀 屋内一个小老头还坐在椅子上打着瞌睡 我牵着黑牛走了进去 小老头一个弹射起步 眼中浑浊不堪 小哥买啥 我再次露出标志性的胳膊 我天神大力铁匠铺还招人吗 小老头猛然点头 招啊 就是这铁匠铺的铁匠都跑光了 没啥工钱可发 没事 老板你给我们个住的地方就行 小老头高兴带着我们往后远走去 这铁匠铺的后院你们随意住 两人一拍集合 我带着大黑牛将他们的锅碗瓢盆整理好 大黑牛四处找藏米的地方 一个时辰后 我和大黑牛就开始配合打铁 铁匠铺里框框坐下 看着小老头眼皮直条 真是好大的力气 小哥 看着手法以前打过铁 小老头眼露金光双手腹背 不过手法粗糙了一点 眼见老头挺识货我连忙开口吹嘘 老伯 不瞒你说 我有五年工作经验 谁招到我那绝对是赚了 后面一年里 我带着大黑牛每日打铁 小老头则是在一旁指点 还顺带指点了下大黑牛 不管是修仙者还是凡人 总会有各自的闪光点与智慧 我在这家铁匠铺受益匪浅 此时街道上传来一声大吼 一个粗汉子带着两人走来 手中还提着长刀 张哥来了我 笑着招呼道 要打造啥给张哥安排明白 张哥名叫张江 是一个江湖门派的大师兄 为人豪气 经常来铁匠铺光顾 还让门人师兄弟都来着 张江走上前来大呼道 一百柄大刀接步 我双眼发光 真是大胆啊 那必须接啊 张哥什么时候要 张江沉吟片刻咧嘴一笑 两月之内 如果一个月打造完成 我家前 闻眼我责怪的眼神 看了一眼张江 咱们兄弟谁跟谁啊 家前啥的就有点见外了张哥 一个月之内 必须给你安排妥当 张江也是个豪爽的汉子 对着看向身后 两人吆喝起来 爽快 你们看 这陈寻兄弟就是会做生意 张江哈哈一笑 带着两人离去 身后传来陈寻的送别声 他一手抬起摆了白手 身影消失在街道上 一月后 摆把长刀已经打造好了 但是张江却没有现身 或许是有事耽误了 我也没有多想继续打铁 又一月后 终于有人前来取刀 不过并不是张江 而是一个女子 哎 姑娘 张哥呢 他说上个月来取刀的 我好奇地询问 张师兄 在与百玄门打斗中 死了 女子低声说到情绪低落 我眼中一惊话风一转 是我多嘴了 我这就去给你们拿刀 没过一会儿 女子带着门人付钱 将白柄长刀全部取走 我坐在后面 轻轻一探看了眼大黑牛 长生本事无敌路 何必打打杀杀 我熬死他 此时孙老着急地 从外面走来 陈勋啊 那卖铁矿的 听说咱们生意好涨价了 我轰然起身怒火中烧 刚赚了点钱 这不欺负老十牛吗 老牛跟我走干他 我拔出腰间两柄开山腹 光着膀子露出十六块腹肌 走咱们去跟他们讲讲道理 默 默 大黑牛一怒 牛脚一顶 量身打造的汉匪装备 瞬间铺满全身 谁来也不好使 专门给人讲道理 卖铁矿的地方 隔了这几条街 陈勋带着大黑牛 风风火火地过去 气势逼人 脚下生风 铁矿老板看见后 大惊失色 喊道 好汉 这是意欲合为 没啥意思 我们就是来讲讲道理 这铁矿怎么卖给 我们就涨价了 陈勋握着双腹 大声吼道 这不公平 知道吗 默 默 大黑牛也跟在后面 叫了两声 中气十足 我泥马 铁矿老板投入危汉 此人面带凶悍 十六块腹肌 身后还跟了头大黑牛 浑身挂满刀片 你跟我说是来讲道理的 哼 这位好汉莫吉 可是孙凯乐家的 没错 老板给个说法吧 那铁矿铺也是张江 张哥罩着的 陈勋一字一句地说道 这些人要是不拿出点架势 只能人善被人欺 不管哪个世界都是如此 好 稍等片刻 还请就坐 铁矿老板拱手 微笑道 行 咱们也是讲道理的人 不是来闹事的 陈勋语气一缓 坐了下来 将开山府拍在桌上 心中也不急 没过多久 铁矿老板踏出门 满脸笑意拱手道 就是这一人一牛 来关家的地方闹事 抓了 一群官兵涌来 瞬间将陈勋给拘了 连大黑牛也没放过 我们是来讲道理的呀 冤枉啊 陈勋大喊道 身躯微微挣扎 我真是来讲道理的呀 别废话 你们在这里寻衅滋事 扰乱盘宁城治安 吓唬谁呢 官兵一声冷喝 将两个犯罪分子带走 陈勋口中还不断大喊着 冤枉啊 五日后 陈勋与大黑牛 从大牢中走出 重见天日 但是他们的开山府 与刀片被搅了 只能回去重新打造 回到铁匠铺中 孙凯乐准备了火盆 一人一牛反复横跳 嘴中嘻嘻哈哈 跟没事人一样 不过这卖铁矿的老板 经过陈勋一闹后 还真没涨价了 也算小有收获 时间一晃 又是五年 铁匠铺生意大火 还抢了隔壁铁匠铺不少生意 那老板看见 竟然是陈勋后 痛心疾首 大呼可惜 竟然会也没食到英雄 他还请陈勋去酒楼吃了顿饭 两人的恩怨烟消云散 不过陈勋的饭量 可是把他吓到了 吃完还打包 铁匠铺老板狠狠大出血了一次 两人如今也是以兄弟相称 人情世故 陈勋绝对到位 但是今日 陈勋及时在街道上 速度之快 掀起一阵大风 他眼中满是焦急 这五年来 他对力量的掌控 已炉火纯青 将五点长生点 加到了速度上 如今 陈勋和大黑牛的长生点 力量 21 速度 8 陈勋手中拿着几袋草药 孙凯勒身体已经快不行 这一年以来 全靠草药调着命 已花光了他们全部积蓄 但那又如何 钱财在陈勋看来 如过眼云烟 身边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永远珍惜当下 活得精彩 况且 人非草木熟能无情 他已到达所有修仙者的终点 长生 根本无需去掉情欲 去追求那所谓的无上大道 这是他 作为长生者的最后底线 陈勋永远信奉一条守则 力所能及内 帮助身边的朋友 力所能及外 绝不逞强 请让一让 陈勋皱眉大喊道 飞驰而过 路过的人都传了哑一声 这位少年 好快的速度 大黑牛在铁匠铺的后院里 烧火熬药 他也不想让孙老死 嘴中发着摸摸低叫声 搭拉着牛头 床榻旁 孙凯乐已是天人武衰之状 时而清醒 时而健忘 不过今日 他脸色相当红润 他将陈勋与大黑牛叫进了房间 缓缓起身靠在墙上 一个黑牛头伸了进来 关心地看着他 哼 孙凯乐拍了拍大黑牛 慈祥笑道 我没事 人总会有这么一天的 孙老 没事的 我向城中大夫打听了 每天坚持吃药 至少能活十年 陈勋无所谓地笑道 我很大力的 每天生意这么好 咱们不缺银子 我还记得你第一天来铁匠铺的时候 孙凯乐满脸褶皱笑道 看向陈勋 像得乡下小子 杂杂乎乎的 陈勋勉强一笑 没有接话 我也没什么好教你的 你都学会了 今后这店铺就交给你了 孙凯乐微微笑道 拉着陈勋的手 多存些银子 找个媳妇 别去买药了 孙老 你太小看我了 这草药能花多少钱啊 陈勋摆手 说道 孙老 你没听我说吗 我像不用安慰我了 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 孙凯乐咳了一声 打断了陈勋 我这有个东西 交给你 他说完 从枕头背后拿出一本秘籍 虚弱笑道 我儿子曾经就是看了这个 才去寻仙 孙老 我对修仙没有兴趣 陈勋并不关心这本秘籍 好好活着 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那儿子 有你这样心性 就好了 孙凯乐双目微微失神 轻轻叹了一句 我也没有东西留给你 就收下吧 好 陈勋点头 大黑牛 呵呵 好好跟着陈勋小子 孙凯乐看向大黑牛 眼中满是喜爱 我见过如此多的兽类 救你最有灵性 上天有好生之德 他会保佑你们的 梦 梦 大黑牛的头动了动 孙老 别说丧气话 大夫说心态越好 活得越久 陈勋反手握紧了 孙凯乐的手 好兵 一股刺骨的寒 缓缓流淌进陈勋心里 陈勋小子 我在 孙老 谢谢你们 孙凯乐温暖一笑 深深地看着陈勋 与大黑牛 似乎要将这两张脸 印在脑海深处 永世不忘 走吧 我休息一会儿 好 老娘 我们去熬药 梦 陈勋与大黑牛连忙跑出 在院子外按着配方熬药 有些手忙脚乱 第二日 寒风飘飘 院外那棵离子树掉落无数黄叶 孙凯乐在房中与世长辞 走得安详无比 街道上 大黑牛拉着一个推车 上面放着棺材 陈勋走在后面推动 面无表情 路上的行人皆是皱眉不已 大胆晦气 离得远远的 一人一牛 没有在意外人的眼光 缓缓拉着推车 朝城外而去 他们动作小心 生怕有一点颠簸 陈勋找了一处风水宝地 将孙老下葬 墓碑上面刻着恩师 孙凯乐之墓 寒风吹过 漫天黄指 一股凄凉的氛围 萦绕天地间 陈勋上香鞠躬 一人一牛 缓步向城中走去 背影渐渐消失 他们回到铁匠铺 发带良久 那个座椅空空荡荡 好像再也没有一个小老头 在那里打瞌睡了 没事 老妞 咱们应该高兴 猫 如果没有我们 孙老咋办 连个处理后事的人都没有 猫 咱们这几年 至少把铁匠铺给禁好了 孙老也过得很快了 不是吗 猫 这不就对了 咱们是做了大好事啊 来高兴点 哈 哈 猫 猫 猫一人一牛 笑得比哭还难看 店铺内又渐渐陷入了安静 陈勋这番话 不知道是在安慰大黑牛 还是在安慰自己 哎 陈勋猛地一拍脑袋 越想越不对劲 猫 大黑牛眼中传来疑惑的眼神 这是咋了 老娘 我们被坑了 陈勋重重说道 眼中笃定 那大夫铁定是看我们着急 给我们乱说药材价格 他痛心疾首 这十八般武艺咋没好好学医呢 小山村没有大夫 都是些土方子 治疗外伤 他倒是没想到 有这么一天 失算了 大黑牛一惊 拱了拱陈勋 你咋没学医术呢 咱们先好好打铁赚钱 这一年还欠了街坊邻居不少钱呢 陈勋眼中燃起雄雄烈火 大夫这个行业可就暴力了 况且行走世间 难免磕磕碰碰 学一手医术必不可少 他心中又有了新的目标 猫 大黑牛眼中露出金光 心中想到 是不是陈勋以后学了医术 就可以自己治病 那些人就不用再病死了 陈勋看着大黑牛赞同的眼神 他也是微微一笑 当才阴郁一扫而空 人生总是充满未知与挑战 这才精彩啊 老牛 干活 猫 铁匠铺又开始传来 叮铃匡郎的锤打声 如今陈勋对力量的控制 已可一指下去 分毫不伤到蚂蚁身体 而只取他向上头颅 铁匠铺里的蚂蚁窝 因此遭了大灾 已开始举足迁徙 只是留下了不少无头尸体 如今陈勋铁匠铺的名声 遇满周围几个街道 价格公道 质量上成 人缘也好 还有不少媒婆上门说没 那十六块腹肌 连他们都快要顶不住 眼中秋波流转 陈勋听后 只是冷冷一笑 向媒婆说道 在这里打了几年铁 我的心早已如手中铁锤一样冰冷 女人只会影响我打铁的速度 此话一出 不知多少深归女子 为此黯然伤神 心中暗道 不愧是自己心仪的男子 连说话的样子 都是那样鹦鹉不凡 一年之后 陈勋终于将外债还完 还有了一些积蓄 也继续将长生点加在速度上 天色刚蒙蒙亮 街道行人稀疏 只有寥寥几人经过 他们将铁匠铺打扫了一番 带上各种东西 锅碗瓢盆一应俱全 全挂在黑牛两边 老妙 准备走了 猫 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店铺封存 只不过地气还是自己的 只要不卖 以后还可以回来看看 走吧 陈勋最后看了周围街道一眼 洒脱一笑 猫 猫 大黑牛高兴地叫着 陈勋说了 今天要带他去买木雕 还要去放祁愿灯 生活中的仪式感必不可少 不然 那也太过无趣 叮铃 叮铃 大黑牛身上传来翠尔的碰撞声 两道身影渐渐远去 太阳出声 有人路过陈勋的铁匠铺 发现竟然关门了 人也不知所踪 皆是暗中一探 早知道多在这打几把 铁具备在家里了 陈勋铁匠铺一关门 可是把附近几个街道的铁匠铺 高兴坏了 普天同庆 涨价 必须涨价 我看谁不涨 今天又是一年年末 夜晚的盘宁城 依旧热闹无比 犹如他们出到这里时 陈勋眼中带着兴棋 牵着大黑牛 缓步走在街道上 到处停停看看 手中拿着各种食物 他们现在有钱了 自然要消费一番 依旧是你一口 我一口 看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说这少年有点意思 只不过这次出了点意外 看杂耍时 陈勋怎么都拉不动大黑牛 等他看尽信后 他们才继续前行 大黑牛心中总是认为是 修仙者在给他们表演 看得如痴如醉 嘴中摸摸声不断 老板 还记得我们吗 陈勋走到一处摊贩旁 微微一笑 我们来买木雕了 不同的是 老板旁边坐了个小孩 再拿着木雕玩乐 摊贩也换了位置 不过离当初那个地方不远 咦 小哥 是你啊 摊贩愣了一会儿 突然恍然大悟 用你换自己木雕的那个少年 还真是一点没变 有牛的木雕吗 我们买两个 好嘞 摊贩一笑 找了找 两头栩栩如生的牛木雕被找出 没有任何瑕疵 他递给了陈勋 来小哥 陈勋给过钱后 拿着木雕在大黑牛面前晃了晃 逗得大黑牛大吉 陈勋哈哈大笑 他们又去河边放了一次祈愿灯 大黑牛说什么 都不让陈勋看他愿望了 整个身子挡住了陈勋视线 陈勋带着大黑牛往盘宁南城而去 那里医馆众多 铁匠铺在北城 只是太过遥远 用脚力得走几天 两天后 他们走到一家店铺前 台边上写着平泰医馆 两边还写着对联 上联 但愿世间人无恙 下联 何仇架上要生辰 横批 天下平安 医馆人来人往 脸上皆带着忧愁 这平泰医馆的大夫口碑 在这里相当之好 被附近百姓称为济世玄乎 里面的伙计非常忙碌 不断抓药给来往的人 还有几位大夫在救死扶伤 时常传来痛苦的哀嚎 老妞 我进去看看情况 就把你拴在门外了 你这么大了 要学会保护自己 陈勋认真说道 要是有陌生人想牵走你 你就大叫 然后踹他一脚 但不可太过用力 摸 大黑牛点头 给了个你放心的眼神 我有分寸 小哥需要买什么 一位伙计随口招呼了一句 我找宁斯 宁大夫 陈勋拱手说道 他打听过 宁斯是这里的老板 性格宽和 医者人心 广受百姓好评 小兄弟 你找我 宁斯从另一处大堂中走来 他一头乌黑茂密的长发 被束在头上 续着八字胡 眼中带着忧郁 人已到中年 不过在陈勋看来 此人很会养生 可能实际年龄 比看起来的大 宁大夫 我是来学医的 陈勋拱手 不经意间衣袖滑落 露出紧实的肌肉 看得宁斯眼皮一跳 好壮硕的身体 哼 我暂时不收图了 小兄弟 还是去别家看看吧 宁斯平和说道 他暂时 还没有收图之意 宁大夫 我是真心来学医术的 特能吃苦 陈勋眼带西记 苦苦哀求 让我在这打杂也行 只要可以学到东西 唉 宁斯眼中闪过挣扎 突然外面发出猫 猫的大叫声 所有人都被惊动 一阵狂风吹过 陈勋一下冲了出去 郝敏捷的伸手 宁斯眼中闪过赞叹 连忙出去看看 发生什么事了 唉 我家这头黑牛 脾气就是倦 怎么都拉不走 一个地痞黑黑笑道 向围观的百姓解释道 他脸色难看 第一次体会到 什么叫利大如牛 猫 猫 大黑牛愤怒地叫道 正欲抬脚 看见陈勋出来了 他连忙大叫 干什么 这是我家的牛 陈勋双目圆瞪 怒声喝道 放开 你说是你家的 它就是你家的了 地痞不屑一笑 上下打亮了陈勋两眼 一个涉事未深的少年狼罢了 那你的意思就是 不想讲道理了 啊 荒谬 这就是我家的大黑牛 你还想动手不成 地痞催了一口唾沫 把牵绳的手放下 缓缓撸起袖子 还专门拿出一把匕首晃了晃 他纵横这片街道多年 拿捏个黄毛小子 还不是手到擒来 大家听到了呀 这人不讲道理 陈勋微微皱眉 向周围百姓大喊道 不经意间露出了腰间的三把开山斧 地皮脚步一顿 瞳孔一缩 大家火呀 什么情况 陈勋脚步一踏 缓缓解开衣扣 十六块腹肌 也在不经意间露出 身体犹如被千锤百炼过般 强健无比 周围百姓响起哗然之声 这少年看起来平平无奇 没想到竟然是个练家子 慢 小兄弟 我突然发现 是我看错了 这不是我家的牛 哼哼 地皮瞳孔颤动 太生猛了这少年 他脚步慢慢往后缩 这是撞到铁板了呀 先走 我先 走了 走你娘的 找打 陈勋突然一声怒吼 愤然冲出 速度之快 只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 沙包大的拳头 倒映在地皮的眼眶中 啊 爷爷别打了 街道上响起地皮的惨叫声 满地打滚 口中不断求饶 大黑牛在旁不断脆唾沫 最后被他拱飞到另一处 地皮眼中生无可恋 身体像是散架了 嘴角 鼻子满是鲜血 浑身都是一股唾沫的恶臭味 这少年十六块腹肌 铁壁之躯 他就是叫来几个兄弟 也不好使啊 只能白白挨打 以后看见此人绕着点走 打得好 这地皮 就该打 一天不学无数 整日游荡 早看他不顺眼了 周围百姓传来叫好声 真是英雄出少年 做了他们不敢做的事 陈寻冷哼一声 连老牛都敢动 若是敢报复 他可就要大开杀戒了 猫 猫 大黑牛拱了拱陈寻 还在他在身边 自己才会安心 没事 老牛 有我在 陈寻一手抱着大黑牛的头 目光冷冽地 还在看着地皮逃跑的方向 他突然看向宁斯 把后者 看得浑身发毛 这少年随身携带三把开山符 十六块腹肌 真是来学医术的吗 还请您大夫收下我 让我们在平泰医馆打砸即可 我家祖传大黑牛 还可以帮忙 陈寻低头拱手 话语中带着浓烈的诚意 猫 猫 大黑牛也是向宁斯请求 您大夫收下他吧 如此有正义感的少年郎 可不多见了 是啊 您大夫 这小兄弟也是可怜 带着家里的牛 就来城中讨生活了 周围的百姓 也是帮着陈寻说话 后者一看 就是身世凄苦之人 好 我就收下你 宁斯顺势点头 这少年看来也确实可怜 要是流落在外 被那群地痞报复可不好 至少在医馆内 没人敢动他 谢您大夫 陈寻大喜过望 还朝周围百姓拱手 答谢帮腔之情 走吧 宁斯微笑 副手在背 带着他们进入医馆后院内 医术博大精深 丝毫不能马虎 得先从辨认药材开始 宁斯给了他一本药材书 让陈寻对照着后院的药材 一一辨认记住 不然陈寻连在医馆打杂都不配 不过他自认头脑相当灵光 一边教起大黑牛辨认 一边顺便自己巩固 然而 现实的残酷 给陈寻好好上了一课 药材万千 要能精准辨认 可不是靠死记硬背的 夜晚 后院点起蜡烛 一人一牛挑灯夜毒 老妞 没发现 原来你脑子也不太灵光啊 陈寻哈哈大笑 心中瞬间平衡了 他们无误开 对于陈寻来说 世间最惨痛的事 莫过于不是学不会 而是老牛学会了 他陈寻还未学会 猫 猫 大黑牛生气了 双眼睁圆 拱了陈寻一下 有些生僻字他不认识 还要靠陈寻解读 不过他心中已有计策 要趁陈寻出宫时 弯道超车 打压一下他嚣张的气焰 时间就在他们学习 辨认药材中 悄然飞逝 又是一年 陈寻已经正式穿上了 平太医馆的伙计服 他走路都开始微微带风 嘴角洋溢着牛逼的微笑 这一年里 他算是把大部分药材认识了 不过宁大夫却没夸他天资聪慧 只是说他吃苦耐劳 很耐得住寂寞 他又是把长生点加在了速度上 天下武功为快不破 只要跑得够快 灾难就始终慢他一步 伙计 一前东清 二前百威 三前秋时 好嘞 陈寻应道 驾轻就熟 迅速从几个柜子里拿出药材 然后打包递给那人 夜晚歇息后 陈寻磕着瓜子 带着黑牛 继续研习药材书 不过他眼神中渐渐传来怀疑之色 上下打量大黑牛 悠悠说道 老牛 猫 大黑牛浑身一抖 眼中完全藏不住是 你是不是偷学了 我观察你好几天了 陈寻眉头一挑 死牛犯了他的大忌 晚上和自己嘻嘻哈哈 白天趁自己当伙计时偷学 好胆 猫 猫 大黑牛冒出冷汗 根本不承认 但是他的眼睛已经深深出卖了他 罚你今晚不准看书 陈寻身子一转 继续磕起瓜子来 直到你认识到这种行为的可恨后 我才与你一起看书 猫猫 大黑牛急了 围着陈寻左右转动 一屁股不小心把陈寻给掀翻了 陈寻无奈 又不过他 只能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的讲解 偷学带来的害处 听懂了吗 我不在时 你要是认错了怎么办 你还认不全字 这可是药材 出错一点 要人命的 猫 猫 大黑牛不断点头 他听懂了 以后再也不偷学了 来 我们继续 给你讲讲这个药材的作用 陈寻指着书上 大黑牛也把头伸了过来 一人一牛 又开始继续学习 心中充满激情 第二年 陈寻已经能把医馆里常见的药材全部记住 他和大黑牛每晚夜考 互相拿出一个药材 说出名字 林大夫依然只是说了声不错 并无太多反应 要是手中没活 陈寻就悄悄跑到各位大夫身边 眼巴巴地看着他们问诊 能学一点是一点 他又不缺时间 夜晚回到院中 林大夫给了陈寻一本药理书 里面的内容是 各种药材混合 能治什么病 有什么药材 相冲之类的 真是博大惊深 陈寻眼露金光感叹道 又给他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老牛 咱们才刚入门啊 猫猫 大黑牛已经看进去了 双眼瞪得滚圆 好神奇 陈寻顺便也将长生点 加在速度上 继续开始研习 春去秋来 陈寻已经换上高级伙计服 已是五年匆匆而过 他们也已来到平台医馆七年了 陈寻见到了太多的痛苦 无奈 哀嚎 不过陈寻乐观向上的心态 也算给了来这里的不少百姓 一点心灵都未解 医馆的伙计 每年都有人事变化 但是大家唯独记住了 这个永远待孝的少年 还有他那腰间开山斧 从不离身 医馆一出大堂中 宁斯端坐 眼中带着郑重 如果第一眼会看错一个人 那么七年绝不会看错 陈寻换了一身郑装 正在拜祖师 后又向宁斯与他妻子奉茶 师父 师母 陈寻低头拱手 眼神中带着尊重 陈寻 何为医者 以治病救人为己则 但得更为之重要 宁斯微微眯眼 看向陈寻 若陆遇一山匪 他打家劫舍 无恶不作 但却身受重伤 正求助于你 你当如何 陈寻听后微微一正 认真道 那宁斯 我可就说实话了 可 既已身受重伤 我肯定会先一步发现他 但我不会救他 陈寻说到此处一顿 面色挣扎了一下 我会戴上头巾而过 以免被日后报复 宁斯与他妻子听后 皆是一愣 这是连后路都想好了 不错 不错 宁斯品了 一口茶微笑道 医者不为恶 坚持本心即可 为师也只是想听你的实话 这孩子确实不错 品行端正 心性极好 师母在一旁附和笑道 若是陈寻为了讨好他们 说去救此人 倒是会被他们低看一眼 为人不识 好 那你便正式入门了 为师此生只收了两位弟子 你是第三个 宁斯神色严肃 他观察过陈寻许久 你虽然不是天资最为聪慧的那一人 但为师相信你绝对会是医术最高之人 师母眼中闪过惊异 他还是第一次听见 宁斯如此夸赞一人 连他们女儿也未曾被这样称赞过 宁斯谬赞 陈寻眼中平静 低头拱手 只不过他的嘴角已开始渐渐歪嘴 拜师试了后 陈寻回到医馆后院 他磕着瓜子 给大黑牛吹起刚才发生的事 眼中只透露出一种情绪 那就是牛逼 什么师父夸赞我有一地之姿 子气浩荡三万里 天降圣人恭贺陈帝归位 猛猛猛 大黑牛深信不疑 眼睛瞪得溜圆 激动得到处乱跑 还时不时拱一下他 他是真为陈寻感到高兴 哈哈 院子里传来陈寻的大笑声 与大黑牛不断地摸摸高兴声 长生点数依然全加在了速度上 后面三年里 陈寻开始跟随宁斯出诊 走访民间 解决各种疑难杂症 有时遇到些小麻烦 他也会不经意间露出16块腹肌 陈寻随身带着小册子 问题非常之多 宁斯也相当有耐心 不断给陈寻解答 如此好学的徒弟真是不多见 不过有一次 他们去议员外家问诊 陈寻不小心露出了腰间的一把开山斧 所有人大惊失色 这他娘的是大夫 陈寻当时只是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出门在外 带把开山斧很正常吧 他不慌不忙地整理了一下衣袍 遮住了开山斧 又不小心露出了另外两把 所有家丁如临大敌 长棍在手 此子绝非善备 陈寻当时面带和善微笑 口中不断解释 行走江湖 多带两把武器 也是情有可原吧 要不是宁斯在旁 大战可能一触即发 宁斯问诊时 这原外家的人不断冒出危憾 要是遇见不治之症 这少年不会一斧子 把病人给劈了吧 那病症就解决了 陈寻看着他们的表情露出疑惑 不断微笑点头 示意他们安心 这些人赶紧回忆微笑 头点得跟小鸡灼米一样 一滴滴冷汗 不断往外貌 平泰医馆 今日艳阳高照 春光明媚 陈寻如今已经换上大夫衣袍 这路过的伙计 谁不尊称一句陈大夫 陈大夫 救命啊 一位百姓 扶着一面色发黑之人进入医馆 满脸着急之色 陈寻双目一凝 远观面相 此人独已深入血液 若再来晚一点 这已是开席之兆啊 可是中蛇毒了 陈寻将人放在旁边的床榻上 此人手中有两道微小伤口 一看就是被毒牙所伤 不是啊 陈大夫 是吃了毒蘑菇 啊 陈寻一惊 开始诊脉 神情变化丰富 看向百姓 吃了毒蘑菇后 还被毒蛇咬了一口 砰 百姓直接跪了下来 痛哭大喊道 大夫 求你救救他吧 我给你开个方子 先去抓药 应该还能抢救一下 陈寻拿了张纸 开始写写画画 然后交给百姓 后者看到神情一变 没这么多钱买药 无妨 我先帮你垫付了 以后有钱了再还我 陈寻平和说道 能帮一点是一点 他这一年 帮大户看病 也赚了不少钱 谢大夫 谢大夫 百姓喜出望外 替四横流 陈寻点头 在这个世道 一个男人若是倒下 那他们这个家也就倒了 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帮一帮无伤大雅 但是 渐渐的 他发现自己想错了 陈寻的仁德之名 渐渐传出 这医馆里的大夫 都有一家老小 自然不可能像陈寻这般光棍 花自己钱 救济看病百姓 他已经完全被捧了起来 到处盛传 他是既是神医 看病不要钱 找陈神医看病 抓药还可赦账 就差送他锦旗了 无数穷苦百姓蜂拥而来 陈寻渐渐囊中羞涩 但他可不会麻烦其他人 道德绑架医馆的人 做与他一样的善举 而那些欠钱的百姓 也只有寥寥几人来 医馆还钱 他是真没钱了 风向变了 一些百姓 骂他见死不救 假人假义 都是一种厌恶的眼神 有些慕名而来的百姓 听说陈寻不再赦账 还在医馆前催了一口 浪费自己时间 跑这么远来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都说 这平泰医馆出了个 品行不正的大夫 身上常年带着三把开山腹 一看就不是好人 平泰医馆 后院内 陈寻已不敢在前堂问诊 好家伙 小丑竟是我自己 陈寻哈哈大笑 笑得有些凄凉 连这些伙计与大夫 看自己的眼神都变了 你不是喜欢装吗 现在还装吗 这医馆里 有不少人都在暗自嘲笑他 当时陈寻可是 抢了他们不少风头 默默 默 大黑牛将头贴在陈寻脸上 他最近也知道了此事 到处都在盛传 老妞 你看 我当初不是说了 咱们帮帮身边朋友即可 现在懂我意思了吧 默默 大黑牛心疼地看着陈寻 他从未见过陈寻 如此沮丧的神情 在他眼中 陈寻就是一个一直乐观 快乐的人 你太小看我了 这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 我只是想给你证明 看看这句话的意思 陈寻勉强地笑道 一只手紧紧抱着 大黑牛的头 两张脸紧靠 默大黑牛蹭了蹭陈寻 情绪异常低落 但他内心深处 已是极度愤怒 老妞 我们还是走吧 这里不适合我们 我去跟你说道别 陈寻拍了拍大黑牛 他在这里 已经严重影响医馆的生意 他不想耽误任何人 默 大黑牛一蹦 他也不想在这待了 连忙跑去收拾他们的锅碗瓢盆 陈寻看着他忙碌的背影 心中一暖 嘴角微微带笑 宁思住处 陈寻已换上当初的轻衣 没有再穿衣馆的戴富长袍 我已知晓此事 也明白你的苦衷 宁思坐在主位 眼中带着沧桑 缓缓说道 人性本恶 这是为师行医多年总结出的一句话 希望对你今后的路有帮助 宁思教会 陈寻莫敢忘 陈寻郑重拱手 他这十年学到了太多东西 宁思从桌上拿起一本没有名字的书籍 解释道 这是为师多年的经验 就送于你了 啊 陈寻一惊 一个跨步 连忙接住书籍 宁思 这多不好意思 宁思轻轻一抽 脸色一变 抽不动 他写的书籍 像是被铁钱狠狠夹住了一般 呵呵 无妨 拿去吧 谢宁思 陈寻一个闪现 书籍立马出现在腰上 速度之快 看得宁思瞳孔微睁 去吧 有时间回来看看 宁思 谢宁收留之恩 若宁家有事 就算不远万里 也一定赶回 陈寻神色一素 郑重一败 宁思感慨地不断点头 说道 那几年为师一直在观察你 大之若愚 绝非池中之物 坚持本心即可 陈寻缓缓抬头 最后看了宁思一眼 转身离去 看着陈寻离去的背影 宁思微微一笑 寻小子 愿你前程似锦 未来可期 次日 天还未亮 陈寻与大黑牛 踏路而行 一路向西 渐渐消失在街道深处 周围百姓 醒来上街后 都听说陈寻离开医馆了 有人莫名其妙的高兴 感觉像是自己 赶走了恶人一般 有人也怅然若失 觉得陈寻的确是个好大夫 他并未做什么恶事 不过过了几天 大家就将此事忘了 陈寻走不走 自己家里也不会多一贯铜钱 这个世道 没人会有精力 去关心一个陌生人 凝云山脉 他挺拔在天地之间 垂泛千古 启迪万物 已不知屹立此处多少岁月 黑苍苍眉边眉沿的牙头 如刀削斑斑顶天立地 卫宜的山岭 蜿蜒盘旋 犹如一条正在酣睡的巨龙 俯看足下 白云弥漫 环冠群峰 云雾缭绕 山间小路上 一位少年正背着一个竹篓 四处寻找药材 身后还跟了一头大黑牛 这三年 陈寻将长生点 依旧加在了速度上 他倒想看看 是不是到了二十点 又无法提升了 他们如今的长生点 力量 二十一 速度 十八 同样是非凡人般的速度 若陈寻用力奔跑 肉眼就已看不清楚 相当夸张 老娘 咱们仔细找找 陈寻的竹篓里 全是草药 说不定能找到传说中的灵药 包治百病 这凝云山脉 时常有百姓采摘到灵药 上几百年份的都有 卖到城中 直接发财 猫猫 大黑牛撒欢式的到处跑 而且许多药材他都认识 不得不感叹知识的力量 他现在脑子都清晰不少 但是不要太进入深处了 听说有妖兽 那可和普通野兽不一样了 陈寻紧张兮兮地说道 万一再遇到什么修仙者 看我们一个不顺眼 就把我们嘎了 猫 大黑牛回应一声 明白 啊 丛林传来一道凄惨的喊叫声 惊起树林无数飞鸟 陈寻下意识蒙上了汉匪头巾 大黑牛脚步一顿 他们眼神对视 有妖兽啊 远处跑来 几位百姓不断惊慌大喊 他们看到陈寻的头巾后 结实一愣 后又大喊道 快跑 妖 妖兽啊 老妞 快跑 陈寻大惊 心里慌得一匹 带着大黑牛闷头就冲 后面一声嘶吼 一头四郎四虎的妖兽疯狂追来 那身躯比老虎还大 眼中心红无比 我去 这啥造型啊 这么恐怖 猫 猫 陈寻与大黑牛被吓到惊叫 活了这么多年 真是开了眼界了 一人一牛脚下一点不慢 无数枯枝被踩断 化成了两股风 身后的百姓大惊失色 他娘的跑这么快 妖兽怒了 眼睛越发心红 唾液似箭 他最喜欢跑得快的猎物 啊 来了 几位百姓们惊声尖叫 还有一人被吓得晕厥过去 然而这妖兽竟然越过了他们 追那一人一牛去了 你干嘛 你是不是有兵 陈寻瞳孔大争 这妖兽竟然直接向他们追来 速度可比野兽快多了 猫 猫 大黑牛疯狂冲锋 牛头冒出危汗 这妖兽也太过恐怖 猫 哄得一声巨响 大黑牛一个不小心 跑得太慌 直接撞到了巨树上 那巨树被撞得丝丝开裂 一开始斜青 竟然连根都快要给撞出来了 老妞 陈寻停下来大喊道 眼中满是焦急 连忙去检查他的牛头 猫大黑牛有些头晕 不过没事 只是有点擦伤 他还蹭了蹭陈寻 好 妖兽此时也快要追上 眼中显露出兴奋 他还是第一次遇见 跑得如此快的猎物 陈寻与大黑牛被包围了 他们站在一起 眼中满是惊慌 这妖兽的长相也太恐怖了 要完了呀 老妞 陈寻颤声道 他一手还抱着牛头 大黑牛也是瞳孔微颤 脚蹄都在打抖 难道长生路就要止步于此了吗 妖兽不断留下唾液 围着他们不断打转 这两个猎物如此胆小 让他心中没有任何警惕 妖兽突然俯身 眼带嗜血 在原地留下一滴唾液 恶狠狠地向陈寻猛冲而去 他眼中露出兴奋的沙光 此时他们已近在咫尺 突然他神色一变 那个人类好像不再害怕 而是变得冷静无比 地面出现一阵猛烈的气旋 陈寻化成了残影 速度之快之夸张 妖兽的眼睛都快要跟不上 他神色大海 阁下虽然很强 但还不足以让我用出第二把开山符 陈寻此时已经来到他身后 背对而行 手中持有一柄带血的开山符 汗匪头套 只让他露出一道冰冷的眼神 妖兽腹部忽然传来了一阵剧烈的疼痛 背上哀嚎鲜血流了一地 大黑牛猛然弹跳 黑牛压顶 碰 地面被砸出一道大坑 妖兽的肠子都被压出来了 死得不能再死 陈寻下手狠了 是 鲜血又是飞剑 就这啊 啊 就这啊 猫 猫 吓唬你轻爹们呢 咋不狗叫了呢 猫猫 一人一牛疯狂鞭尸 疯狂发泄 唾沫似妃 真是被这妖兽给吓坏了 大锅一架 水一烧开 娘的 直接开席 老妞 这次是咱们运气好 这妖兽可是会妖术的 什么冰火两重天之类的 陈寻想了想 倒是在城中听说过妖兽的传说 那可是修仙者才能杀的 不过这肉可真香啊 猫猫大黑牛嘴中 响起幸福的叫声 真是太好吃了 他还是第一次 吃到如此香的肉 一人一牛吃完后 迅速掩埋痕迹 打包没吃完的肉 连坑都给填了 陈寻这次仔细无比 好好布置了一下作案现场 妖兽骨灰飘洒四处 一切都像无事发生 他们跑得远远的 找了块丛林地 这里野兽较少 老妞 狡兔都有三窟 咱们可不能比兔子弱 开跑 猫 力气大就是好 陈寻精通各种野外挖洞技能 什么打地基 挖黏土之类的 绝不睡在地面上 最后陈寻小心翼翼地搬来巨石封顶 留了一丝缝隙 上面还覆盖了草皮落叶 谁都看不出里面有个地洞 地洞烛光亮起 整个世界安全了 舒服 猫猫 陈寻靠在大黑牛身上陷入了沉思 这个世界终归是充满危险的 尤其是今日的妖兽 差点把他们吓尿 他犹豫良久 还是拿出了孙老给的那本书籍 练气诀 天地间有灵气 气感沟通天地 引入体内 陈寻不断往下看 嘴巴越张越大 一直想吐出两字 却迟迟没有下去口 因为下一句 总会把感觉抬到更高 他狠狠咽了一口唾液 眼中震惊 大喊道 猫 猫 大黑牛吓得惊作了起来 牛头看向 练气诀 啥玩意儿啊 老牛 修仙法诀啊 陈寻激动道 这就是白嫖的快乐 修仙啊 可以飞的那种 还不用去修仙宗门当牛马 猫大黑牛也激动了 当年他们可是看见修仙者遇见飞行 纵横天地间的 老羡慕了 练气气氛为十层 第十层已可助击 突破兽源限制 兽四百 陈寻独到这 他和大黑牛皆是悄悄歪嘴 像相视一眼 发出莫名猥琐的低笑 不过功法到筑基七就到顶了 筑基之上的境界 他们还不知道 老牛一起试试 按照他的运行路线来 感受天地灵气 陈寻盘坐起来 还顺便教了下大黑牛盘坐 笑得他全身发抖 这天地万物 只要是有灵根者 皆可感受灵气 猫 放心 你肯定有 你可是灵兽 猫大黑牛也开了嘴 放心了 来吧 天地灵气 听我号令 入我身去 猫猫猫猫 一人一牛 按照功法运行路线 开始捕捉天地气感 他们双眼威逼 沉心静气 一个时辰就这么过去了 两个时辰过去了 三个时辰过去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陈寻轰然睁眼 看向大黑牛 问道 假货 猫猫 大黑牛迟疑了一下 又点头 好像是没什么感觉 可恶啊 陈寻神色痛苦 双手撑地 没想到孙老的儿子 竟然被假货害了 看来他儿子也是修炼后 发现不对劲 才将他留下的 猫猫 大黑牛点头 说得太有道理了 陈寻就是聪明 不过 陈寻画风一转 微微皱眉 修炼后 腹部确实有点感觉 猫 腰瘦肉吃多了可能 我出去一趟 出宫 大黑牛 陈寻出去后 找了个隐蔽地方 挖了个坑蹲了起来 他开始左思右想 难道是我灵灯太弱了 陈寻五官狠狠用力 又缓缓舒展开 不能吧 大黑牛是灵兽啊 他难道也和自己菜在一起了 陈寻想到此处 不禁暗暗偷笑了起来 身体动作越来越大 他突然脸色一变 看向自己的脚 哎呦 卧槽 回到地洞中 陈寻说道 老牛其实还有一种可能 是咱们灵根太弱 大黑牛并未回应 而是鼻子不断嗅动 怎么陈寻身上有股臭味 老牛 陈寻眉头一皱 什么意思 大黑牛的鼻子 已经快要嗅到陈寻脚下 力拔山西气盖室 猫 大黑牛直接被陈寻举了起来 陈寻大怒道 老牛 我在跟你说话呢 猫猫大黑牛老实了 躺靠在土墙上 离陈寻远远的 牛眼带着莫名嘲笑之意 咱们每天坚持修炼一个时辰 要是没用就算了 猫 大黑牛点头 看向陈寻正在走过来 他连忙换位置 然而陈寻岂能放过他 大黑牛欲哭无泪 他们就强行靠在一起睡了一夜 次日鸟叫声已经传入土洞里 一缕阳光射下 走老牛 采药去 陈寻缓缓睁开眼睛 伸了一个懒腰 睡眼惺忪 然后在你头上敷点药 猫大黑牛也醒了 头确实还有点疼 齿壁寻鹰 时光飞逝 他们已经在凝云山脉待了三年 不过再也没遇见什么妖兽 出山之类的危险 但是却见到了无数百姓的枯骨 有时候没事情 陈寻与大黑牛也做起了老本行 凄厉地唢呐声与铃铛声响彻山林 让他们魂归故里 陈寻此时身穿野兽皮衣 背着竹篓 手拿开山斧 腰上还缠有两柄 同时在脸上画了几道杠 身后背着弓箭 活脱脱一副野人形象 大黑牛的牛角终于在今年恢复 他同样身披瘦皮 牛头上画着竖刀大扛 若不仔细辨认 还真看不出是头大黑牛 一只野猪疯狂逃窜 眼中大惊 他记得前几日 他爹被一野人活活用手劈死 他娘被一野牛活活撞死 咕噜 哼姐 野猪突然停了下来 嘴中不断发出颤叫 他看向前后方 正是那个野人和野牛 嘿嘿 陈寻咧嘴露出嗜血的微笑 挡住了他的前路 猫猫 大黑牛封住了他的退路 小猪 化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吧 我们会带着你一起变强的 结 结 陈寻露出变态微笑 一个闪身 悄然出现在野猪头顶 大黑牛瞬间发起冲锋 配合无见 哼姐 一阵血光闪过 野猪无力倒下 一家老小整整齐齐 被陈寻与大黑牛解决 走 老牛 猫 陈寻扛起了野猪尸体 血迹被大黑牛刨坑引 往他们的土洞里而去 老牛 竟然没想到 那法觉是真的 陈寻大口吃着野猪肉 满嘴是油 我现在听力都变好了 这修仙的 果然和我们凡人不一样 猫猫猫 大黑牛不断点头 汤水飞溅 夜深人进食 他看东西 都比原来看得清楚 这和长生点带来的感觉 完全不一样 长生点 好像是肉身的强化 而修仙 则是肉身感官的升华 那是一种生命的进阶 不过 咱们这速度又卡住了呀 陈寻微微摇头 他不幸邪的 将速度长生点 加到了21 连大黑牛也没放过 不过 结实和力量一样 像是遇见了智骨 无法再提升肉体的机能 奇怪无比 猫猫 大黑牛也是心中疑惑 难道他们只能在凡人界长生吗 毕竟现在的百姓 没人能单挑过他们 要不明年 我们试试法力 陈寻不确定地说道 他理解为蓝梁 但是他们没有技能啊 猫 猫大黑牛摇头 拱了拱陈寻 万物惊圆 猫 大黑牛疯狂点头 就是这个 法力太过玄乎 他的黑牛冲撞 已经很顶了 行 就听你的 陈寻一笑 满是油的手拍了拍大黑牛 只不过没被大黑牛发现 后面一年里 他们继续在山中采药 辨别药材 每日研习医术 修炼 炼气诀 充实的陈寻不断感叹 活着真好 他以前曾幻想过 长生是什么样子 那是做看人间风起云涌 历史更迭 身后是无数座墓碑 只在人间留下那道孤独身影 但是现在 陈寻会说 去你的深沉吧 长生野人的快乐 而等凡人岂能明白 一处山洞中 陈寻与大黑牛又搬家了 山脉连连大雨 他们的几个土洞 被山雨冲垮 不过锅碗瓢盆等 被大黑牛死死保住 还算顺遂 老牛 哈哈 陈寻浑身湿透 满脸大笑 他根本不在一家没了 他狠狠捶了一下大黑牛 真有你的 我打小就看你行 懵懵懵 大黑牛开心地蹦了几下 陈寻当时在疏通洞口 他们的家当 全被他一牛保住了 来咱们试试 看看这万物晶圆 到底是啥 陈寻咧嘴一笑 开始生火 看着山洞外的滂沱大雨 心情舒畅 雨声荡真是悦耳 懵 大黑牛硬道 也在一旁开始帮起忙 时不时还跑出去淋会雨 然后把雨水甩在陈寻身上 陈寻大怒 使出力拔山吸气盖式 将这死牛淋成了落汤鸡 一人一牛靠在火堆旁取暖 陈寻将长生点夹在了万物晶圆 刹那间 陈寻脸色大变 身体涌起一阵绿光 懵懵懵 大黑牛眼神惊恐 一下蹭了起来 焦急的大叫 围着陈寻不断打转 老娘 我没事 陈寻深深吸了一口气 抱住了大黑牛 是万物晶圆 猫大黑牛低声叫道 被吓到不行 要是陈寻出事 他也不想活了 我试试 陈寻神色一速 摊开手掌 身体一阵绿光 忽明忽暗 渐渐在手心凝聚出了一滴绿叶 如同宝石一般 璀璨晶莹 他浑身一软 全身冒出虚汗 犹如跑了八百 惊道 这东西 不是在臭我的晶圆吧 猫 老娘 你来试试 猫 没过一会儿 牛掌上也凝聚出一滴绿叶 一人一牛瘫倒在地 大口喘气 大黑牛终于明白 陈寻的话是什么意思了 他好像看见了 几只小母牛在娇笑 陷阱啊 陈寻颤道 他堂堂十六块腹肌 被街坊邻居夸赞 打铁持久力最强的男人 竟然快不行了 猫大黑牛双眼无神 生无可恋 他本以为在牛族中 已天下无敌 没想到 只不过一回合 竟败下阵来 一个时圣之后 他们才彻底恢复 陈寻眼中闪过后怕 要是刚才遇到什么野兽 他们可就危险了 老牛 这万物晶圆 可别随便用 至少我们得分开用 陈寻感受了一下身体 并未有什么亏空感 但是他可是大夫 明天我熬点药汤补补身体 不可大意 猫猫大黑牛高兴点头 学了医术就是好 啥用啊 跟着绿宝石似的 陈寻皱眉地看着手心那低绿叶 确实很奇特 并不像水珠那样 一会儿就消散了 他拿起了开山符 将绿叶放在上面 没有任何反应 又放在了锅碗瓢盆上 没反应 还拿了块石头 将绿叶放在上面 没反应 最后无可奈何 放在了汉匪头巾上 还是没反应 猫 大黑牛惊叫 陈寻一惊 看向大黑牛的位置 他一下匍匐在地上 看向那株野草 观察纹路 牛逼 陈寻震惊说道 看向大黑牛 将手中绿叶也放了上去 瞬间与那株野草融为一体 明显发生了改变 猫 老牛 今天大发现啊 这绿叶 竟然可以加速生长 陈寻嘖嘖叹道 说话时还喷了一口涂起来 不过还得再观察观察 如果真是这样 咱们就起飞了 猫猫猫 大黑牛咧开了嘴 小心翼翼地 将那株野草保护起来 陈寻摊开手掌 一不做二不休 五官扭曲 大吼道 我乃要湿 吸干我又如何 大黑牛 静 如同死一般寂静 只有山洞外那 稀稀利利的大雨声 陈寻大住了 手掌没有任何反应 再也无法凝聚出绿叶 他倾咳一声 老牛 你来试试 猫 大黑牛牛掌摊开 好像浑身都在用力 也是没有任何反应 没事 咱们慢慢试 不缺时间 猫猫 时光如逆旅 推动着人不断向前 又是一年匆匆而过 凝云山脉外围 渐渐传出了野人传说 恐怖无比 这个野人时常出没在深山老林 坐下还有一头野牛 砖吃人骨头 许多百姓的枯骨 都被他们捡去 夜晚时分 还有阴森的唢呐声传荡山林 并伴随着诡异的铃铛声 如锁魂使者 如果遇见此野人 不能击杀就找个坑 把自己埋了吧 无数百姓听得大汉淋漓 凝云山脉深处 他们不敢进去 咋外围还出了个野人呢 这还要不要人活了 如今进山的百姓 都是成群结队 手中拿有武器 四下防备野人突袭 如果把他击杀了 还能去官府领赏 不少赏金猎人 默默加入其中 一处扇风脚下 陈巡带着大黑牛 在捡人骨头 老牛 虽然咱们不认识他们 但是我们这行 也有规矩的不是 陈巡又在草堆处 捡起了一个人骨 给他们立个种 也算是积累功德了 这年头 谁又容易呢 猫猫 大黑牛不断点头 他们如今已积累了不少功德 像孙老说的 老天会保佑他们的 你看 你这一踩 十年功德又没了 猫猫猫 大黑牛猛然抬腿大叫 他不小心踩到骨头了 他恳求地看着陈巡 这样吧 今天我吃肉 你喝汤 佛祖会原谅你的 猫 猫大黑牛神色挣扎 不过为了功德 他还是点头 少吃一顿饿不死 他们就近找了个土坑 把这些枯骨埋下 开始做起法事 大黑牛卖力无比 铃铛匡郎响 他刚才不小心踩到了此人枯骨 想要弥补一下 这一年里 他们也终于搞清楚了 万物晶圆的作用 但是每日只可凝聚一滴 点数十一时 可加速植物一个月生长 如今 他们已经将万物晶圆点到了二 不出陈巡所料 一滴竟然可以加速两个月生长 这可把他们高兴坏了 这意味着 他们可以培育不少珍贵药材 炼气爵也终于有所收获 他们都修炼到了第二层 五十清明 这片天地在他们眼中 都清晰了不少 陈巡体内 也渐渐出现了所谓的法力 但是毫无用处 没技能 好了 走吧 老牛 陈巡一笑 做起这种事 他们丝毫不怕 还心安无比 这是他们每日茶余饭后的散步活动 某某大黑牛蹭了蹭陈巡 想把他的功德给蹭过来一点 哈哈 陈巡抱着大黑牛的牛头 并排而行 往他们的山洞而去 路上 经过一片丛林之石 陈巡与大黑牛的耳朵同时移动 他们瞬间分开 往侧面一躲 休 休 休 三道利剑射来 入土半分 威力之大 若是不躲开 身体都会被穿透 哦 这也人和野牛好灵敏地伸手 树上一名儒雅翩翩的男子微笑道 将弓箭缓缓扔下 拔出了腰上之剑 苏师兄 这等蛮夷之人 就让师妹动手吧 一名女子娇笑道 眼中闪过阵阵寒光 万师妹 你去解决那头野牛 野人就交给我 莫被伤到了 一位刀疤男子宁笑道 那就谢过田师兄了 万师妹回头一笑 风情万种 把刀疤男看得心痒难耐 苏师兄在一旁微笑不语 猎杀者等野人 可是给百玄门加大声望的好事 不仅为民除害 还不知会有多少城中大户捐钱 江湖地位提升 也更能让许多新人慕名而来 一来就是杀招 不怕杀错人了吗 他们树下传来一道冰冷的声音 情绪像是在极度压抑 苏师兄看向陈寻 冷笑道 面旁模糊不清 身穿瘦皮 带着野牛 你就是那专吃人骨的野人吧 我们可没看错 我们没有吃过人骨 那是给他们立种 不信你们可自行查看 陈寻一字一句地说道 铿锵有力 我和老牛 没有招惹过你们任何人 哈哈 三人像是听到了 这个世上最好笑的笑话 苏师兄摇头感叹 不愧是野人 你觉得 现在是你说了算吗 我和老牛可去当面对质 但是 我再重复一次 我们没有惹你们任何人 陈寻眼神冷冽地扫过树上三人 是你们误会了 野人 我想是你误会了 真相已经不重要 刀疤男子拔刀宁笑 踏然而下 稳稳立在地面 功力深厚 你只有死了 百姓才会安心 我百学们才能更进一步 话音一落 刀疤男子猛然冲来 轻轻高高凸起 刀光颤鸣 显得彪悍无比 只取陈寻头颅 好慢 陈寻微微眯眼 一个侧身 从身上拔出开山斧 硬抗这道迅猛沉重的刀势 当 一阵火花声响起 刀疤男子虎口一颤 大吃一惊 这野人好大的力气 但是他出手并无章法 一看就没有武功在身 陈寻默默给了大黑牛一个眼神 两人迅速缠斗在一起 金属碰撞声不断响起 打得难分难解 大黑牛正欲上前帮忙 万师妹从后窜出 一箭劈来 只不过大黑牛不断逃窜 硬是没伤到他一寸皮肤 好你个畜生 万师妹瞳孔微睁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灵活的黑牛 手中见光不断 把大黑牛追得到处跑 苏师兄皱眉 这野人力大 田师弟可能坚持不了多久 他一声大喝 田师弟 我来助你 苏师兄 快来斩杀此聊 刀疤男眼中大吉 冷汗直流 他现在手中满是鲜血 虎口开裂 每一次与开山斧的碰撞 身体都是一阵 苏师兄腾空跃起 这野人浑身都是破绽 他挥舞着长剑 带着凌厉的杀气 狠狠从陈寻侧面斩下 终于来了吗 陈寻嘴角微微仰起 左手从腰间 瞬间拿出一柄开山斧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速度 挡下这道偷袭 叮铃刺耳的碰撞声响起 苏师兄一惊 竟然是使双斧 陈寻脚下猛然加速 瞬间消失在原地 田师弟 小心 苏师兄亥然 这野人刚才竟然未使出全力 但是此时提醒已经晚了 两道俯光闪过 刀疤男鲜血飞剑 头颅冲天起 身子扑通一下 栽倒在地 而那道残影还未停下 苏师兄惊得目瞪口呆 眼睛不停打转 手中死死捏住长剑 哄 陈寻脚步猛的一踏 从旁一跃而起 双斧重重劈下 苏师兄反应之快 提剑就要挡住这道攻势 然而他低估了绝对的力量 啊 苏师兄发出怒吼般的咆哮 他的剑在开裂 他的手他的身体 在不断响起骨折的声音 他的剑被活生生劈断 两府不减攻势地 披入苏师兄体内 大量的烟红鲜血战出 你 苏师兄眼中带着怨恨 他不相信自己就这么死了 我还不会轻功 要是被你跑了 那就可惜了 陈寻冷哼道 双斧从他身体缓缓拔出 当你们动杀心时 就已注定结局 不然我可不会跟你们废话 苏师兄贪软地倒下 眼中依然带着不敢置信 万师妹那一处 也是响起惊叫 大黑牛看见陈寻动手 他也动手了 一蹄子就将他踢了个残废 黑牛冲撞一出 直接死透 老牛 干活 猫 一人一牛相当愤怒 焚尸灭迹羊骨灰 布置作案现场一条龙 探案高手来了 也得说一句 此地无事发生 两道身影渐渐消失 不过他们的眉目皆是不爽 这算个什么事 莫名其妙 不过也算给陈寻好好上了一课 人心险恶 他们换上衣着 准备下山打听打听 毕竟他们确实没做什么坏事 次日 陈寻背上竹篓 将大黑牛和身体洗了个干净 背着他们培育的药材开始下山 眼中人畜无害 山下 不仅有百姓 还有官兵 和一些江湖中人 皆是抬头挺胸 眼神一个比一个牛逼 口中还不断说着 怎么围剿野人 大哥 山上发生啥事了呀 这么兴师动众的 陈寻牵着大黑牛走来 周围人的目光 只是打亮了他两眼 便放向别处 一个放牛娃罢了 小兄弟 你还不知道吗 山脉出野人了 一位中年男子 杂杂呼呼地说道 听说杀了人还吃骨头里 千万别上山了 啊 陈寻大惊 这不会说的是自己吧 除了昨日 他在山里几年没杀人啊 呵呵 所以啊 小命要紧 如此大的山脉 要找到野人可不易 中年男子看着陈寻吃惊的表情 似乎相当受用 多说了两句 谢谢大哥 那我就不去山脉了 陈寻拱手 牵着大黑牛往城中走去 眼中越来越感到离谱 像是抓到了什么 又说不上来 他总感觉 明明是一件小事 莫名被某些人放大了 老牛 算了 别去牵扯这些是非 陈寻拍了拍大黑牛 洒脱说道 说不得是什么大人物安排的事 猫 大黑牛没听懂 但是已经不重要 反正他们跑了 陈寻回到城中 去宁家看了看 一切安好 宁思头发白了很多 陈寻还拿出了几份珍贵药材送出 宁思不断感叹 说收了个好徒弟 就是心地太过善良 怕他以后吃亏 拉着陈寻说了一页的话 一日 陈寻拱手拜别宁思 他们要回铁匠铺 这算是他们在盘宁城真正的家 过了几天后 陈寻露出一道微笑 推开了门 满屋灰尘 呛得不行 他看向那个空档的位置 轻声道 孙老 我们回来了 猫猫大黑牛也跟着叫了两声 老牛 干活 打扫一下 猫 一人一牛开始忙碌 将四处都打扫清洗了一遍 整个铁匠铺焕然一新 整洁无比 路过的街坊眼中一惊 看着铁匠铺的门竟然打开了 喊道 是陈寻兄弟回来了吗 我是你李大婶 李大婶 是我 铁匠铺传来一声大吼回应 可把李大婶高兴坏了 连忙蹬脚 到处给街坊说 陈寻兄弟回来了 这陈寻十几年不见 竟然回来了 这可是打铁的一把好手啊 有百姓的铁器 用到现在还没有坏 就是陈寻打造的 街坊邻居皆是蜂拥而来 有陈寻认识的也有陌生面孔 全都是在给他说 附近的铁匠铺怎么不好 价钱怎么高 还得是你 咦 陈寻兄弟 你咋一点没变呢 感觉还变年轻不少 李大婶上下打量陈寻 嘴中嘖嘖的惊叹 他都比当初老了不止多少 呵呵 我去拜师学医了 会养生之术 陈寻解释道 看向李大婶 最重要还是心态得乐观 越活越年轻 陈寻兄弟 真的 那可不 钻下你家老头被窝 不就知道了 哈哈 周围街放大笑 李大婶满脸羞红 脆道 没个正经 说完就连忙跑了 好了 大家明日再来吧 我也好准备准备 好 陈寻兄弟 祝你开业大吉 没错 我等定来捧场 街坊们热情无比 陈寻拱手微笑 心态已经和原来完全不一样 周围街道的铁匠铺老板 听说陈寻回来后 皆是破口大骂 天杀的降价 给我降价 不过后面陈寻的铁匠铺 每天只开半日 后面就不接单子了 他太忙 能维持生计就行 他们此时正在后院 鼓到药材 这万物晶圆 就算药材离土 也能增加年份 神奇无比 老牛啊 我发现一个很根本性的问题 陈寻认真说道 这个问题 他已经思考良久 猫 大黑牛疑惑 咱们是不是感觉到 炼器二层就有些瓶颈了 吸收天地灵气 老是不得劲 要用时间慢慢磨 猫 你是不是觉得 只要时间够多 就能一直增强修为 总能磨上去 猫 呵呵 老牛 你真是天真啊 陈寻悠悠一笑 这灵根就是天赋 炼器期或许能磨上去 筑机期可就不一定了 猫 若是没有外物辅助 也就是机缘 咱们可能会在境界卡死 一生都无法突破 这就是天赋 不是能靠时间磨的 猫 猫 大黑牛惊叫道 越想越有道理 陈寻想起了前世那些世界性伟人 有些东西 可不是能靠时间就能追上的 普通人活得再久 也最多能增长知识 阅历等 但他可能永远都无法企及到 那些天才的高度 这就是天赋 也是残酷的现实 而最不巧的是 陈寻和大黑牛就是这样的长生普通人 他们深深相视一眼 突然抱在了一起 深情相拥的背后 他们嘴角都带着奸笑 原来你也是菜鸡啊 但是咱们也得小心了 你看我们在山脉啥也没干 不一样得罪人 陈寻郑重说道 这件事疑点重重 情况不对 不要好奇 就如我们现在这样 置身事外 猫猫 大黑牛崇拜的眼神看着陈寻 当初他们还在村里时 村民问李老汉的长寿秘诀 他说 我从来不多管闲事 他当时还没听懂 现在切身体验到了 大黑牛心中激动 全是惊艳 跟着你寻歌混 那不得安排得明明白白 猫 大黑牛彻底服了 陈寻真的是大聪明 还是那句话 那凝云山脉 就是有万年灵药 我们也不去 别拿命去抢机缘 稳住心态 猫猫大黑牛蹭了蹭陈寻 陈寻微微一笑 拍了拍他的牛头 说道 咱们有万物晶圆 实力慢慢提升便是 我们又不需要去找谁报仇 别影响了咱们快乐的日子 大黑牛重重点头 他确实修炼 炼气诀 后心态有些浮躁 老牛 别本末倒置 修仙哪怕到了最高境界 长生不死 一念天地灭 那也是要过日子的 陈寻早看出来 大黑牛有些浮躁了 咱们经历的过程 才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那狗屁境界 大不了运气不好隔屁 谁怕谁啊 猫猫猫猫 大黑牛头点的 跟着小鸡灼米似的 说不定 咱们被什么大能看不顺眼 一手挥灭 死在一起 下辈子还能继续一起呢 陈寻光棍地说道 他就这心态 人死软朝天 反正长生也是白条的 大黑牛听后如醍醐灌顶 连忙跑到陈寻跟前 说不定下一刻就有大能来了 他必须要跟陈寻死一起 哈哈 陈寻大笑 不断将大黑牛推开 他又不断挤上来 半年后 凝云山脉一声惊天巨响 打破了盘宁城的宁静 天穷上屹立着无数修仙者 连城中都能看见 跟个UFO似的 卧槽 老牛 出来看飞人 陈寻连忙大叫 还在桌上抓了一把瓜子 提了个板凳就出来了 猫猫 大黑牛蹦蹦跳跳地跑出来 也吃起了瓜子 牛眼往远处天上看 确实牛逼 街道上人影绰绰 街坊邻居全涌出来看仙人 还有人跪在了地上 不断求保佑 陈寻和大黑牛的势力 可比这些百姓好得多 自带望远近功能 老牛 怎么说 这是打起来了 陈寻坐在板凳上 悠哉悠哉地磕着瓜子 咋都站一起了呀 不列个阵啥的吗 猫 大黑牛也没看懂什么情况 他在地上继续吃瓜子 天际之上 一片红光闪过 剧烈的爆炸声响彻天际 吓得无数百姓匍匐在地 口中不知刀念着什么 真牛逼 这至少得住机器了吧 陈寻惊叹道 这瓜子嗑得是越来越香 老牛你说 以后我们能飞了 是不是就叫牛逼上天了 猫猫 大黑牛大怒 他现在已经明白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陈寻在调侃他 他立马把陈寻的瓜子给抢了 陈寻又连忙 把他牛嘴掰开 将瓜子抢了回来 远处天际的战斗 突然变得激烈了起来 各种法术红光不断闪耀 甚至还有修仙者坠落 精彩无比 陈寻与大黑牛 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这可比看杂耍舒服得多 我的天啊 一个个跟个人行武器似的 陈寻张大了嘴巴 真是开眼界了 凡人武功再高 那法术跟个激光般的就来了 这谁顶得住啊 猫 大黑牛也张大了嘴巴附和了一句 太过离谱 城中无数百姓都带着敬畏之色 这就是仙人的力量 凡人无法企及的终极高度 仙人大战来得快 去得也快 天际出现各种顿光 打了半日就渐渐消失 这么快就没了吗 还没看够呢 哎 猫陈寻与大黑牛意犹未尽 他们至少能看一个月 这可比电视剧精彩得多 老牛 干活去 猫 日子还是要继续过的 这斗法又和他们没关系 只不过陈寻倒是开始幻想 以后若是进入修仙界 天天看别人斗法 也是相当不错 后院里 陈寻与大黑牛睁大了双眼 看着那百年份的野山餐 那无数被抽空晶圆的夜晚 再如今又算了什么 老牛 发财了 陈寻看直了眼 这野山餐可是被他和大黑牛 全力用绿叶培育 金子起步 绝对 猫 大黑牛激动了 他还没见过金子呢 就这年份 绝对是无数城中大户绝竹之物 可以掉命的存在 陈寻狠狠咽了一口唾沫 药材书籍大多都有记载 可以说是凡间的神物 老牛 卖了吗 猫 猫 大黑牛犹豫了一下 又摇头 他们不缺钱财 已经够日常花销了 这可是他们的宝贝 行 那就留着 以备不时之需 陈寻点头 也觉得卖了太可惜 对不起那无数日夜的金元 老牛 咱们赔一点其他药材 几十年就够了 不然太过惹眼 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猫 大黑牛重重点头 陈寻给他讲过很多怀弊其罪的故事 他懂 他们在宁云山脉几年 采摘的全是一些药材 倒是没见过传说中的灵药 人这辈子哪有这么好的运气 不过经过今日修仙者在天穷大战后 盘宁城的百姓与贵胄们浮躁不已 求仙心切 大批大批的人前往宁云山脉 其中还出现了不少江湖骗子 忽悠的别人倾家荡产 恶匪杀人截获之事 卖棺材的生意倒是开始大火起来 这些江湖门派也开始不甘寂寞 先宗不要的弟子 我要 先宗不管的是 我管 所以在各方也渐渐出现了一些 快智人口的江湖狭义之事 宁云山脉的野人也逐渐被人忘在脑后 时间似乎可以释然一切 幽幽岁月 欲归无地 一晃又是五年而过 这五年来 陈寻将长生点全加在了万物晶圆上 他和大黑牛也终于把炼七七 磨到了第三层 当初和他称兄道弟的街坊们 皆是老得老 走得走 陈寻与大黑牛包揽了不少白事 为他们家人忙前忙后 秋夜 天高露浓 清冷的月光洒下大地 是那么幽暗 却又照亮了一处处灵堂 今年走的人似乎多了些 不觉初秋夜渐长 清风袭袭重凄凉 陈寻站在灵堂外吹起了唢呐 夜落无声 他心中不禁黯然 默默一叹 那些熟悉的笑脸 再一个个消失 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些笑脸 也会在心中渐渐模糊吧 灵堂内各处都是低难哭泣 陈寻缓步走过各处 该帮的都帮了 他如今又能做什么呢 唯有吃息 陈寻兄弟 谢谢你了 节爱 节爱 陈寻起身低声道 勉强露出一丝微笑 我们已经做过法事 黄泉路上 吴小鬼敢挡路 他们的家人重重点头 只是紧紧握住了陈寻的手 眼中饱含感谢的泪水 默默大黑牛在灵堂外低声叫道 身上叮铃作响 保佑那些失去的人 私人已逝 生者如私 这条街道 似乎已经不能呆了 陈寻与大黑牛太过奇特 越来越多的人来找他们 似乎已不再关注铁匠铺 次日 这是一个清晨 万类俱寂 风带着刺骨的寒意 街道旁的老树泛着枯黄 关门的声音很轻 陈寻与大黑牛离开了 他最后看了一眼街道 不经意间 目光就被时间折叠成重重印记 他们如同时间的旅行者 匆匆如过客 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这一家铁匠铺在今后也在未开门 街坊都说 陈寻可能已经客死他乡 多年后 也只是记得曾经有那么一个铁匠 打铁嘎嘎猛 一月之后 夜晚 盘宁西城 这里是城中最为繁华之地 能住在西城的人 非富即贵 一块地皮 那已经是天价 百姓看了贵福 狗看了摇头 一行人走在这繁华街道上 男的气宇轩昂 女的清秀绝俗 他们眼中满是惊奇 但举止 皆有一股出尘之感 还是凡人的世界精彩啊 其中的女孩笑道 声音如清泉般翠儿 老在宗门修炼 只能和山里的灵兽玩 夜师妹 你想错了 我来说两句 一个神色古板男子微微摇头 那是你没见识过修仙者的城池 潘宁城不过是沧海一宿 天地之广阔 超乎你想象 啊 于师兄 真的 真的吗 夜师妹激动了 小脸微红 难道于师兄去过 于师兄神色一宿 古板的脸变得更加古板 他认真说道 我没去过 众人脸色一抽 咦 那是什么 夜师妹像是突然看到了什么惊奇的东西 连忙跑去 众人无奈指的跟上 但是看见后都是一惊 那是一个小型屋子 看似是商铺 但又像是摊贩 它占了很大一块地 周围围满了人 热火朝天 人气已是爆棚 只见老板挥洒着汗水 手里提着大锅 火焰蹭蹭地往外冒 时不时加上一些让食客感到意外的调料 小房子里还有一个窗口 里面正伸出来一个黑牛头 拿着黑梯子收铜钱 还会找零 外面还摆着不少烤串 那香味十里飘香 让他们这一行人闻到后 都不禁感觉肚子都有些饿 如此火热的摊贩 自然有铜藏极度 但是那老板身缠三把开山斧 弯腰时那不经意间露出的十六块腹肌 让大家都成为了兄弟 老板 我要吃这个 叶师妹欢喜说道 他啥都想吃 还有那个 那个 小姑娘 先来后到呀 是不 先去交钱吧 老板说话相当耿直 那些等候的人听了 心中直呼舒爽 在这里吃东西 就是得尽 于师兄 快来给钱呀 叶师妹跳着脚招呼道 不断用穷鼻闻着那香味 陶醉了 于师兄浑身不自在 跨过人群 来到了窗口旁 摸了一块银子出来 和一头大黑牛缓缓对视 一眼万年 于师兄猛了 嘴巴微微张开 咋是头牛 大黑牛猛了 喘出一口鼻息 咋给这么多 他算不过来 摸 大黑牛向陈寻叫道 来了 陈寻转身 看到银子后 双眼一亮 来大户了 朝于师兄笑道 公子 我家老牛没见过银子 别介意 无妨 于师兄眨了眨眼 接过碎银后 神情还是有些猛 他站在人群外 师弟师妹们 都去吃东西了 他微微皱眉地 看向大黑牛 双眼流光闪过 繁体 没有任何问题 于师兄低难道 又看向摊贩老板 也是繁体 看来是我多虑了 陈寻炒饭的手 微微一顿 他感觉到 有人在探查自己 体内的法力 竟然有了波动 但被万物晶圆遮过 有修仙者 陈寻 还在大大咧咧地 弄着食物 心中开始警惕 抬起头来 笑着喊了一句出锅 扫射周围众人一眼 那小女孩喊了一句于师兄 这一行人极有可能是 莫要招惹 陈寻心中默默想到 手中的活儿一点不慢 对谁都是笑脸相迎 临近午夜 附近的百姓 已经渐渐回家 街道上行人稀疏 陈寻也准备收摊了 各位公子 小姐 我们也要收摊睡觉了 别吃了吧 陈寻震惊地说道 这群人竟然围在这里吃了一碗 他准备的食材都要不够了 不过也赚足了钱 叶师妹娇哼一声 老板 你继续做 我们有的是银子 老板 你这味道确实不错 于师兄冷不丁地说道 看见师弟师妹如此推崇 他也试了试 现在有点停不下来 是啊 老板 咱们又不是不给银子 其余人皆是附和道 眼神中充满赞赏 没食材了 各位 陈寻瞳孔微章 这修仙者这么能吃吗 主要还是他的调料 加了些他们培育的名贵药材 一般人没这实力 那老板 你每天晚上都在这吗 叶师妹开心笑道 我好久没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了 不一定 我这摊位是流动的 流动 就是随遇而安 想在哪就在哪 陈寻解释道 如果长时间在一个地方 不太好 要不你来我们宗门当厨子 清灵 于师兄冷声喝道 该走了 要是再多盐 就送你回去 叶师妹听后 汗毛倒数 周围的师弟师妹们 也是神情一阵 于师兄生气了 各位慢走 陈寻笑着拱手 终于送走了这群大佛 他微微舒了一口气 老牛 走吧 摸 大黑牛从小屋子跑出来 他们开始合力推动起来 轻松无比 找了块无人的草地就停下 老牛 今天赚了多少 陈寻擦了擦汗水 咧嘴笑道 辛苦你了 某某大黑牛蹭了蹭陈寻 太过见外 咱们多赚点钱留着 这几年赚的全给朋友安排后事了 某 大黑牛点头 现在的日子就不错 不用去交集认识任何人 不然老师他们就不见了 他的朋友其实很多 那些街坊们 老是来找他唠嗑 诉说心事 街坊们觉得 大黑牛听不懂 但是他能听懂 以为是他们真心相待 而且 他也喜欢听故事 老牛 陈寻猛地拍了一下牛头 大黑牛痛得摸摸地大叫 眼神疑惑地看着陈寻 你给我高兴点啊 装深沉吗 陈寻羊怒道 他这一月 很少见到老牛的笑脸 怎么还过不去了呢 摸大黑牛低声叫道 他在小房子里 用舌头舔了舔脚 眼神中带着悲伤 一直没缓过来 咱们做这些事 可全是功德 你心里默念 把功德给咱们朋友 他们下辈子绝对是大户 天天过好日子 陈寻没好气地说道 用出了杀手锏 上天和佛祖都会保佑他们 摸 大黑牛眼中冒出金光 老功德 他可就来劲了 他对功德深信不疑 摸摸摸 真的 我都已经给了 不然你看我像你这样吗 陈寻认真说道 阵阵有词 摸摸摸摸大黑牛 立马起身盘腿 嘴里不断发出摸摸声 不知道在刀念啥 陈寻摇头一笑 微微低叹一声 他的心境已再慢慢改变 这流动小房子 已是他迈出的第一步 在一个地方越久 似乎羁绊越多 他们又不是无情之人 终归是不适合凡人借的 摸 完事了 摸大黑牛往陈寻身上贴了过来 咧嘴一笑 他已经把功德全部给朋友了 以后又要开始重新积攒 哈哈 陈寻感慨地拍了拍大黑牛 靠在一起渐渐入睡 后面的日子 他们在盘宁城随遇而安 四处都去逛逛 看看 晚上做小吃卖出 白天一起去进货 看见喜欢的东西就买 一年之后 陈寻的流动小屋子 还真在盘宁城打出了不小名气 不少人慕名而来 皆是竖起大拇指 好吃 终于 在一阳光明媚的早晨 他们去进货之时 流动小屋子被偷走了 陈寻此时正扛着两袋肉 看着空空荡荡的草地 两袋肉缓缓从肩上掉落 重重砸在了地上 也砸进了他们心里 我们的屋子呢 猫猫 猫 大黑牛焦急大叫 在草地到处跑动 硬是没看见他们的屋子 在哪 一人一牛 跪倒在草地前 眼神空洞 生无可恋 家 又没了 天杀的 天杀的呀 陈寻满脸暴怒之色 额头青筋暴起 这么大个屋子都能偷的 大黑牛气得浑身发抖 不断对着地上喷出鼻息 草皮翻飞 太可恶了 可恶至极呀 团伙 绝对是大团伙作案 陈寻嘴中喷出唾沫 看着草地上的诡计 他娘的 今日 我们要大开杀箭 咱们过碗瓢盆全在里面呢 跟了我们多少年了 猫 大黑牛站起来了 他浑身肌肉暴涨 看着车咕噜的方向 不可能推动得很快 连他们都要使不少力气 陈寻从衣服中摸出了那张 久违的汉匪面巾 解开衣扣 露出了十六块腹肌 又从腰间 缓缓拔出两柄开山斧 大黑牛默默站在了他身旁 他们的眼神 皆是看向一个方向 陈寻胸口起伏 老牛 追 梦 两道身影 画成了两道飓风 他们眼眶不满血丝 疯狂追杀而去 今日不杀个天翻地覆 日月无光 谁都别想走 偷家者 都得死 越过草地 越过大桥 看见了 他们看见他们的小屋子了 陈寻嘴中发出怒吼咆哮 一跃而起 跳得之高 跳得之远 碰 陈寻文文踩在了流动小屋子上 风采无上 冷冷说道 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尔等何意 他缓缓转身 目光看向地面 瞳孔一缩 怎么全是官兵 冤枉啊 猫猫 陈寻与大黑牛 又被拘入大牢 原因是他这摊位太过巨大 占据了不少老百姓原本的位置 别人也要生活 那些繁华地段的位置就这么多 无数摊贩都去报官 说这陈寻的小屋子 实在不太合规矩 这让他们怎么活 十天后 陈寻与大黑牛落魄地 从大牢中走出 这牢中的日子不是人过的呀 他们抬头看天 露出微笑 自由真好 不过官府也是讲道理的 将过碗瓢盆还给了他们 但是这小房子要拆了 也让他们别再这样搞 陈寻感恩戴德 痛哭流涕 大呼倾天大老爷 并且保证再也不会影响别人 这件事是他们不对 今年的长生点 依然是加在了万物晶圆上 一滴绿叶就可加速八个月生长 他们如今的长生点 力量 21 速度 21 万物晶圆 8 陈寻头发有些杂乱 衣服也是脏乱不堪 他和大黑牛开始过起了流浪的生活 他们经常和路边的流浪狗玩 嘻哈声不断 两月之后 他和大黑牛渐渐走到了南城 陈寻听到了一些消息 说是宁大夫快要不行了 他亲自上门 将那朱百年老山身交给了师母 就直接离开 又是一月 宁思魂归天地 无数百姓相送 眼中泪目 平太医馆 不知造福了多少百姓 宁家很大 有很多人 他们头戴白金 陈寻默默地站在人群边缘 似乎也不缺他 这么一个可有可无的人 双风呼啸 吹过陈寻记忆的边缘 只留下空气中那渐渐散去 再也找不回的新香 活到现在 有三位是陈寻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第一位 是老村长 在他们最窘迫时 还记着他们 愿意给那一饭之恩 第二位 是孙老 他们出到盘宁城时 无依无靠 是他给了他们第一个假 第三位 是宁师 传道授业解惑 交给他无数行走时间的道理 似乎医术已变成了次要 他们 好像都走了 陈寻似乎这一次再也绷不住 嘴角不断颤抖 他甚至不敢去看宁师最后一眼 大黑牛只是蹭了蹭陈寻 后者一只手狠狠抱着他的牛头 他们不断跟着人群相送 好像是脚步慢一点 宁师就会走得更慢一些 残阳如血 余灰洒满南城 山的那边传来几声似是归宴的叫声 辽阔的天际 仿佛只剩下他们掠过的身影 宁家人抬着棺材越走越远 渐渐消失在城门 陈寻助力良久 两行青泪缓缓流下 还有无数百姓追了出去 一道道身影 与他们擦身而过 眼中皆透露着哀伤 陈寻牵着大黑牛 与他们相向而行 步伐沉重缓慢 眼中已无悲无喜 他们走了 彻底离开了盘宁城 又是一年匆匆而过 盘宁城内飞扬起无数奇愿灯 山风吹过 陈寻和大黑牛 坐在山巅远远眺望 在心中默默许愿 这一年的长生点 依旧加在了万物晶圆上 这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 老牛 走吧 陈寻微微一笑 他如今成熟了许多 神态中带着一股老恋 胖哥还在等我们呢 默 大黑牛点头 依依不舍地看着远处天际的奇愿灯 他们以前每年都在城中放的 就算当初在凝云山脉 年末也会回去一次 两道身影缓缓下山 眼中带着莫名异味 山下 一个小胖子眼中透露出精明 身穿滑贵锦袍 似乎在等待什么人 胖哥 远处传来一道喊声 是陈寻牵着大飞牛来了 他嘴角露出微笑 看起来是那样的人畜无害 徐兄 小胖子拱手笑道 老气横丘 修仙路漫漫 凡人世间 还是不要太过贪恋 小胖子练弃三层 是凝云山脉远近闻名的散修中介 专门带散修 前去参加每年一度的生鲜大会 赚得盆满钵满 人缘极好 胖哥说得极是 陈寻笑嘻嘻的点头 内心却是富费 不贪念 那你怎么被一些珍贵药材 就给收买了 看你那样子 就是混凡人界的 不过他也理解 如果中介不这么说 谁还去生鲜大会 徐兄 你这还要带一头牛去吗 小胖子微微皱眉 这可是另外的价钱 若是进入仙门 还是将这头黑牛提前处理为好 胖哥 你说笑了 我这资质 哪能想尽就尽 就是去长长见识 徐兄这心性不错 怪不得如此年轻 就能自行修炼到炼气二层 胖哥 难道还看不出我是采药的吗 几年前采到了一株灵药 不小心吃了 陈寻大大咧咧的说道 一看就是个涉事不深的少年 他们现在已经能熟练运用万物晶元 遮挡体内法力 外人探查不出分毫他们的实力 真是安身立命 丰衣足时的不二法门 原来如此 小胖子眼中闪过恍然 打消了一些心中的疑虑 徐兄可知 这个大派为何举办生仙大会吗 小胖子带着陈寻和大黑牛不断前行 渐渐往山脉深处走去 路上竟然还遇见了几位散修 把陈寻吓得一击灵 不过他们神态相当冷漠 像是认识小胖子 打量了 陈寻两眼就自顾自地走了 还望胖哥解惑 陈寻姿态相当之低 小胖子大为受用 除了各门 各派派人去往各处招收的弟子外 还有大量散修流落在外 小胖子侃侃而谈 那些人皆是因为许多意外原因 踏上先路 其中不乏资质天才之辈 胖哥说得有道理 如果被埋没了 也是个大先宗的损失 哎 对了 我干这一行多年 那散修的数量 每年如过江之计啊 小胖子嘖嘖叹道 不断感叹 这也是各大派扩充实力的大好机会 谁又不想更进一步呢 主要还是得有胖哥这样的人 不然咱们散修哪来的机会 陈寻这句话倒是真心的 而且深有感触 小胖子突然拍了拍陈寻肩膀 眼神中带着上道的赞赏之意 本来还想加钱的 便算了 他也是见过太多散修无疾而终 所以比他们看得更开 助击无望 不如好好享受陈世间 寻兄 我多说一句 胖哥请指教 这些大门派对修仙资质要求非常之高 若是没有机会 还是要看得开一些 不要被心魔所扰 小胖子真心说道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上道的散修 以前那些散修哪个不是牛逼上天了 自诩仙人 当他们进入生仙大会后 才发现事实的残酷 往往会有些风魔 做出一些不可预料的事 胖哥所言 警戒 陈寻停下脚步 郑重拱手道 好 我们走吧 小胖子微笑道 继续带路 渐渐地 他们快要走到一个山谷中 周围大雾缭绕 伸手不见五指 寻兄就是这了 九星谷 小胖子副手而立 看向大雾 这是各派合力建立的阵法 若是凡人误入 将会在此迷失 后被送出来 直接进去就可以吗 陈寻下意识地问道 眼中带着震撼 这些大雾 竟然是阵法组成 改变天象了呀 自然 阵法可以辨别修饰体内法力 小胖子呵呵笑道 那寻兄 就此别过 我还要去带别的伞修 好 多谢胖哥 陈寻拱手 眼中带着喜意 小胖子点头 转身离去 潇洒无比 老娘 我们到了呀 修仙者的事件 某某陈寻与大黑牛 助力在外 犹如他们出到盘宁城 那一日 浑身颤抖 心中比当时更加激动 不过陈寻并未进去 而是带着大黑牛 走到一旁 生仙大会 还有几日 才会正式开启 现在是散修入场时间 他默默观察着这群散修 他们着装各异 有人戴着斗笠 有人戴着面具 神秘无比 他们皆是踏入雾中 后又消失不见 陈寻突然悟了 猫猫 大黑牛似乎有些急不可耐 咋还不进去 走 陈寻大喝一声 从怀中摸出了汉匪头巾 直接套在了头上 牵着大黑牛 踏入大雾 嗡一阵嗡鸣声响起 大雾逐渐散开 一副崭新的世界 映入他们的眼帘 九星谷比他想象中大得多 一眼望不到头 无数散修行走在谷内 响起阵阵雨声 周围全是地摊 但是却无叫卖声 各处摆放的东西 陈寻一样也未见过 甚至连名字也叫不出 远方还有一些阁楼 是那些小门小派常住的地方 每年都来收购一些散修的东西 牛逼 猫陈寻牵着大黑牛 缓步走在谷内 离摊贩远远的 然后站在原地观察 他们手中交易的不是金银 而是一块六棱形晶体 被称作零食 还有不少散修 拿出丹药以物易物 陈寻喉咙干涩 睁大了眼睛 大黑牛一脸猛逼 这都是啥呀 他们哪弄来的 怎么活了这么多年 一样都没见过 老娘 咱们相拔老了呀 陈寻狠狠咽了一口唾沫 心脏急剧跳动 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 扬相摆出 大黑牛不断点头 同龄般的大眼越睁越大 蹭了蹭陈寻 牛头朝向一个方向 祸 那就是灵药吗 陈寻朝着那个方向看去 脚步步由踏出 走到一个妙龄少女的摊位前 看到了那三株灵药 清脆欲滴 散发着淡淡灵气 这和普通药材完全不一样 不管是纹路 还是要香味 完全是两个物种 少女正在低着头整理 突然看到了两条腿 和四只牛角 倒有可是有 少女缓缓抬头笑道 突然脸色大变 这是什么造型 你要做什么 姑娘别误会 我们是好人 陈寻露出和善微笑 我们就看看 少女冷汗直冒 那笑容在那道面睛下 为何感觉如此恐怖 此子绝非善备 可能曾经是个打家劫舍的土匪 好好 你看 少女坐着退了一步 神色紧张 那面筋浩强的压迫感 姑娘 这灵药如何辨别年份 我曾在 你买吗 暂时还没有零食 有增进修为的丹药吗 也可以换 暂时还没有 那你问啥 少女没好气地说道 本来就被吓得不轻 还被一阵戏弄 打扰了 陈寻有些不好意思 牵着大黑牛就走 这修仙者做生意 和凡人完全不一样 自己也要改变下思维 他们只要 看着有人在摊位前 就站在不远处 听他们讲解这些东西的名称和作用 这一来二去 收获还真不小 什么福禄 赚笔 单纱 单药 也略知了些皮毛 老妞 我可都记下了 以后吹牛皮 也能讲两句不慎 陈寻心情大好 又学到了不少新东西 去看看那个 某某大黑牛欢快叫了一声 他也记下了 一处摊位旁 一位白须老者意气风发 旁边还围着不少散修 讲道 此乃意气丹 长期服用 一瓶可增进一层修为 这可是老夫耗费七七四十九日炼制 就连炼器五层也有效果 三块下品零食 同手无期 说完后 他还打开了一瓶 一股灵气与药香味扑面而来 周围不少散修已经心动 正欲掏出零食 就是那老骗子 又在生鲜大会行骗了 突然几道大鹤声从远处传来 气势汹汹 诸位 老夫突然心中有感 可能修为又有精进 明日再来 老头脸色一变 手一卷 直接跑路 消失在人海深处 动作之熟练 看来没少干这缺的事 诸位道友 切莫相信此人 那些丹药全是假的 服用之后 完全没有效果 赶来的几人 连忙拱手朝周围说道 眼中带有狠色 看来被骗了不少 周围散修皆是拱手道谢 心中涌起一股后怕 差点就被骗了 完全看不出 这丹药有任何问题 待到人散去后 陈勋嘖嘖叹道 老牛 你看 这修仙界 也是有骗子的呀 和咱们凡人没什么两样 猫猫 大黑牛重重点头 瞳孔一颤 他刚才也信了那老头的鬼话 陈勋牵着大黑牛继续行走 到处偷听别人说话 打探消息 行为相当鬼祟 只是他自己没有发现 还有三日生仙大会就要开起来呀 前国十大仙门齐聚 若是进入 那可就李渔月龙门了 哈哈 我等还是别想了 能进入普通仙门就不错了 十大仙门 哪是我们这等资质平庸之辈能去的 也是 但是不去闯一闯 还是心中难干啊 那十大仙门 每座仙门在古中心 设有五道关卡 没有大智慧大毅力之辈 还是别想了 听说每年都有不少死伤 没有炼气七层 还是别去为好 唉 几位散修摇头探道 从陈寻身旁走过 这生仙之路 可谓是万军走独木桥 困难重重 乃像那些天赋卓绝之辈 出生就被直接接走了 古中心 十大仙门 五道关卡 陈寻与大黑牛 又记住了要点 他们相视一笑 感觉又转了 老娘 咱们去那边 好像是卖兵器的 陈寻激动地大喊了一声 打铁他是行家呀 牵着大黑牛就走 那边同样围着不少人 他们站在外围 不过事实让陈寻失望了 这并不是兵器 而是法器 可不是靠打铁来的 上面摆放着不少飞剑 还有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 皆是用法力才能驱使 真牛 陈寻嘴角流出了羡慕的泪水 若是把开山符打造成法器 那以后 还真可能一府开山了 牟大黑牛嘴角躺出唾液 要是把自己牛角练成法器那样 黑牛冲撞谁还顶得住 一人一牛 似乎心意相通 各自开始幻想 哈喇子不断流淌 看得周围的散修眉头大皱 买来的土包子 连牛都是一个德行 他们并未在意其他人的目光 而是又看到了一个摊位 老牛 全是技能啊 不 法术 陈寻语无伦次 牵着大黑牛又一次走近 把散修大汉看得又是一惊 我尼玛 土匪也修仙啊 玉物术 火球术 脸气绝 定身术 等法术琳琅满目 就那么扑在地摊上 陈寻和大黑牛不断吞着唾液 他们全都想要 缺零食第一次感觉是如此的缺钱 道有可有重义之物 大哥这些法术哪弄的呀 这么多 啥意思 大汉皱眉 此人想在这里做起老本行不成 他悄悄摸出一张符路 准备叫人 大哥别误会 别误会 下次有零食了我来买 陈寻连忙摆手 有些失态 拉着大黑牛就跑 心脏还在不断跳动 他太激动了 什么东西啊 大汉把符路又放了回去 恶狠狠地看着陈寻离开的方向说道 摸摸大黑牛不断蹭着陈寻 眼中满是激动 这就是修仙者的事件吗 太精彩了 老牛啊 老牛 陈寻一只手抱着大黑牛的头 嘴角微颤 咱们活了这么久 真是白活了 摸 大黑牛拱了陈寻一下 那可不 陈寻嘴中一直低难着牛逼 如同磨正了一般 一个摊位就够他们在远处驻足一天 而这只不过是修仙界的冰山一角 一直走到夜晚 他们找了个无人的地方 以天为辈以地为习靠在一起渐渐入睡 但是不敢睡死 谷内有各大门派弟子维持秩序 倒也显得不乱 有仇的就自己出谷解决 三天后 无数散修聚集谷内 摩肩擦肿 眼中带着熊熊野心 手中法器不断流光迎转 定要一举生仙 好热闹 陈寻牵着大黑牛来到人群边缘 看向谷中心 十座高台铸造旗内 各种纹路精美在镶嵌在内 这建造的材料绝非繁铁 猫猫 大黑牛抬高着牛头 远观这些建筑 就能感觉到一股浩强的气势 他们在凡间从未见过 嗡当嗡当嗡当 天际间传来浩大的破空声 一艘巨舟缓缓驶来 上面站立数道人影 飘渺无比 一道旗帜迎着狂风前进 青阳门到了 前国十大先门之一 破空舟 天啊 谷内传来无数喧哗惨叹声 这些散修见多识广 一下就叫出了名字 陈寻与大黑牛 只能嘴中不断说着卧槽 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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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只庞大无比的红色灵兽 飞过天际 正发出高明 他们的身上还站着人影 正在俯瞰九星谷 前国十大先门之一 紫云宗 听说宗门里有无数绝美仙子 要是能一清方泽 红灵欲卵 也只有这等 仙门才圈养得起 又是无数喧哗声响起 连灵兽都出动了 果真是财大气粗 众散修向往之心更甚 谷内的小门小派心中酸楚 何时才能像十大先门这样亮相 每年也只能捡他们的漏 好像陷入了恶性循环 又是一个接一个的十大先门亮相 谷内天际轰鸣声不断 一个比一个夸张 他们像是在互相比拼 又像是向散修们 展露各自门派实力 众散修被撩拨得气喘吁吁 满脸潮红 心中激动得快要爆裂 一步登天 就在此时 陈寻与大黑牛已经跪了 他们浑身发汗 比这些散修还要夸张 嘴中低男的卧槽就没停下来过 这可比当初那修仙者 在山村收徒夸张多了 这他娘的才是修仙啊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有十大先门的修士 邀请我去打杂 陈寻眼神稀济地看着高台 痴痴说道 我会说我愿意 如果再加个期限 我希望是一万年 摸摸 大黑牛不断点头 他也可以帮忙 打杂嘎嘎嘛 还可以离田 十大高台 各派修士站立前方 有男有女 他们副手而立 眼神灵力 助击期的修为 向重散修压制而来 所有人脸色一变 心中变得冷静不少 皆是看向高台 规则不变 古灵四十以下者 皆有机会过五关 踏入仙门 一位老者站在最前方 运出法力 口中大喝道 有异象者 入关 七日后闭鼓 好 好 一道道低吼声传来 重散修眼中发红 看向各自有异象的 仙门方向 踏步而出 有的仙门设有擂台 有的仙门设有 零根测试等 他们各不相同 皆是要在散修中 选出万里挑一的弟子 每一年的散修 都会死伤无数 但没人放弃 在前国 住鸡丹一丹难求 只有在大仙门内 才有机会 各大小门派的长老 也游走在各处 暗中观察 落榜散修 看到众议之人 就亲自邀请 这也是十大仙门 默认的是 总要给别人留点活路 老妞 我们就别去了 猫 没啥机会 零根那一关 我们就过不去 实力就更别提了 陈寻白了一眼 大黑牛 去送死不成 我突然发现了 个赚钱路子 猫 大黑牛来劲了 他们太缺零食 陈寻悄悄摸摸地 拿出了小册子 看了看周围说道 咱们把各大门派的 关卡记住 然后分析利弊 猫 他不是说规则不变吗 咱们把这些关卡的 大概实力弄懂了 做成策 卖给那些新来的散修 陈寻拍了拍大黑牛 这可以给他们 省多少时间 省多少伤亡 懂了吗 猫猫 大黑牛拱向陈寻 眼中激动 你真的是大聪明 走 陈寻嘴角露出奸笑 他们先去到了擂台 不断记录各散修的实力 大概什么实力 比较稳妥得胜 他将每个大派的关卡 分门别类 做出整理分析 什么人更加适合去 七天时间一会儿过 陈寻与大黑牛猛了 咋这么快 他们都还没分析好 十大仙门 各自带着十几位散修 飘然而去 小门派的长老们 也满意而归 无数散修失魂落魄 那些关卡中的死去的散修 就被这些小门派的人 善后了 他们负责维护谷妹 哎 我就不该去那紫云宗关卡 浪费了大量时间和法力 根本就不适合我 一位散修垂胸顿足 又浪费了一年 人生有多少个一年 过了四十就再无机会 至少紫云宗的试炼 最为安全不适 想开点吧 周到有连人都没了 哎 要是明年 还不行 就去享受世俗繁华吧 只能如此 一位位散修 从陈寻旁边而过 眼神中带着黯然与自我怀疑 甚至还有散修发疯 被宗门修士斩杀在谷妹 也有人看开了 修仙一路并不适合 回到繁修中去了 再也未来过 而争斗此刻 好像才刚刚开始 一些年过四十的散修老游子 前来生仙大会 就是来物色猎物的 谷外发生了不少惨烈搏杀 陈寻带着大黑牛蒙头就跑 还好他们穷 没人盯上 老牛 先去山脉外围 猫 陈寻与大黑牛疯狂逃窜 谁来都不好使 就是跑 而修仙界的阴暗面 才刚刚拉开序幕 又是一年匆匆而过 他们在宁云山脉外围 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 也再也不敢去捡人骨 他们的修为 也只是精进了些 还是卡在炼器三层 将长生点夹在了万物晶圆上 还培育了一株百年药材 他们每日 还在山脉外围寻找灵药 连个影子都没看见 山脉深处就不敢进去了 那里不仅有妖兽 还有小仙门坐落 危险无比 又是一年生仙大会 陈寻与大黑牛如鱼而至 眼中带着稍许牛逼劲了 还能对摊位上的东西 平头论足一番 他们拿着百年药材去出售 却被狠狠羞辱了一番 被人骂脑子不好 就别来休闲 大爷的 咋还看不起人呢 你家没烦人啊 家里全死光啊 大黑牛也催了口唾沫 陈寻与大黑牛走在谷内 一直在那逼逼 还是原来的造型 还是那原来的味道 三天时间一会儿过 十大仙门装逼 时刻又到了 陈寻与大黑牛 站在谷内期待起来 关键别人这笔事装得真好啊 又是无数喧哗惭叹声 不过今日陈寻也跟着叫了几声 至少能喊出别人门派的名字 这七天时间里 陈寻和大黑牛 又继续拿着小册子写写画画 大黑牛还在一旁补充 壁谷时间一到 陈寻和大黑牛第一个冲了出去 比十大仙门走得还快 快得甚至没人发现 已经有人跑了 在绝对的速度面前 似乎阴谋诡计也慢了半招 山中无岁月又是五年 凝云山脉的野兽却遭了大灾 陈寻与大黑牛一口一个小朋友 每日都有野兽遭殃 他们也终于将炼气漆磨到了第四层 将长生点全部加在了万物晶圆 期望有朝一日出宫时 采到一株灵药 他们如今的长生点 力量 21 速度 21 万物晶圆 15 今年的生仙大会 陈寻与大黑牛如约而至 又又又又来了 他们容光焕发 像是回到了家 不过 除了挂在大黑牛两侧的锅碗瓢盆 他们去城中 还印刷了不少小册子 而陈寻在生仙大会开始声名鹊起 人送外号 生仙钉子户 穷得叮当响 只剩一头大黑牛 没有人知道他的容貌与名字 相当神秘 但此人脑子不太好使 常年戴着黑头巾 妄想在修仙界当土匪 传言各位摊贩都要小心此人 因为他 时常在摊贩周围逗留 却拿不出一块零食 估计是在物色什么 但这些只是一些无聊的散修茶余饭后的笑谈 根本没人关注陈寻 只是把他当成个傻子 每年都有新人来 救人去 皆是求仙心切之人 九星谷 大哥 这可是历经我几年的 呕心力血之大作 各大门派的关卡和注意事项都在此内 陈寻弯着身子 笑着不断推销 保证你入仙门的成功率大涨啊 哦 几位散修顿布 眼中来了兴趣 可否介于一关 不过 看到陈寻汉匪面经后 心中皆是一惊 此子绝非善悲 当然 如果满意 再给钱 陈寻微笑道 这几人看着就很面生 一看就是才来生鲜大会的人 卖出的几率大大增加 张兄 你看 这好像真不错啊 散修眼前一亮 给身旁两人看到 连十大门派想招收什么样的弟子 都有说出 确实 就不知道是真是假 两人点头 若是真的 那可不得了 大哥放心 我每年都在这 若有问题直接找我 陈寻拍了拍胸脯 郑重道 一块夏品零食就可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就算只能增加 一成胜算 那不也是赚吗 好 男子大喝一声 眼睛还没离开侧子 这位道友一看就是爽快人 我买了 大哥会演 今年一定顺利进仙门 陈寻产笑道 喜滋滋地接过了那一块夏品零食 真是美不胜收 行 那就见你急言了 男子笑道 这人还真会说话 这零食花的值 三位大哥慢走 猫 陈寻和大黑牛 在他们身后喊道 脸上已经笑开了花 终于赚到了第一桶金 老牛 走 猫猫 陈寻野心勃勃 不偷不抢 这临时赚的就是舒爽 就是干净 大黑牛激动得快要落泪 不断蹭着陈寻 他们真的做到了 后者也一手抱着牛头 没人知道他们 花费了多少心血 这位大哥一看就鹦鹉不凡 天资卓绝 没猜错的话 是来参加十大先门的招收弟子吧 嗯 倒有何事 一位年轻男子脚步一顿 神色亚异 他的优秀 已经如此明显了吗 可恶啊 竟然被人直接看了出来 陈寻微微眯起眼睛 上下打量了他两眼 但是大哥可能缺了一样东西 这至关重要 年轻男子也打量着陈寻 虽然他戴着头巾 但那一双睿智的眼神 却深深地出卖了他 再加上他身后牵着的那头大黑牛 身上竟然还挂着过碗瓢盆 这更给他增添了一股睿智的风采 此人不得了 道友请直说 年轻男子相当客气 陈寻从身后摸出了三本册子 直接一只手摊开 郑重说道 欲要成仙 先看此册 啊 年轻男子大惊 连忙结果 这难道 难道是传说中的 十大先门的关卡接在此册 就看大哥识不识货了 陈寻悠悠说道 副手而立 他眼光在这几年 已相当毒辣 谁有零食 谁没有 一眼可变 年轻男子擦了擦冷汗 这册子里的内容全是干货 可比那些道听途说的好多了 道友 这可要不少零食吧 一块下品零食即可 不 这太不值了 年轻男子猛然摇头 陈寻神色一变 竟然看走眼了 我觉得至少两块 年轻男子认真说道 从储物袋中拿出了零食 大哥 不用 这是统一售价 陈寻皱眉 他不喜欢坐地起价 就一块 两块 一块 那道友是不给我面子了 年轻男子突然神色变得伶俐 如同换了一个人盘 陈寻一惊 连忙改口 好 就两块 大哥果然不是普通人 年轻男子听后 立马变脸 嘴角带笑 道友也绝非普通人 这个册子我很喜欢 先收下了 大哥慢走 陈寻喊了一声 被吓得不轻 刚才那一瞬间 那人体内的法力之浩瀚 是他的几倍 而且 他身上竟然还有传说中的厨物袋 可能大有来历 这种人还得远离才是 猫大黑牛拱了拱陈寻 怎么原地不动了 没事 老牛 继续卖册子去 猫 一人一牛 不断弯腰裴笑推销着手册 还有人说这是假货 吃笑一声就离开了 陈寻也不怒 这很正常 不过一天的收获也相当喜人 竟然卖出了五十册 他们手中有了五十一块下品零食 但是他听说还有中品零食 公认的比例是一比一百 但是真要去换 中品零食随随便便 就能换到一百二十块下品零食 他和大黑牛躲在一个无人角落 眼神不断扫视各方 一只手捏紧了开山腹 老牛 我们发财了 陈寻低声窃喜道 猫大黑牛低声叫道 牛头趴在陈寻怀里 眼中满是高兴 下品零食最大的作用 就是可以用作修炼 那精纯的灵力 可比天地灵气好多了 他们修炼还要不断炼化灵气中的杂志 但那是修仙界狗大户的做法 普通修仙者只能拿来交易 因为丹药的效果要好一些 只是会有药抗性 而能把丹药吃到身体出现药抗 那也是超级狗大户了 药抗根本不在普通修仙者的考虑范畴内 第二天 他们继续推销册子 终于凑够了一百下品零食 陈寻浑身激动地颤抖 大黑牛不断摸摸叫 围着陈寻打转 老牛 咱们一定要低调行事 陈寻鬼鬼祟祟地说道 感觉谁都要来抢他们零食 摸 摸 大黑牛叫道 他懂 第三天 他们没有在卖侧子 而是逛起了个大摊位 突然陈寻眼睛一亮 看到了熟悉的旧人 姑娘 是你啊 少女容貌没有多大变化 还是如同当初的样子 摊位前摆了几株灵药与几瓶丹药 他神色一阵 还是熟悉的那双腿 还是熟悉的那四根黑牛角 他脑海中不由冒出 这土匪咋又牵着牛来了 呵呵 是你啊 少女勉强一笑 这造型真实的太过深入人心 想忘记都难 我们是来买东西的 有零食 那好呀 要买什么 少女眼睛一亮 瞬间来尽了 只要不是来戏弄她的就行 能给我介绍一下这三株灵药吗 陈寻蹲了下来 尴尬一笑 不过他学过医术 还是能看出一点东西来 在少女精益的眼神中 陈寻从裤裆里 摸出了几块灵石 给她证明 看她真的有 好 少女尬住了 眼光下移 指着一株灵药 这是水云草 二十年份 是聚气丹的材料 这是双风草 不过只有十年份 是虫雨丹的材料 这是神会草 三十年份 也是虫雨丹的材料 少女一一介绍道 虽然年份不高 但是作为散修 能采摘到如此多的灵药 已经不易 要是年份再多一点 不少妖兽灵兽 可就要来争夺了 姑娘 多少灵石 我全要了 陈寻舔了舔嘴唇 眼中死死盯着灵药 这年份似乎特别好判断 和她心中预想的一样 二十 少女想了想 直接叫道 啥 陈寻起身惊叫道 那刺耳的声音 听得少女直皱眉头 她娇声道 那你给多少 八块 啥 又轮到少女起身惊叫道 有这么讲价的吗 你咋不去抢啊 陈寻面露难色 一手向裤裆掏去 艰难的拿出几块零食 说道 十块零食吧 我只有这么多 少女胸口微微起伏 观察着陈寻的神情 但是啥都看不出 就那鼻子 眼睛 嘴巴裸露在外 行 那成交 少女重重点头 你再送我三个匣子 我没装的 陈寻看着他身后的药匣子 眼馋已久 不愧是卖灵药的 这就叫专业 少女瞪大了眼睛 这人真是土匪出身啊 艳果拔毛 不过他还是送了 最后还给陈寻甜甜一笑 老牛啊 该省省 该哗哗 懂吗 猫猫 大黑牛不满地拱了拱陈寻 他们在凡人街这么久 早就懂这个道理了 大哥 这火球术咋卖的 陈寻走到了一个卖法术的摊位旁 眼中古井无波 一个中年男子 瞅了一眼陈寻 瞳孔微微睁大 四块下品零食 陈寻面露难色 眼中犹豫不决 大黑牛拉扯着陈寻 走 走 这位道友且慢 中年男子看了看陈寻 又看了一眼大黑牛 真心想要 嗯 有那么一点真心 陈寻点了一下头 两块零食拿走 大哥爽快 陈寻赞道 从裤裆摸了两块零食 拿着法术直接走人 一气呵成 中年男子男子微微摇头 从摊位下又拿出了一本火球术 烂大街的小法术 他可以印刷无数本 陈寻与大黑牛 从各个摊位都买了一本法术 绝不多买 玉物术 基础炼丹树 灵药大拳 灵鸣树 等 还大出血 买了一袋灵药种子 百块零食 很快见底 陈寻与大黑牛走在谷中 心脏砰砰地快速跳动 他们感觉自己家底太丰厚了 有无数散修 想要打劫他们 老牛 某一人一牛 深深相视一眼 脚步逐渐加快 直接冲出了谷中 随后消失不见 这次十大仙门还没亮相 就跑路了 宁云山脉外围 一野兽的窝被他们占据 一块巨石死死封住洞口 普通人根本搬不动 巨石上全是藤蔓 密密麻麻 如果不是特意 还真发现不了 这里有个山洞 擦 火光响起 整个山洞被照的通亮 陈寻满脸通红 大黑牛撒鸭子似的 不断旋转奔跑 老牛 才不外露 稳住心态 陈寻带着颤音 低笑道 看你那样子 什么时候才能像我一样 猫大黑牛不断蹭着陈寻 快乐无比 猫猫 咱们万物晶圆有十五点 加起来就是三十 一天就可加速两年多灵药生长 陈寻越说越激动 唾沫四见 老牛 你会算数吗 一个月是多少年 猫猫 大黑牛叫了两声 拿着石子在地上写写画画 开始算数 七十五年啊 陈寻激动到 看着大黑牛 一个月一株百年灵药 我的天老爷 猫 猫猫 大黑牛猛然一惊 石子掉在地上 他们可打听过 一株百年灵药 大概在一百到两百下品 零食左右 他们还有灵药种子 卖了再买 无限循环 这修仙界 谁能比他们更有零食 别乱想 咱们还没有实力保证 大量出售 陈寻看着大黑牛的神情 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打一枪换一跑 这才不会引人注意 再说 咱们还要自己练丹呢 猫猫 大黑牛不断点头 双眼瞪圆 呆愣无比 差点飘了 咱们先把药匣子的三株灵药 培育到百年 那些灵药种子 一株一株的来 陈寻不急不躁的说道 百年灵草种植在外 那奇特的药香味 可是能引起不少妖兽 灵兽注意 而这种药匣子 不仅能保存药性 还能遮挡药香 以后要多弄一些了 陈寻在心中想到 猫 大黑牛郑重应道 老牛 干活 陈寻笑道 咱们还要修炼法术呢 猫 大黑牛眼睛一亮 那火球术他可是期待已久 那些杂耍艺人 可是都会 他们开始每日培育灵药 修炼法术与炼气诀 饿了渴了 就去山脉中打猎 日子过得惬意无比 大半年后 山洞中分为紧张 风声鹤唳 西门黑牛 没想到短短时间 你已修炼到炼气四层 看来今日流布的你 陈寻眉目冷峻 长指不断交集 体内法力涌动 看我欲物术 猫 大黑牛满脸警惕 一块石子 突然从自己身后而动 竟是要偷袭自己 猫猫猫 他两脚站立 双眼猛然一张 牛掌伴随着法力而出 一道小火球 直袭石子而去 嘶啦嘶啦 整个山洞 都伴随着一股炎热气息 看着小石子 被化为灰烬 大黑牛咧嘴一笑 就这 力拔山吸气盖世 猫 大黑牛响起惊叫 陈寻哈哈大笑 又将大黑牛举过头顶 这招百事不爽 玩闹了一会儿 陈寻与大黑牛坐在了地上 眼中的牛逼劲 已经快要上天 身上终于有法术傍身 不过大黑牛倒是把陈寻惊到了 他们这几年在生仙大会了解过 灵兽可是跟人大不相同 不管是人族的功法还是法术 灵兽一般来说是修炼不了的 但是大黑牛全都可以 可以说已经完全超越了灵兽 但是不管大黑牛到底是什么兽 他永远都是自己的家人 陈寻温暖一笑 拍了拍 还在摸摸叫的大黑牛 又是一年生仙大会 陈寻牵着大黑牛而来 他们孤独前行 眼中带着无尽平静 不少散修看了他们一眼后 都是默默摇头 这就是修仙界最悲惨之人 没有天赋 还看不开 最终只能作画在这荒郊野岭外 不过他们倒是在没有嘲弄之色 这样的人不禁让人佩服 也是多数人的真实写照 大写的悲凉之意 一些老游子也是微微眯起了眼 比起此人他们不如 如果这人不来 他们心中反而有些空落落的 陈寻也从来不在他们的杀人夺宝范围内 他太穷了 而且求仙之心最为纯粹 已经像个傻子盘 谷内 一处宗门楼阁内 陈寻神色已经没有了平静 悲惨大叫道 前辈 再加一点吧 活了半辈子 就捡到这么一株啊 那老者微微皱眉 看着这株百年神会草 心中也是犹豫不决 前辈 这株百年灵药 你看它成色 你看它品质 一点药性没湿啊 刚捡到就送来了 陈寻眼中努力地挤出了 两滴高性的泪水 再加一点 它就是您的了 那再加十块 药性确实不错 好 陈寻面色立马变得沉静 绝不得寸进尺 老者看着陈寻的变脸 神色一抽 隔这儿跟老夫演戏呢 前辈 我再买几个药匣子 我家老牛喜欢得紧 陈寻咧开了嘴 一百二十块零食到手 要是再捡到 也好给您送来 五个一块下品零食 自己去拿吧 老者摇头微笑 看了一眼阁楼外的大飞牛 这百年灵药 哪有那么好运气踩到 在老者惊讶的表情下 陈寻一口气 直接买了三十个 放到了大黑牛两边口袋中 消失不见 真是没见过世面的小子 老者喃喃道 连他手中这株灵药的药匣子 也被要了回去 凝云山脉深处 贺灵树随处可见 这药匣子 就是贺灵树打造的 废不了什么事 不过多年后 陈寻知道了此事 锤胸顿足 浑身感觉有蚂蚁在爬 看见贺灵树就来一斧子 他们现在又来到一处炼丹阁外 这里卖的丹药 可比外面散修卖的贵 但是品质有保障 这位道友 可有众议之物 一位宗门弟子 前来迎接陈寻 这里面的东西 琳琅满目 炼丹炉 灵药 丹药 炼丹树 一应俱全 他见过太多散修中的奇葩之人 这位头戴黑色面镜的男子 已经不起 他内心任何波澜 这炼丹炉怎么卖的 陈寻咳了一声 装作一副很懂行的样子 这是黄街夏品炼丹炉 只要二十块夏品零食 宗门弟子笑着介绍道 指着一个小炉子 这个更大的也是 我就要这个了 陈寻心底一颤 怎么这么贵 不禁问道 这位道友 我看那些散修卖的炉子 也才十块夏品零食啊 他们大多是不入品级的炼丹炉 或者已经有相当多地方的损坏 宗门弟子耐心解释道 这对承担率和丹药品质 会造成严重影响 专业 陈寻赞道 果然买这种法器类的东西 还得走正规商家 随后交零食走人 这修仙界的东西 大多分为天 地 玄 黄 四个阶级 虽然还有更高的 但不是他们这种普通修士能接触的 猫大黑牛对这个小炉子喜欢得很 一直让陈寻给他看 才屡法地 古人成不起我呀 陈寻内心叹道 哪怕是长生 也逃不过这个定律 狗在一个地方 修炼到天荒地楼 那是做梦 修为等着卡死吧 他们又继续卖起了小厕子 不过去年小厕子的反响相当之好 一天就卖出上百零食 一处阴暗角落 陈寻眼中流光闪耀 并无窃喜之情 老妞 咱们今年卖了就别卖了 猫 大黑牛满脸不解 这不卖得挺好吗 这种小厕子 第一是太容易模仿 第二也太过引人注目 咱们要的只是第一桶金 猫 大黑牛恍然 他现在脑子越来越灵光 一点就透 陈寻一个眼神 他就明白要做什么事 当然 别人的眼神 他就不是太懂了 哎 道友 原来你在这啊 一个老头白衣飘飘 微笑着走来 像是找了他们许久 和事 陈寻双目威宁 竟然是当初那个丹药老骗子 我这里有一份造化 是跟你那册子有关 不知道 道友有兴趣没 老头副手笑道 他可是观察 陈寻许久了 每年都来 却不敢闯关 不信他不上钩 陈寻默默摇头 一言不发 牵着大黑牛 直接往街上走去 眼中丝毫没有兴趣 老头正在原地 说道 原来真是个傻子 鱼目脑袋 街道上 老妞 你记住 咱们这辈子不害人 不贪图任何便宜 但也不要相信 任何好事会 砸在我们头上 陈寻目光深邃 一字一句说道 这可能会错失许多机缘 但咱们永远不会吃亏 猫猫 大黑牛不断拱陈寻 他记住了 他们又开始 去寻找灵药种子 灵药难求 但种子却多 陈寻买了好几袋 不过里面 却有大半死种 在里面鱼目混珠 陈寻立马不干了 他炼器四层 身负 火球术 真当自己好 欺负不成 我这明明给的是一袋的零食 你只给我半袋的种子 陈寻眉头一挑 只不过没人看见 猫猫 大黑牛也对着摊胃怒叫一声 怎么 灵药种子本来就这样 倒有事想找茬吗 男子痴笑一声 一到黄浮树立空中 二指一划 一阵光芒激发 瞬间消失不见 他挑衅地看着陈寻 这牵着牛 套着黑金的傻子 只要在这做过 几年生意的谁人不知 炼器三层 无依无靠 陈寻眼中灵明术闪过 此人竟然是炼器四层 而且看起来身家不菲 廖道兄 何人敢再次闹事 人群身后跑来几人 他们身穿相似服饰 极有可能是某个修仙家族 他们全是炼器四层之人 甚至还有一人炼器五层 此时周围 围过来不少散修 皆是戏血冷漠地看着陈寻 怎么 人多欺负人少 陈寻冷冷一笑 眼中毫无聚色 做生意 可不是这么做的 我倒是谁 原来是这个土匪傻子 一位圆脸大汉不屑地说道 道兄 此人交给我吧 好 那男子微微点头 股内不可动法 注意分寸 傻子 跪下给我道兄磕几个头 认个错 今日这事就算过了 圆脸大汉仰头 鼻孔看着陈寻 今后的生仙大会 我不想再看见你 这些人摆明了想戏弄自己 越是生活不如意的人 越是喜欢欺负更弱者 再不摆出点态度 这些散修倒是觉得自己 可以随意拿捏了 你算个什么东西 长得跟个烂西瓜似的 陈寻平静吐出一句 站立在原地不动 也配在我面前 吟吟狂吠 尖牙利嘴 看老子 把你嘴打烂 圆脸大汉 满脸暴怒之色 这傻子竟敢辱骂他 轰然迈出一步 手中冒出微光 金刚拳带着猛烈的拳风 直接向陈寻砸来 碰 陈寻后跨一步 平平无奇地一拳而出 与圆脸大汉的一拳相撞 后者神色大变 表情出现略微痛苦 突然发出一声痛叫 啊 鼓励的声音咔咔响起 圆脸大汗倒飞而出 神色畏惧地看着陈寻 这是什么怪力 廖家的金刚拳竟然被破 这人深藏不落啊 哼哼 没想到这傻 道友竟然有如此实力 周围响起一阵喧哗声 看陈寻的眼神都变了不少 原来此人不是傻子 廖家是吧 陈寻轻微点头 看向大怒的几人 记住 你们还欠我半袋灵药种子 那道友在九星谷外 可要小心点了 男子扶着圆脸大汗 阴沉笑道 会一些体数 并不能决定什么 哦 陈寻笑了 在头套的衬托下 笑得比他更阴沉 更恐怖 笑得直让廖家人心寒 围观的散修们 心中大祸尼马 原来这头套的压迫感这么强 陈寻牵着大黑牛直接走 他们身后还跟着一位廖家人 不过他们脚步慢慢加快 越来越快 三个急转弯 一下冲出了九星谷 消失不见 身后跟着的廖家人梦了 人呢 路上 老妙 这次是我冲动了 若是不在意那半袋灵药种子 就不会结仇 陈寻眼中带着歉意 这几年 他们也听到了不少风言风语 不过都当没事过去了 猫猫 大黑牛眼中毫不在意 明明就是他们故意欺负咱们 人生在世 可不是什么都能让的 暂时先别去生仙大会了 那廖家人肯定会赌我们 陈寻悠悠说道 先提升实力 咱们无依无靠 这修仙界可比凡人界残酷得多 猫 大黑牛硬道 他比陈寻的感觉要灵敏一些 那廖家人明显是动了杀心 回到山脉外围的山洞中 陈寻不断检讨自己 在凡人界待得太久 来到这里 还要争那一时之气 这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杀身大祸 老妙 再遇见这种事 咱们忍了 实力够了 再把失去的拿回来 陈寻嘴里低骂了一句 大黑牛听不懂的话 他娘的几个小兔崽子 摸摸摸大黑牛拱了拱陈寻 他们现在的心态 还没到能把所有事情都看淡 总要精力 老妙 没事 陈寻抱着大黑牛 你去弄弄灵药 我看看炼丹术 摸 大黑牛相当听话 连忙跑去 想让陈寻开心一点 陈寻翻看着基础炼丹术 先要在体内凝聚丹火 然后慢慢提炼灵药药性 最后融为一体成丹 不过 丹火相当耗费法力 若是一个不慎 一如丹药就废了 一个真正的炼丹大师 那绝对是无数灵药堆积而成 但是炼丹术还说到 有地脉之火 可以代替丹火 但是这种地方 一般被先门占据 普通修饰就别想了 陈寻看得津津有味 他曾学过医术 这里面有些东西 也是相通的 炼七七最常见的丹药 就是重雨丹与益气丹 都是增进修为的上好丹药 丹方已经烂大街 二十年份的灵药 就可入药 陈寻难难道 当然年份越高越好 不过有更多年份的灵药 一般都是 拿来炼制更好的丹药 时光如梭 不知不觉间 已经是一年之后 这次生仙大会 他们失约了 廖家人早已在谷外严阵一带 竟没想到扑了个空 看来那傻子有些机灵 知道得罪了大人物 当起缩头乌龟了 而今年还真出现了几人 卖陈寻那般的小册子 相当火热 大赚了一笔 山洞内 陈寻继续将长生点 夹在万物晶圆上 今日 陈寻沉心静气 盘坐地面 大黑牛站了起来 不断给陈寻锤肩膀 鼻息声不断 显得相当激动 即使已到 本座开炉炼丹 望先神诸佛保佑 给我陈寻一个面子 懵懵懵懵 大黑牛也在陈寻身后叫道 陈寻微合的双目 符然睁开 面前摆有一个丹炉 他一指而去 丹炉螺旋升天 与视线齐平 他们的周围 摆放了几十份 重与丹的灵药 全是三十年份以上 是他们 这两年积累所得 去 陈寻一声大喝 一株灵药凌空而起 飞入炉中 丹火从手心而出 陈寻体内法力开始消耗 额头冒出丝丝密汗 丹火在陈寻的操纵下 时大时小 大黑牛现在心情 如同坐过山车一般 七上八下 一株株的灵药 在不断飞入炉中 阵阵药箱扑鼻而来 大黑牛瞪大了牛眼 扑 一道如气泡爆裂的声音响起 一份重与丹药材全部报废 化成了一滩滩废药液 陈寻喘着粗气 拿出一个空白小册子 把刚才的感觉一一记下 每株药材使用的火候等 理论和实践完全是两回事 猫猫 大黑牛还在不断捶肩 这种细活他做不了 只能做做粗活 老牛 没事 我得还几天恢复法力 猫 大黑牛硬道 你还几年都没事 又是三天而过 陈寻才将亏空的法力恢复 今日精气神大震 喊道 即时已到 本座开炉炼丹 望先神诸佛保佑 给我陈寻一个面子 猫猫猫猫 丹炉螺旋升天 一株株灵药 继续飞入炉中 没过多久 又是一滩滩废药液 凉 又是三天而过 法力恢复 陈寻盘坐 手臂青筋抱起 喉道 即时已到 本座开炉炼丹 望先神诸佛保佑 给我陈寻一个面子 猫猫猫猫 丹炉螺旋升天 一株株灵药 继续飞入炉中 没过多久 又又是一滩滩废药液 凉 一月之后 陈寻手指微颤 嘴角微抖 低声道 即时已到 本座开炉炼丹 望先神诸佛保佑 给我陈寻一个面子 猫 丹炉螺旋升天 一株株灵药 继续飞入炉中 没过多久 又又又是一滩滩废药液 凉凉 又是一月而过 大黑牛无精打采 陈寻眼眶深凹 发丝乱舞 颤声道 即时已到 本座开炉炼丹 望先神诸佛保佑 给我陈寻一个面子吧 猫 丹炉螺旋升天 一株株灵药 继续飞入炉中 而这次药香扑鼻 陈寻终于掌握到了精髓 大黑牛眼中露出金光 缓缓站了起来 嘴中很想说出牛逼两字 硬是说不出来 老牛 成了 我成了 哈哈 陈寻疯狂低笑 眼中不满血丝 像要将这炼丹炉生吞了一般 这么多灵药 多少零食就这么没了 果然这修仙界 狗都不当炼丹师 有仙门兜底的 还差不多 某某大黑牛非常激动 看着那十几颗纯白色的丹药 不断给陈寻锤尖 那要香味 整个山洞都能闻到 真是太过美妙 先记录 全是惊艳啊 陈寻差点忘乎所以 这才是大事 开始拿出册子写写画画 每日温习 他最不缺的就是时间 老牛试试效果 梦 他们皆是用手一点 一颗丹药滑入口中 丝滑无比 陈寻与大黑牛精神一阵 一股精纯的药力散发在体内 那种感觉就如 遨游在大海中 却自由无比 带来最极致的享受 叔父 陈寻情不自禁地说道 随着药力的散发 瓶颈似乎松动了 又是一颗虫羽丹入口 继续练花 大黑牛嘴中 不断响起欢快的 摸摸声 盘坐在地上 牛逼 摸 第三颗丹药入口 那卡住的瓶颈 犹如开闸 瞬间突破炼气五层 陈寻与大黑牛 跳脚大喜 他们可不想 卡死在某个境界 这一个月 先别练丹 稳固境界 陈寻激动说道 然后再找条河 洗个澡去 下个月开炉 摸摸 大黑牛疯狂点头 万事开头难 后面的日子里 他们三点一线 过上了日戳 做日入而息的生活 培育种子 炼丹 修炼 又是一年匆匆岁月 生仙大会如约开启 就是再无那个千牛土匪 廖家人大怒 又他娘的埋伏空了 有利无处使 没人知道土匪的长相 也更不知道他的来历 如同人间蒸发 山洞内 陈寻又将长生点 夹在了那万物晶圆上 后半年 陈寻又成功了三炉 他们一边吃丹药 一边巩固境界 不焦不燥 时间对陈寻与大黑牛来说 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而走稳每一步 才是最重要的 他们 如今已经突破炼器六层 恐怖如斯 虽说这灵药生长条件 极为苛刻 但是咱们的万物晶圆 似乎能克服一切 陈寻与大黑牛 又在山洞内开了一个洞口 里面种植满了灵药 全是几十年份的 他在灵药大泉里看过 这些灵药的生长 那是要在灵土里的 猫大黑牛看着他们的江山 乐开了花 真是灵气扑鼻 他们现在都是在这里修炼 就是这炼丹炉 也太不经用了 陈寻皱眉 总感觉这炉子不怎么得劲 看来到时候要去换换 大黑牛点头 炼丹他不是很懂 只是感觉 这炼丹炉的外皮 有些变质 第二年 陈寻虽然没有炼丹 但也忙碌无比 不断沿袭这灵药大全 每日送毒钻研 大黑牛则是管着这片灵药 到了年份就摘下来 放入药匣子中 日子终归是过得平静的 没有那么多破事找上门来 又是一年生仙大会 来了许多生面孔 他们野心勃勃 躊躇满志 一举登仙 一些旧面孔则是摇头感叹 当年嘲笑牵牛套头人 如今自己已是套头人 机会就在眼前 心中难免不甘 他们看不起凡间 宁愿老死在这九星谷 也不愿意灰溜溜地回去 宁云山脉深处 不知埋葬了多少枯骨 那些卖册子的人则是大喜 同行越来越多 正需要新鲜血液 而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的是 这样的生仙大会 其实有很多 十大仙门可不会 只在这么一个地方召开 廖家人也彻底放弃 在九星谷内继续做起生意 一件小事罢了 没必要让别人嘲笑他 廖家人小气 估计那土匪 被什么妖兽啃食的尸骨无存了吧 他们心中这样想到 山洞内 陈寻将长生点 夹在万物晶圆后 开始提神进气 准备开炉炼丹 大黑牛则是准备好了灵药 在一旁当起了啦啦队 对着陈寻一顿揉肩搓背 如今本座法力大增 欲开炉炼丹 望先神诸佛保佑 给我陈寻一个面子 陈寻目光一宁 一袍无风自动 黑发从后背飘散而起 仪式感已经拉满 猫大黑牛长笑一声 陈寻手法熟练 一株株灵药 被迅速放入炉中 顺利无比 本来当初炼一炉丹药 需要恢复三天 如今只需两天 时光匆匆而过 已是大半年后 山洞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炼丹炉炸了 陈寻满面黑气 一脸猛逼 口中吐出浓浓的黑烟 成地中海发型 中间那一块都被炸没了 猫 大黑牛满眼惊慌 喷出厚重鼻息 连忙上前查看 还好人没事 煞时间 他脚下一软 大眼呈现月牙状 脚步轻微倒退 肚子不断抽动 被压制的鼻息声不断 竟然炸炉了 陈寻微微皱眉 此时还没发现问题的严重性 看来这法器也是有磨损性的 怎么头顶有些凉嗖嗖的 陈寻大感不妙 用手摸了摸 再摸了摸 他五官逐渐扭曲 老子的头发呢 山洞中传来狮王般的咆哮怒吼声 震得一些碎石都在掉落 嘎嘎 大黑牛此时已经快要不行 发出一些怪叫声 他从未看见过陈寻如此模样 陈寻默默将汉匪头巾套在了头上 血红的眼睛看向大黑牛 老牛 给我死 猫 山洞内传出一声惊天惨叫 如同过年杀牛的声音 这一年 就在陈寻的炸炉声中缓缓过去 他们将长生点夹在了万物晶圆 已是十九 宁云山脉下起了鹅毛大雪 银白覆满大地 天地连成一线 模糊了边界 模糊了天际 今年的乾国好像有些动荡 听说是边疆发生了战事 无数国之意识踏上行程 前往边关镇守国门 大雪漫天 他们的家人依稀送别 雪地里满是脚印 也满是牵挂 无数意识的家人驻足停留 一直占到了黄昏 不过黄昏的雪 深窃窃 好像有千丝万缕般的情绪 又像海水一般汹涌 能够淹没一切 但无论凡间发生什么 好像都不能阻挡 无数散修的求仙之路 生仙大会照常开启 那个牵牛的套头修士 也没有再来 渐渐被人遗忘脑后 不过谷内倒是发生了一件大事 数百宗门修士 亲自下场 抓捕那些卖册子的人 虽没杀人 但是家当全被清空 这种册子 已经严重影响了 各大仙门的利益 本来大家都是公平竞争 现在出了个这样的攻略 一些仙门前往参加的闯关散修 明显增多 而一些好的苗子也被抢走 被他们归结于这个册子之错 误人子弟 十大仙门一致对外 清除祸患 若再有此事 必让参与的人生死盗消 凝云山脉 外围 一处山洞中 他们如今的灵药种子 已经完全用完 炼丹炉也炸了 陈寻也开始想着下一步计划 大黑牛坐在一旁研磨药材 两只牛蹄用力无比 这是他们平时吃饭用的调料 老牛 咱们先把剩下的丹药用完 其他灵药先留着 猫 大黑牛敷衍叫道 用牛蹄将那些粉末装在瓶中 又继续研磨 眼中满是认真 陈寻扛起两个水缸 里面还装着衣物 笑道 老牛 打水 去不去 猫猫大黑牛焦急叫道 连忙整理石墨 陈寻去了 他去了 大黑牛直接将山洞外的巨石扳开 等到陈寻出去后 又将它盖上 还检查了一下 有什么破绽霉 外面雪花飘飘 寒风肆虐 陈寻只穿了一件单薄的衣服 但是没有任何寒冷质感 他们走到一处溪流边 到处凿冰冻 陈寻一只手举着水缸装水 大黑牛也拿着另一个水缸 站在小溪中央 欢快得很 期间 因为大黑牛撒鸭子太欢 冰面破裂 直接掉了进去 被陈寻眼疾手快地拉了上来 装满水后 又开始坐在一起洗衣服 一人一牛 嘴里不知说着什么 哈哈大笑声不断 天际的雪花漫天飞舞 他们坐在几尺深的雪堆中 似乎天地间 唯有那位少年和一头大黑牛 岁月静好 享受当下 没过多久 一些枯枝被踩断的声音传来 还带着厚重的踏雪声 虽然很远 但是以他们如今的听力 早已听见 陈寻与大黑牛 看向白雪挨挨的树林中 此时正有一大群人 穿着破旧衣袍走来 手里还杵着木棍 他们脸上脏兮兮的 脸被动得通红 起码有上百人 男女老少皆有 每个人的脸中 皆是带着震惊 如此大雪 竟然在这洗衣服 还有一头大黑牛 竟然坐了起来 蹄子上也拿着衣服和造脚 老人家 你们这是迷路了吗 陈寻随口问道 这是一群凡人 心中的警惕心渐渐放下 大黑牛也只是看了他们一眼 没什么危险 继续搓衣服了 嘴里时不时响起摸摸声 少侠 我们是从丹嵩城逃难来的 一位年长的老者 步履蹒跚地走了过来 这位少年一看就是练武之人 身强体健 如此大雪都不畏寒冷 丹嵩城 这么远 那得到凝云山脉另一头了 陈寻惊讶到 丹嵩城他也听说过 李林盘宁城 不过路途遥远 是去盘宁城吗 对的 对的 老者点头 看来是要到了 眼中一喜 老人家 发生了何事 这凝云山脉如此危险 你们都敢横穿 少侠你想错了 我们是走得外围 绕路而行 老者摇头 深深一探 如今乾国动荡 乱军四起 还有匪寇作乱 丹嵩城的城主都被人杀了 啊 陈寻一惊 立马理解这些人了 是他 他也跑路啊 盘宁城从东南方走就到了 你们绕了点路 多谢少侠 老者拱手道 说了这么多 他其实就是想问路 没事 没事 陈寻摆手 看着这些逃难的人 路上注意安全啊 这里野兽挺多的 多谢少侠 多谢少侠 谢谢大哥哥 人群中传来不少道谢声 还有一个小女孩脆声声的喊道 他们眼中都燃起了希望 终于要到盘宁城了 那可是做大城 治安相当稳定 陈寻微微一笑 看着众人离开 大黑牛也对着他们 蒙蒙叫了一声 老牛 我给你讲 不管是哪个世界 只要有国度 那都是烽火连天啊 百姓都得遭殃 陈寻感慨说道 他前世的国家历史 那就是一部惨痛的战争史 已经刻在了每个人的血液中 蒙 蒙蒙蒙 大黑牛来劲了 蹄子上的火都停下了 他不断用身子蹭着陈寻 快讲 那就得从下朝开始说起 陈寻庄严慎重地开始讲起 大黑牛眼睛瞪得溜圆 听得如痴如醉 还记下了几个人名 过了半个时辰 他们已经洗完衣服 坐在这里欣赏雪景 陈寻还在那里 给大黑牛讲历史 沉浸其中 欲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陈寻拍了拍 意犹未尽的大黑牛 看向洗好的衣物 咱们衣物都被冻成冰块了 猛 大黑牛突然回神 还真是 走走走 还好有火球术 陈寻起身 扛着水缸拿着衣物 带着大黑牛往山洞中去 有了法术就是方便 直接烘干 路上 他们渐渐开始感觉不对劲 风雪中 怎么飘荡着一股血腥味 老牛 陈寻低声道 从怀中拿出头套 直接套在了头上 小心点 梦 大黑牛低声应道 眼中带着警惕 他的嗅觉相当灵敏 远处 一棵树下正倒着几具尸体 鲜血染红一片雪地 又被大雪渐渐掩埋 陈寻眉头大皱 脚步逐渐放慢 好像每隔半里路 就有几具尸体 身上有着刀伤 而且是没死多久 脚印杂乱不清 猫 大黑牛望着陈寻 有几人好眼熟 像是刚才问路的百姓 陈寻渐渐靠近 翻开了几具尸体 有一个女人死死护着一个小女孩 但是她们都断气了 连伤口都开始结冰 这个小女孩陈寻记得 谢谢大哥哥的脆声 还萦绕回响在她脑海中 陈寻心中一颤 缓缓道 你娘的 穷凶极恶呀 孩子都不放过 猫猫 大黑牛还在拱着几人 想把他们唤醒 不是修仙者 应该是什么恶匪 陈寻半蹲着 抬头看向远方 这里的尸体 全是老人妇孺 凶手应该 还在追杀那些百姓 两个水缸和衣物 被陈寻与大黑牛放在了原地 两柄开山斧缓缓旋转 一片片雪花 被切割成两半 嗅 嗅 轰他们原地的 后雪都是一阵 空气中传来猛烈的音爆声 他们如同踩在雪海之中 脚后掀起大片雪浪 气势滔天 远方 数十个山匪猖狂大笑 手中的大刀 不断滴落着鲜血 如今盘宁城也陷入了动荡 大批武夫被征兵 谁能管他们 大哥这逃难到盘宁城的人 是越来越多了呀 一个山匪争獰大笑 他们可是 带着全部家当来的 干一票全是肥肉 这才是好日子啊 大哥提着大刀疯狂大笑 终于迎来了我们的天下 小的们 给我杀 是大哥 是大哥 山匪们举着大刀高声应道 他们身后是一片尸体 杀人越货 畅快无比 以前还有官兵围剿 如今都上战场去了 日子舒坦了 一道道惨叫声响起 又是几位百姓无助的倒下惨死 他们眼中带着深深的不甘 死不瞑目 明明他们就快要到了 山匪们笑得更加大声了 搜刮他们衣物里的经营首饰 逃难的百姓就喜欢带这些 突然 他们身后传来什么暴动声 所有山匪都朝身后看去 双眼微眯 怎么地面的雪见得这么高 什么鬼东西 大哥催了一口唾沫 身上穿着兽皮 提刀站在最前方 雪太大 看不清 有东西在跑 我去 大哥 怎么有点不对劲 是人 还是头黑牛 不好 快跑 大哥瞳孔剧烈收缩 口中突然咆哮大叫道 而当他们看清身影时 已经晚了 陈寻脚步一踏 还在加速 破空声猛然响起 骤然而至 大哥此时已经脑子短路 不过眨眼间 那人就已来到自己头上 这人的眼神 是他这辈子 见过最冷的眼神 是 大哥的头颅冲天起 眼中似乎还未反应过来 他身体血流如柱 不断喷洒 直接向前倾倒 大黑牛直接冲进山匪人群中 嘴中发出怒笑 山匪们神色痛苦万分 如同被山岳撞击 活活被大黑牛撞死 一道接一道的绝望惨叫声响起 他们甚至到死 也不知道是谁杀了他们 烟雾漫天 几十个山匪的尸体 被火球束着烧殆尽 陈寻与大黑牛的身影 也渐渐消失在了这漫天大雪中 山洞内 陈寻与大黑牛 已经将水缸与衣物拿回 他们有些沉默 没想到好心却办了坏事 他们的尸骨 陈寻和大黑牛没有处理 已经被厚厚的大雪掩埋 许多人已经没了踪迹 如果陈寻不止路的话 或许他们不会遇到 这群穷凶极恶的山匪 老牛 有些事情 并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陈寻轻轻一探 拍了拍大黑牛 这个世道 这个环境 我们决定不了 也没有能力改变 猫大黑牛 又将牛头放在了陈寻怀里 咱们唯一能决定的 就是我们自己 但求问心无愧 陈寻看向大黑牛 微微一笑 这样的事情 随时随地都在发生 看开一点 猫大黑牛点头 心中就是觉得 那群人太过可恶 抢劫还杀人 老牛 咱们开始修炼吧 虫雨淡还没吃完 陈寻神色一震 将刚才的不快一扫而空 往前看 要做的事还要许多 猫猫 大黑牛瞳孔微争 也打起了精神 他们吃丹药相当之慢 相当之稳 当初还连吃几颗 现在是吃一颗打坐几天 慢慢炼化药力 熟悉增长的法力 时间随着他们的坐吃山空 渐渐消逝 又是一年而过 今年好像未在下雪 如今 他们已经突破到炼气七层 虫雨淡已经完全消耗完 不过存了七株百年灵药 准备发家致富 陈寻也终于将万物晶圆点到了二十 他们准备明年开始加点法力 看看是不是体内法力会增多 从明云山脉另一头逃难的人 也越来越多 有人饿死在了路上 被突旧啃食 有人被野兽击杀 有人被山匪抢劫 还有人从他们山洞外路过 似乎外面越来越不太平 看着不少饥寒交迫的百姓 陈寻和大黑牛 也会悄悄给他们一些熏干的肉食 但再也没有过多接触 这世上的因果 谁又说得清呢 如此世道 伞修们对实力的渴望更加强烈 他们挤破了脑袋 想进入十大仙门 而不是在这凡间浑浑噩噩的过日子 比起外界的惨状 生仙大会如火如荼 比往年还更加热烈 他们心底天高 向往那更广阔的修仙世界 山洞内 一人一牛与世无争 做着各自的事 外界的纷纷扰扰 与他们无关 老妙 我去一趟生仙大会 你在这里等我 陈寻这次不准备戴头套 也不准备戴大黑牛 这样稳妥一些 猫猫 大黑牛用嘴死死拽住陈寻 他们从来没分开过 我一天后就回来 要是没回来 你来找我 猫 真的 我何时骗过你 快的话半天就回来 陈寻笑道 他们已经没有灵药和炼丹炉 必须要去一趟 猫大黑牛点头 跑去把山洞巨石搬开 然后就在这等陈寻 陈寻一个箭步冲出 他这次拿着四个药匣子 里面是四株百年灵草 也没有再用万物晶圆遮挡修为 大黑牛一犹豫 追了出去 送了陈寻很远 快要进入山脉深处 他才离开 嘴中不断发出摸摸叫声 陈寻一步三回头 看到大黑牛消失在视线后才 加快脚步 人又变多不少啊 陈寻路上遇见了不少散修 一看到他那炼气七层的修为 皆是前辈先行 眼中带着尊敬 在实力为尊的世界 永远是打者为先 陈寻也低调无比 谁也没有搭理 进入九星谷后 他轻车熟路地走在各处 听说了卖册子的事 陈寻只是微微一笑 眼中闪过莫名意味 谷内卖东西的散修也多了不少 都是在以物易物 为了增加闯关的胜算 他走到一处小宗门的楼阁内 调整好情绪 陈寻哭丧着脸 一步一步踏入阁内 前辈 那晚狂风暴雨 这株灵药 是我历经千辛万苦 在一山崖之顶采摘的呀 陈寻又要崩溃了 他眼含热泪 为了他的药性不失 我身受重伤 只为给前辈最快送来 整这么一出 宗门长老又不会了 由于片刻后 给陈寻加了十块零食 前辈会演 前辈会演啊 陈寻激动高呼 像是这辈子没见过零食似的 宗门长老探查了一下陈寻 把他搞得心中一阵 竟是练起七层修饰 还如此年轻 在他惊叹的眼神中 陈寻又买了三十个药匣子而去 还是拿蛇皮口袋装的 这真是练起七层修饰 宗门长老正住良久 此人的作风言行完全看不出啊 倒是像个市井凡人 陈寻拱着背 缓缓走在谷内各处 去那些散修摊位旁 讲价良久 买了三袋灵药种子 只不过 他这次给零食之前 可是好好检查了一番 他毫不起眼 尤其是那蛇皮口袋的破洞 不经意间露出的空壳药匣子 让散修老油子们大感晦气 陈寻又到处逛了逛 然后走进了另一处的宗门阁楼内 说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 字里行间中没有任何窘迫 却处处都是窘迫 陈寻的腰似乎被那蛇皮口袋压得更弯了 陈寻那哭丧的脸像是家里死了牛 一直没有变过 在摊位旁 为了一块零食的插架 争得面红耳赤 他在炼丹阁内买了个更好的炼丹炉 花了五十块下品零食 并且问了炸炉的事 原来如此 陈寻走在路上 心中闪过恍然 原来这炼丹炉也是要用法力运养的 他以前老是用过后就放着了 每过一个时辰 他就会去不同的宗门阁楼出售百年灵药 四珠百年灵药很快销售一空 蛇皮口袋里也已经有十几代灵药种子 不过这些灵药种子 全是炼气漆所用的单药材料 买不到更好的 他四处搜刮 不急不缓 看到他那炼气七层的修为 不少散修都对他相当客气 也更不敢坑他 随后陈寻脚步加快 嘴角微微扬起 消失在了九星谷 一路无视地回到了山洞中 老牛 我回来了 陈寻一只手把巨石扳开 一道黑影窜出 大黑牛瞬间扑了过来 嘴中不断发着摸摸叫声 哈哈 走咱们进去说 陈寻抱着牛头 左右看了看 随后将巨石封住山洞 走了进去 摸摸大黑牛不断围着陈寻转 眼中满是高兴 还用嘴不断扯着他 好了 就这一次 以后绝不丢下你 陈寻高兴说道 看向蛇皮口袋 快看看里面的宝贝 猫 大黑牛双眼一亮 他好像闻到了不少灵药种子的气味 连忙去查看 直接傻眼 猫大黑牛震惊地看着陈寻 竟然有二十几代 太牛了 哈哈 老牛 他们就交给你了 里面还有不少一气丹的灵药 陈寻则是看起了那炼丹炉 手中宝贝不已 这次可要好好照顾他了 猫猫 大黑牛眼眸闪过兴奋 站了起来 将它们往另一个洞拿去 他很喜欢种植灵药 它们的万物晶圆加起来 如今已有四十 一个月就可以培育三珠三十多年的灵药 老牛 干活 猫 一人一牛 充满对未来的激情 开始各自忙碌起来 脚步就没停下来过 白云悠悠 时光飞逝 又是一年春秋 人生苦短 沉淀的又是多少往事与回忆 老牛 把药匣子保存好 用法力酝养 别被虫子给啃了 猫猫 老牛 记得将灵药分门别类 做事别猫猫躁躁的 现在习惯 没养成好 今后咋办 猫猫 明云山脉外围 某处山洞内 连两个长生者都在不断努力 抓紧时间做有意义的事 少了许多唏嘘感叹 而今年的乾国似乎更加动荡 国内甚至还有修仙者作恶凡间 十大仙门派出大量弟子 是要稳定好凡间秩序 这可是无数弟子的来源 想让我们后继无人吗 修仙者险胜凡间 无数百姓激动了 烧香拜佛求保佑 随着十大仙门的亲自下场 乾国似乎变得更加混乱 甚至还有妖魔鬼怪出现 来宁云山脉求仙的凡人更多了 山脉深处的妖兽变得兴奋 更增加了无数尸骨 生仙大会都变得有些混乱 山洞内 丁 宿主已可加点 陈寻脑海中响起长生系统的声音 他眼中渐渐变得有些兴奋 老妞 今年咱们可以试试法力了 陈寻向大黑牛喊道 说不得法力大增 一举突破 猫 大黑牛睁着大眼连忙跑来 浑身黑曲曲的跟个煤炭一样 要不是那一双牛脚在那 还真看不出是头牛 来吧 本座准备好飞升了 猫猫 陈寻与大黑牛眼带兴奋 盘坐在地上 开始加点 它们如今的长生点 法力一 力量 二十一 速度 二十一 万物晶圆 二十 一股热流涌动体内 陈寻与大黑牛越来越紧张 双眼威合 连忙感受体内法力 半个时辰过去了 啊 没了 猫 陈寻猛了 大黑牛猛了 没啥感觉啊 还是炼气七层 山洞内还是那样漆黑带着烛光 巨石那一丝裂缝透过的微风 还是那样轻柔 加的点太少了 猫 大黑牛看着陈寻点头 应该是这样 加点越多 效果越好 那明年再看看吧 先干活去 忙呢 陈寻无所谓的说到 大黑牛也跟着点头 跑到要填那去了 心中毫不在意 两月之后 陈寻与大黑牛 正在用火球术烘干衣物 突然山洞内漫天大火 浓烟滚滚 卧槽 快收 猫 陈寻与大黑牛惊声咆哮道 但是火球术是收了 衣物却全烧没了 大黑牛连忙推动巨石 陈寻穿着个裤衩子就跑出来了 眼中生无可恋 什么 什么情况 陈寻麻木的喃喃说道 缓缓看向大黑牛 我用的是火球术啊 猫猫 大黑牛摇头 双眼睁得巨大 怀疑地看向陈寻 你不会偷学什么法术了吧 这是火球术 猫 大黑牛拱开了陈寻 站了起来 给你展示一下 什么是火球术 还隔着跟我老牛装 陈寻愣愣地看向大黑牛 心中还是未想通 猫 大黑牛大叫一声 他对着远方 眼神认真 体力法力从牛体中窜出 一团超巨大的火球生腾 轰滋啦滋啦 阎光阵阵 大火漫天 无数枯枝树叶被烧毁 浓烟生起 老牛 快收 救火去 陈寻惊骇万壮 他们还没学水系法术呢 放火烧山啊 这是 猫 猫猫猫 大黑牛不敢置信地 看着了自己的杰作 一下被陈寻拉走 还未反应过来 一个时辰后 大火终于扑灭 陈寻一脸黑壮 裤衩子都差点被烧没 头发凌乱无比 比逃难的百姓还惨 他们回到山洞中 相对做 老牛 我明白了 原来这法力 不是我们体内的法力 陈寻狠狠咽了一口唾沫 打了个宝格 喷出一道黑烟 这法力 是对咱们法术的加成 猫大黑牛也懂了 眼中还带着震惊 真是不得了 关键是对法力的消耗也太小 陈寻张大了嘴巴 如今火球术的消耗 还不如原来的五成 原来关键点在这 猫 老牛你让开点 陈寻双目微宁 一掌摊开 我试试单火 猫 大黑牛连忙跑得远远的 躲到了种植灵药的洞里 伸出了半只牛头 好精春 一道小火苗 缓缓出现在陈寻手掌 他不断控制体内法力增强 这道火苗越来越大 直到和原来的单火一样 陈寻才停下 果然如此 陈寻微微一笑 不断控制单火 体内法力的流逝相当之慢 长此以往 我可对单火掌控入微 猫大黑牛慢慢靠近 看着这朵单火虽然和原来一样 但是感觉好像更加灵动了 陈寻手掌一握 单火又回到了体内 他看向大黑牛 老牛 我们要开始重修法力 猫 因为我不想再剩个裤衩子 陈寻没好气地说道 懂了吗 猫猫 大黑牛咧嘴一笑 懂了懂了 后面的日子里 他们不断适应体内法力 终于找到了窍门 已可收放自如 期间陈寻还开了几炉 承担率不仅大增 而且法力消耗也在变小 不少炼丹师 就是倒在了单火这一关 因为体内只要法力波动 一个不胜一炉丹药就毁了 所以都选择更为稳妥的地脉之火 一人一牛 缓缓在山洞内歪嘴一笑 闪烁的烛光 把他们硬撑得恐怖无比 天可补 海可田 南山可宜 日月既往 不可覆追 五年时间谎言而过 前国边关迎来大战 太子正式继位 朝堂迎来一片血洗 百姓哀嚎遍野 苦不堪言 五国雄心勃勃 大军压境 前国国运动荡 十大仙门开始插手国战 五国仙门自然不从 新一轮的争斗自此开始 各处暗潮汹涌 天下大势之下 无人可独善其身 兴 百姓苦 亡 百姓苦 凝云山脉外围 一个带着汉匪头套的人 正牵着一头大黑牛 缓缓向山脉深处走去 路过一片山林之时 大树上窜出十几道山匪人影 他们舔着嘴唇 目光悠悠地看着树下的人影 手中大刀寒光朔朔 此人牵着一头牛 肯定不是什么大人物 他们山匪也是有眼力见的 不是什么人都懂 动手 嘿嘿 将牛留下吧 给老子死 哈哈 十几位山匪跃到空中 眼中闪过视血的光芒 杀人可是件快乐的事 尤其是猎物 那最后的绝望嘶吼声 而那牵着牛的人 似乎还未反应过来 还在往前行走 山匪们眼中更兴奋了 真是个傻子啊 突然 惊变突然而起 一道道进风刮过 以那牵牛人为原点 无数石子腾空而起 如同利剑一般射来 他们速度之快 之猛烈 甚至超过了肉眼能看见的速度 啊 一道道惊声惨叫响彻山林 惊起无数林中飞鸟 十几位山匪 无力地栽倒在地面 头颅被一个个石子洞穿 破开大洞 鲜血不断流淌地面 梦 那头大黑牛轻声一叫 山林中燃起一片火光 十几位山匪尸骨无存 但却连周围的草都没烧到 一人一牛继续往前行走 眼中古井无波 甚至没有惊起他们心中的一点波澜 老牛 这世道真是越来越不太平 陈巡平静说道 平视前方 明云山脉鱼龙混杂 咱们也要准备离开了 梦 大黑牛重重应道 眼中甚至带有一丝杀气 这五年 他们经历的太多 也看得太多 这个世界 似乎从来都没有 他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有逃难的人 饿得生吃同伴之肉 有人举足迁徙 最后只剩一只毒苗 却被山匪击杀 有人求先问道 最后死在妖兽口中 有人对他们心生歹意 奔将仇报 最终被无情击杀 经历种种 陈巡与大黑牛的眼中 终于出现了一丝弹幕 一群连名字都不知道的过客罢了 陈巡嘴角微微扬起 老牛 可别被他们影响心境了 咱们的天地还广着呢 某某大黑牛蹭着陈巡 咧开了嘴 一人一牛继续前行 而这五年的长生点 全加在了法力上 一身法术出神入化 已经产生了质变 他们如今已经不敢全力施展法术 连个小小的欲物术都变得恐怖无比 真是千里之外 去敌人手机如同探囊取物 站在地面 只要在视野范围内 连低空的小鸟都能打落 火球术就更加恐怖了 而且练出的丹药 也有一种说不清到不明的意味 总感觉比以往的丹药药力要强的多 练丹炉都给练得报废 不过随着大量的丹药入口 他们如今已经突破练起70层 虫语丹与益气丹 再也不能增加他们的修为 一层极为明显的薄膜挡在体内 丹田凝固 如钢铁城墙般 怎么也冲击不过去 今日 焦阳似火 虽有北风 但仍有一股暖意 进入凝云山脉深处 空气中浮动着不知名的花香 走在崎岖的山路上 他们遇见了一群下山的人 咦 走在前方的少傅一顿 看着陈寻良久 竟然是你 陈寻与大黑牛一正 谁呀这是 玩碰瓷呢 连少傅身旁的人都是 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这人戴个头套 你都能认出来 快十年了吧 没想到你又来了 少傅突然一笑 身上带着一股淡淡芳香 我记得你的头套和牛 陈寻皱眉 他这一笑 似乎当年一个被他吓到的少女 正和这位少傅缓缓重合 他声音成熟了许多 面容也不再是当初那个妙龄少女 眼中多了许多故事与稳重 呵呵是你呀 陈寻想起来了 问道 这不是生仙大会开始了吗 你不卖灵药了吗 不卖了 修仙资质有限 准备回家了 少傅笑道 此人的头套还是那样滑稽 家族准备了一门轻事 那恭喜啊 我其实对红白喜事都有涉恋 陈寻认真说道 还拱了下手 我观姑娘面相 是有福之人 今后定是万事顺意 那就借道友吉言了 少傅微微点头 深深看了一眼生仙大会的方向 那也祝道友一举登仙 万事圣意 道友 一路顺风 陈寻牵着大黑牛往侧退了一步 少傅转身 看着陈寻又露出了那当初的甜甜一笑 带着众人离去 陈寻也继续上路 两路人相向而行 奔向不同的未来 擦身而过 他突然顿住回头 看着山下的一行人 一席山峰而过 满山花海接起 少傅青丝飞舞 陈寻淡然一笑 转身离去 九星谷内 陈寻牵着大黑牛踏入 全是陌生的面孔 他们走在各处 伞修们行色匆匆 满眼都是对实力的渴望 三天后 十大仙门的人立临 无数喧哗声响起 陈寻与大黑牛默默看着高台 这十大仙门 每年派来的人都不一样 但皆是筑基七修士 老牛 猫 闯关 陈寻牵着大黑牛 走向紫云宗高台 一众伞修惊异 此人竟然带着一头反牛闯关 真是好生滑稽 高台之顶 三位女子副手而立 目光如电 看向那个套头人眼中闪过有趣 第一关 傀儡兽 十只炼气五层的机关傀儡 躲过他们的攻击 踏入下一层 不少散修的目光都被陈寻吸引 竟然是炼气七层的修士 随着陈寻的踏入 傀儡兽身躯闪过一阵红光 他们列阵八方 朝陈寻进攻而来 不畏生死 陈寻脚下猛然一阵 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 他一只手抬起大黑牛 快速闪避过几道法术 瞬间来到一只傀儡兽身后 只见陈寻手掌铺满火焰 傀儡兽的背部如同被岩浆融化 一块晶体露出 傀儡兽突然变得动弹不得 如法炮制 陈寻快 准 很发挥到极致 十只傀儡兽全被解决 似乎并没费太大劲 此人 此人刚才用的是什么法说 紫云先宗的傀儡 竟然被他一手解决了 要知道 这种傀儡材料可价值不菲 真是大开眼见 我等闯关最多是躲避 此人竟然将这些傀儡全部灭掉 好恐怖的实力 紫云宗高台下响起阵阵哗然 他们还从未听说过 一手拖着一头黑牛 一手解决十只傀儡兽的人 高台之顶 三名女子眼中闪过震惊之色 云师姐 这位散修有些过分了吧 一位女子愤愤说道 这可是紫云宗的财产 全让他给破坏了 有趣 云师姐张开薄唇 淡淡说道 眼中毫不在意 我倒是想看看 他到底是什么资质 话音一落 三人都拿起一道令牌 第二关 测古灵与资质 陈寻带着大黑牛 进入一处大殿之中 大殿内五光十色 忠心有一阵法 他直接踏入 古灵二十 女子看着手中的令牌 言语一颤 资质 武系砸灵根 可惜了 不过在散修中 也算得上一位人物 云师姐略微遗憾 这位散修在第一关 明显没用权力 不过修仙资质 在紫云宗卡得很死 练气气的战力 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 殿内 陈寻微微一笑 目的已经达到 紫云宗最重资质 接下来 已经没有必要再闯关 而这第一关 不过是给了所有人希望罢了 他在这观察了几年 早已看透紫云宗的路子 老妞 走了 梦 陈寻从另一道门离去 没有再闯关 似乎是知道自己资质不行 云师姐只是深深看了一眼陈寻 便将目光放到别处 紫云宗也派出几位弟子 从储物袋中放出了傀儡兽 新一轮的闯关继续开始 道友请留步 一位中年男子 身穿青衣 眼中带着和扇 在另一道门外 叫住了陈寻 而猎人往往都是以猎物的身份出现啊 陈寻牵着大黑牛茫然地看向他 道友何事 我乃枝阳周五云宗弟子 尹俊 中年男子自我介绍道 又微微一叹 方才官道友战力勇猛 却又受资质所限 难免惋惜 前国有九州 而宁云山脉在永泉州 相隔甚远 用角力赶路 至少也要大半年 而五云宗 也是志阳州的大宗先门 虽然不如十大先门 但是名号也是在前国修仙界 响当当的存在 这五云宗 也与紫云宗交好 听说上层人物关系相当不错 这也是尹俊能来这简陋的原因 原来是五云宗弟子 久仰久仰 陈寻拱手道 眼中恍然大悟 等待着他的下文 而此人竟然是 练弃其七九层的修士 不知道有有意加入五云宗吗 尹俊笑道 永泉州可没有什么大宗门 修仙资源也相对落后 以往这些散修听到邀请后 皆是荣幸不已 毫无疑议 道友如何证明自己是五云宗弟子 不可能仅凭一句话 我就跟你走吧 我其实已观察许久 一些宗门 为何总是要那些战力较强的散修 而不关心资质 还请道友如实告知 加入五云宗后 需要做什么 天下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 这个道理我懂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我可以带着我家祖传的大黑牛吗 陈寻陈生说道 这些问题放在他心里许久 这也是他真正不敢加入 十大先门的最大原因 这些中等宗门的弟子 还有道理可讲 那些住击七前辈 可就不会跟你多逼逼了 让自己把大黑牛处理了怎么办 当初来时 那小胖子就跟自己说过 最好把大黑牛处理了 那还不如把他杀了 尹俊瞠目结舌 嘴巴越张越大 这人咋了 是童年有过什么巨大阴影吗 这是五云宗弟子令牌 道友请过目 尹俊从储物袋中 拿出一块青色令牌 上面写着五云 文录神秘 一看就不是凡品 此令牌若是激发 可使方圆百里的五云宗弟子 感应支援 尹俊微微无语 要不是招一个合格弟子能有好处 他才不会费如此多的口舌 那你激发试试 道友还请不要介意 散修出身比不得你们大宗弟子 闭谷之时 我自会激发 道时道友自可一遍真假 好 陈寻点头一笑 期待地看着尹俊 尹俊深吸了一口气 眼睛眨了眨说道 其实也并不是什么大秘密 这关系着前国低阶修士的命脉 还请道友明说 是关于助鸡丹的灵药 尹俊缓缓到来 原来前国有一处秘境 名为南斗山 每二十年开启一次 是上万年前 前国数百位大修士 共同封印之地 只为前国修仙界后继友人 里面有无数灵药 其中以助鸡丹的灵药 最为之珍贵 但已经被各大仙门瓜分镇守 名额有限 而且 秘境对修为还有着严格限制 只能练习期修士进入 每二十年的竞争之惨烈 实不存一 除了十大仙门 有培育助鸡丹灵药之法 其余宗门皆无 这才是仙门之间最根本的差距 靠自然助鸡 除了浪费时间 还以走火入魔 练习期只有那百年寿命 修炼到十层 已是花了大量时间 哪怕是多争那一年时间 也足够让人头破血流 而前国外界的助鸡灵药 早已被采集的灭绝 练习期修士太多了 功不应求 原来如此 陈寻听后懂了 这是要让他们去做打手 甚至炮灰啊 当然 如果采集到三株主卫灵药 宗门诗书练出一如助鸡丹 自然也会有采集之人一份 尹俊还是补充了一句 又话锋一转 我们五蕴宗 从来不会强迫弟子参加 倒有不必担心 陈寻听后 呵呵一笑没有接话 不过心里却付匪道 这有什么好强迫的 资质差的人 发现助鸡无望 求也要求着去吧 入五蕴宗后 可自行选择执事 每年达到贡献要求即可 尹俊一手父辈 说话不急不缓 比如 我就是外门执事 贡献还可去换取功法 法术等 每年还有宗门大笔 要是被哪个长老看上收入门下 那可就一飞冲天 成为内门弟子了 若是没达到贡献要求呢 来年补上 若是三年连续不达标 那就要被逐出宗门了 尹俊说到此处 眼中闪过畏惧 逐出宗门那可是 要被废修为的 外门弟子只能如此 要是内门弟子就不需要了 当然 助鸡妻也不需要 多谢道友解惑 不过你这头牛 尹俊看向大黑牛 眉头微微皱起 宗门只收灵兽 那再好不过 陈巡拍了拍大黑牛 猫猫 大黑牛走上前来 体内一股法力涌动 尹俊大惊失色 练起七二层 他竟然一直没发现 那便没有问题 尹俊退后了一步说道 灵兽可是修士的一大战力 十大先门之一御兽宗 就是专修灵兽的 在低阶修士中 战力强劲 好 那我陈巡愿入五蕴宗 陈巡郑重拱手道 与尹俊四目相对 还请道友收下这道子令牌 尹俊眼中闪过喜色 又是贡献到手 你还未正式入门 我们还不能以师兄弟相称 多谢 陈巡接过一道青色令牌 比刚才的要小 内心也是有些小激动 闭谷之日 师叔会激发令牌 道友到时自会知道 在哪相会 好的 那便不打扰了 陈巡微笑 带着大飞牛离开 尹俊也是点头 又看向紫云宗的闯关之地 他手中同样有一块 与那三位女子相似的令牌 街道上 大黑牛眼中带着兴奋 时不时拱一下陈巡 老妙 咱们要离开这里了呀 陈巡嘴角带着微笑 总感觉有些匆忙 好像抓住了许多 又像手心中的流沙般 不经意间失去了许多 不过入五蕴宗 早已在陈巡计划之中 他曾在谷内打听过 这五蕴宗实力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非常符合他们的心理预期 而这五蕴宗弟子 每年都游离在紫云宗高台之侧 虽然不知道 他们有什么关系 但是只要 能引起注意即可 在紫云宗第一关 展现远超常人的实力 第二关败北 五蕴宗的人自会找上 他们这次 可是把全部家当带出来了 叮铃 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 是大黑牛扭动了几下身躯 他看着陈巡 陈巡顿下脚步 走到大黑牛身侧 看着他们的锅碗瓢盆 都已经用得发黄 秀极斑斑 到时咱们 好好打磨一番 这可是宝贝 某某陈巡 与大黑牛 缓步走在九星谷 脚步第一次没有那么着急 他们渐渐走出谷口 身躯轰然加速 一座大风山腰 一座孤独的粉肿 屹立在此 他们去到了孙凯乐目前 休气杂草 还上了几炷香 孙老 我们要离开了 是一个很远的地方 不知何年 何月才能回来 陈巡话音很轻 一只手还在摘着杂草 哼 我们还从来没去过 那么远的地方 猫大黑牛也在一旁低南 说着他心中的一些话 山风吹过 大黑牛身上响起叮铃声 两道背影已经离开 一道淡淡的叹息 随着山风飘向远方 又过了半日 陈巡来到宁斯墓前 旁边还有着宁斯之气的墓碑 师父 师母 陈巡话音微微一颤 弯腰拱手 他们的英容笑貌 仿佛就在昨日 你虽然不是天资最为聪慧的那一人 但为师 相信你绝对会是医术最高之人 这孩子确实不错 品行端正 心性极好 两人似乎坐在墓前 还在看着陈巡微笑 眼中露出欣慰 我们要走了 是来向师父 师母道别的 陈巡神情肃穆 深深一拜 大黑牛也跟着一拜 动作小心翼翼 他拍了拍大黑牛 正转身离去 突然脚步一滑 像是被人推了一下 陈巡瞳剧烈收缩 眼眸发颤 猫 老娘 没事 我们走吧 陈巡嘴角露出淡笑 并未回头 牵着大飞牛离去 此时 徐徐微风吹来 无数飘絮突然飞扬天际 没有迷惘 没有愁愁 两道身影越走越远 一轮巨大圆月高挂天穷 初冬的月亮又清又冷 从西面卸下冰一样的银灰 九星谷外 已经有不少散修开始离开 明日叫壁谷 他们已经毫无希望 远处一片草地中 几声怒吼惨叫传来 草上滴落着血迹 还有七八道身影站立各处 嘴角带着冷笑 寒风呼啸 草地被吹得左摇右摆 如同大海中翻起的波浪 一浪推着一浪 此起彼伏相当壮观 敢惹我们廖家 这就是下场 当初那个麦晨巡 灵要种子的中年人 一脚踩爆一个散修的头颅 他满眼阴冷 身旁还环绕着飞剑 道兄 那个套头傻子出现了 圆脸大汉宁笑道 当初的一拳之仇 他可从未忘记 没想到他又来了 他廖家常年在九星谷做生意 家族中可有不少修仙者 虽然没有住机修士坐镇 但也不是散修能随意招惹的 哼 躲了这么久 这次可不会让他逃了 中年男子阴沉说道 环绕的飞剑都变得凌厉了不少 突然 一股心悸感突然传来 廖家人神色一阵 看向草地高处 眼中亥然 圆月之下 一个套头人与一头大黑牛站立高处 一袍被吹得烈烈作响 三柄开山斧和黑牛脚 被淫灰渲染的郁家森寒 廖家人 久违了呀 套头人微微仰头 嘴角露出一抹冷冽微笑 俯视众人 听说你们在找我 一道平淡的声音 如同一柄重锤 砸在廖家人身上 这一人一牛何时出现的 为何连一点感觉都没有 小子 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 圆脸大汉眼中带着兴奋 手中捏着一道福禄 微光响起 大河道 定 咻 陈寻动了 狂风骤然而起 草地被一道巨大风压压的匍匐不起 他的修为也在此时不断提升 炼器五层 炼器六层 炼器十层 所有廖家人头皮发麻 眼眶都要瞪得裂开 圆脸大汉瞳孔聚颤 因为陈寻此时已经到他眼前 连施法都给打断 太慢了 陈寻一只手将圆脸大汉提起 后者浑身发颤 嘴唇不断颤抖 手中的福禄缓缓掉在草地上 梦 大黑牛怒声咆哮 一道火焰气旋不断流转 刹那间 无边火焰轰然而起 漫天都是火光 一道道火焰聚强 将所有廖家人包围 无数炎热的气息扑面而来 火焰中带着剧烈的法术波动 隐藏着肉眼可见的狂暴之力 什么 什么情况 助击 助击七前辈吗 完了 其余廖家人浑身发软 汗毛倒数 嘴中不断带着颤音 眼眶中全是火光 皮肤都能感受到那股灼热之感 中年男子一直处于无神状态 他眼睁睁看着陈勋 提着圆脸大汗 正朝着他一步步走来 下意识操纵飞剑而去 咔嚓 咔嚓 飞剑被陈勋握在手中 一寸一寸捏碎 犹如中年男子现在的心 他双腿一软 颤声道 前辈 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我的半袋灵药种子呢 在 在这 中年男子手忙脚乱 连忙从储物袋中 拿出几袋种子 全都拿给陈勋 陈勋只接过了半袋灵药种子 目光突然一冷 但是我 从来不会放过 对我没有杀心的人 你 道兄 不要 四面火墙内 发出惨绝人寰的叫声 陈勋与大黑牛 眉目冷峻地朝九星谷而去 他们可打听过 这辆家人蹲了他们几年 次日 阳光正好 陈勋手中的子令牌 发出微光 他一道法力注入令牌 看向某个方向 老牛 走 猫猫大黑牛应道 谷内一处空地之中 一艘非洲助力 旁边围着十数人 还有几人着装统一 正恭敬 看向一个身躯笔直的男子 此人正是外门直视长老之一 敖谷 助击前妻修为 敖长老 还有几人未来 尹俊公生说道 无妨 今年的弟子倒是不错 敖谷摸着胡须说道 听说有几位古灵 相当之小的散修 有一位古灵二十 已到那炼气七层之境 一手破了紫云宗十个傀儡兽 尹俊眼中也闪过惊艳 还带有一头炼气二层的灵兽 就是他那修仙资质 是杂灵根 哦 竟然还有如此之人 恐怕去了其他先门闯关 就轮不到 我武运宗了 敖谷连连点头 眼中很是满意 这样的人 绝对是南斗山秘境的主力 竟然被尹俊剪漏 陈寻此时牵着大黑牛已经赶来 风尘仆仆 锅碗瓢盆的叮当声不断 陈道友 来给你介绍一下 尹俊迎向前来 笑道 这位是武运宗外门长老 敖长老 他随即又看向敖谷 敖长老 此人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人 见过敖前辈 来迟一些 还望恕罪 陈寻拱手低头 连忙把头套给摘了 露出一张清秀的面孔 满眼人畜无害 不错 不错 敖谷看向陈寻与大黑牛 微微一笑 他很喜欢董李叔的后辈 去后面吧 是 陈寻连忙牵着大黑牛 跟那些散修站在一起 开始笑着打起招呼来 又过了半个时辰 所有人到齐 他们皆是站立非洲前方 陈寻与大黑牛 激动的心脏 砰砰跳 非洲体型巨大 十几丈长 没有桂杆和船帆 浑身木状结构 可以足足容纳上百人 虽然不如那十大先门 但也是相当有实力的宗门 走吧 敖谷一脚踏上非洲 掌指交机 一道法力打向一处 非洲传来沉闷的巨响声 尹俊带着重散修开始登舟 陈寻牵着大黑牛 到处摸摸看看 这材料一看 就不是普通的木材 这非洲也太大了吧 陈寻不断惊叹 他还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非洲 老牛蹦两下 摸摸大黑牛还真蹦了两下 一点声音都没传来 实心的 其他散修也是不断口中感叹 眼中带着喜色 和陈寻没什么两样 翁又是一道巨响声传来 非洲缓缓升空 陈寻等人身形全是一晃 他们连忙趴在非洲的边缘 看向地面 老牛 起飞了呀 猫猫 一阵阵强烈的寒风吹来 陈寻与大黑牛的嘴唇跟着抖动 九星骨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晰 凹骨盘膝而坐 周围摆放阵齐 他双手皆是一指 整个非洲开始笼罩起一道透明法照 再也没有进风刮来 牛逼 陈寻看着光幕 狠狠咽下唾沫 一只手死死抱着大黑牛 猫大黑牛现在心里慌得一匹 他竟然发现自己有点恐高 牛头连忙往陈寻怀里缩 整个九星骨的全貌映在眼前 陈寻看得愣神 原来九星骨有这么大 还有许多奇花异草 长在骨内各处 地面的人影的渐渐在缩小 一处处山川地脉大河清晰可见 非洲升空完成 开始全速前进 老牛 要走了 真的要走了 陈寻激动地低吼道 一只手死死抓在非洲边缘 眼眶瞪得老大 凝云山脉 猫 大黑牛也伸出了头 看着他们待了这么多年的凝云山脉 这次真的是要彻底离开了 老牛快看啊 盘明城 好大 陈寻又指向另一处 一座巨城的轮廓出现在眼前 甚至能看见城内无数人影走动 这是他们第一次俯瞰 猫 猫猫 大黑牛似乎在寻找什么 到处往下看 非洲穿云破雾 经过一处处巨大山脉 孙老的山峰 陈寻看见了 大黑牛看见了 他突然向外大吼道 孙老 猫 大黑牛也激动了起来 哪怕有些云雾飘过 但是他也看见了 陈寻不知为何 眼中泛起水雾 可能是风太大 眼中进了沙子 他又看见了师父和师母的长眠之地 走了 地面的一切都变得越来越渺小与模糊 非洲速度相当之快 盘明城渐渐在消失 明云山脉渐渐在消失 最后再也看不见 一人一牛 还在望着那个方向 那里承载了他们太多美好记忆 温非洲划过天际 一朵朵云雾被吹得四散 思绪已被抛向远方 再见了小山村 再见了盘明城 再见了宁云山脉 天地之广阔 无数飞鸟翱翔天际 与蓝天白云相衬 与非洲齐飞 又被圆圆甩在身后 陈寻与大黑牛 已离开非洲边缘 目光坚定地看向前方 一处处蜿蜒盘旋的山脉越来越远 非洲调整了几次方向 开始向前国之阳洲直线前进 一段波澜壮阔的旅程即将开始 非洲之上 敖长老看向众人 看来心情都平复得差不多了 敖长老 重散修低头拱手 都感受到了那道目光 宗门花费如此大的代价 愿启用非洲接送诸位 也是希望大家心中有意赶称 敖古沉生道 有些丑话还是要先说在前 无论这修仙界的大小宗门 都是每一个人在出力 还望大家莫要虚度光阴 遵守宗门法度 谨遵敖长老教会 一众散修心里都是一阵 杀人夺宝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一套 可在宗门内不管用了 陈寻眼中闪过恍然 宗门内可不是给你混日子的 也就是所谓的每年贡献 既然给了你一个安心修行的大平台 那你自然也是要回馈宗门的 所有人内心都懂 他们能凭着散修身份 一步一步爬到现在 没有人是傻子 敖古沉世众人一圈 轻轻点头 这些散修虽然资质不高 但却是每二十年南斗山秘境的主力 他们敢拼敢杀 手段颇多 宗门内那些好的苗子重长老 可舍不得拿去搏命 这也是 各宗每年哪怕花再大代价 也要招实力强劲的散修 只为那些好苗子开路 善 敖古面无表情地点头 随即不再多言 站在最前方盘膝而坐 那几位武运宗弟子 也坐在他身后开始修炼 这位道友 一个兽侯一样的男人走向陈寻 他面旁白净 五官相当俊朗 有着练起八层修为 陈寻与大黑牛坐在周围 看向这个未来的师兄 笑着点头 我名吉坤 今后就是同门师兄弟了 前来叨扰 还望道友不要介意 吉坤拱了一下手微笑道 他环视了一圈 其余散修 要么是修为高深 要么是生人物净 就这位看起来好相处一些 我名陈寻 原来是基师兄 久仰久仰 快请坐 陈寻拍了拍前面 大大方方地说道 又看向大黑牛 这是我家祖传大黑牛 练起二层 猫大黑牛匍匐的身子 一下站了起来 对着吉坤一叫 竟然是灵兽 牛师弟好 吉坤盘坐笑道 他不是很懂宗门规矩 就随便叫叫了 不过 听着陈寻叫他师兄 心中竟然有一股 飘飘然的感觉 这散修当久了 终于进入了组织 猫大黑牛听着别人 叫他师弟 眼中一喜 又叫了一声 哼 不知陈师弟 欲加入哪店 五蕴宗体系庞大 派系众多 但是宗门法度可以写错 咱们人生的路 不能选错呀 哦 难道吉师兄 有些内部消息 我对五蕴宗 完全没有了解 陈寻牛逼的看着吉坤 好家伙 这一看 就是宗里有人啊 陈师弟想多了 就是向邀请 我的五蕴宗弟子 打探了一下 不值一提 吉坤连忙摆手 嘴角不自觉的 扬起一抹微笑 五蕴宗有很多人吗 陈寻疑惑到 他看那些江湖门派 也就上千人啊 吉坤伸出手掌 密的比了个五字 五千人 陈寻大惊道 看向大飞牛 后者也是震惊的看着他 这么多修仙者 他们活了这么多年 见过的修仙者 加起来都没这么多 哈哈 吉坤看着陈寻的表情 心中感到无比舒爽 他又摇了摇头 五百人吗 那有点少了 陈寻眼中带着略微失望 陈师弟 是五万余人 吉坤深吸了一口气 缓缓说道 哪知陈寻听后 双眼一番 抽了过去 陈师弟 梦 没过多久 陈寻缓了过来 心中翻起滔天大浪 震惊说道 吉师兄 五万修仙者 确实如此 当时我听后 也和陈师弟反应相差不多 那钱国十大仙门 不是上天了吗 那可不 不只是钱国 听说还有其他国家的修仙者 也在十大仙门中 吉坤感慨地说道 可以说 钱国所有优秀的修仙者 都在十大仙门内了 不知那里有多精彩 老牛 听见吉师兄的话没 这就是建设 这就是格局 陈寻摊开一只手说道 大黑牛已经听得愣神 不断点头 他本以为九星谷就是修仙者的天了 不过 像我们这样的外门弟子 没有背景 加入外门执事殿 才是最好选择 吉坤陈生说道 虽然会执行一些危险任务 但是贡献颇高 可以换到不少宝物 还能增强实战经验 快速提升修为 陈寻心中了然 这吉坤讲了这么多 原来是来拉他入伙的 这么快就开始抱团 好 吉师兄所言 我定会考虑 若要加入外门执事殿 我第一个来找你 陈寻拱手 郑重说道 眼中充满真诚 好 那便不打扰陈师弟 牛师弟了 吉坤拱手一笑 潇洒离去 又去物色道友了 猫大黑牛 冲着吉坤背影叫了一声 陈寻面色沉静 仅凭吉坤一面之词 他可不会做出什么决定 而且 外门执事殿 也和他里面相冲 他带着大黑牛 可不想在宗门内打打杀杀 好不容易找了个 有秩序的地方 只想快快乐乐地过日子 不过 一切都要等到了 五蕴宗之后再说 翁整座非洲 依然在空中不断前行 洲上所有散修的心 也变得越来越忐忑 枝阳州 坐落前国北境 州内多是平原大川 野兽众多 其内鸣风彪悍 多狭义之事 不过枝阳州境内 有几处辉红山脉 神秘无比 玉竹山脉便是其中之一 排在州内第二 它坐落在枝阳州西侧 而州内最为辉红磅礴的山脉 寒云山脉 坐落在枝阳州东侧 玉竹山脉连绵万里 一眼看不到头 常年被大物笼罩 无数百姓在旗内迷路 回来后竟说看见了仙境 山脉虽然巨大 但是人际罕至 无数民间传说 至此衍生而出 连官府也发出告示 凡人进行 山脉内处处都是 崇山峻岭连绵起伏 悬崖峭壁被云雾缭绕 古树参天 山水依微 更是增添了无数层神秘感 但州内所有百姓 都不知道的是 这里竟然是修仙大宗 五蕴宗坐落之处 无边的奇幻大镇 根据一代又一代的五蕴宗长老们 不断不断加持改良 早已不显露人间 大镇之内 一座又一座楼台阁雨 建造山脉其中 还有十几座雄伟大殿 建造在各峰之顶 俯瞰整个玉珠山脉 崇山峻岭间 密密麻麻的洞府 更是四处都有 山脉内 还时不时传出神光闪耀 灵气逼人 羞 羞 无数着装统一的五蕴宗弟子 脚踩飞溅 从低空呼啸而过 他们神色紧张 看起来相当忙碌 在有限的生命里 争分夺妙 天穷之上 几艘非洲史过 陈巡等人 经过一月时间之后 终于到了 陈巡与大黑牛 趴在非洲旁边 嘴中不断惊叹 浑身竟有一股发软之感 太过震撼 老牛 这才是修仙世界啊 那九星谷算什么 陈巡带着颤鹰 眼巴巴地看着地面 那些建筑 完全就和凡间不一样 高端 大气 上档次 猫 大黑牛眼眶发颤 叫声都变得拖长 地面好多修仙者 嗡嗡几艘巨州 稳稳停靠在地面 这里是一个露天高台 犹如一个巨大广场 还有上百位弟子 正站立前方 手捧衣物法器 州内的各位长老 脚踩各自法器飘然离去 路上还在不断说着什么 笑声不断 几艘州内下来了 不过四十几位散修 他们唯唯诺诺地 看向这些先门弟子 不知道该做什么 陈巡牵着大黑牛 也是站在散修边缘 东张西望 怎么连个入宗仪式 也没有 诸位 尹骏神色飞扬 站在最前方 状态已经 和在九星谷完全不一样 领取宗门之物吧 从此之后 大家便是师兄弟 话音一落 他身后的弟子 皆是向前一步 众散修连忙过去领取衣物 令牌 除尘术 玉剑术 五蕴爵 宗门法度 竟然还有储物带 陈巡已经笑得嘴都合不拢 不断黑黑低笑 看着站在前面的弟子 那位弟子微微皱眉 他不是很喜欢散修 冷声说道 收下后 前往宗门大殿 选择各自任职 贡献值关系着 你在宗门的未来 多谢 多谢 陈巡笑着点着头 连忙换上轻衣 气质大变 请问 他话没说完 这位弟子转身就走 一句废话都不想跟陈巡多说 这么高冷 陈巡眉头微挑 宗门大殿砸走啊 他又看向大黑牛 转了一圈 老牛 嘿嘿 像不像仙人 猫猫大黑牛惊叹一声 真是人靠衣装 陈巡变得比以前敞亮多了 但是咱们的衣服也不要扔了 陈巡把他的麻布衣 小心收好 放在大黑牛两侧的兜里 这可是他一针一线缝的 质量上乘 猫 大黑牛点头 眼中带着欢喜雀跃 这宗门内的灵气 可比宁云山卖好的太多 陈师殿 鸡坤也换好了服装 在腰上挂好了令牌 我们去宗门大殿吧 他看着陈巡手足无措的样子 应该是没问道路 这些宗门弟子似乎相当高傲 不想跟他们多言 好嘞 多谢吉师兄引路 陈巡牵着大黑牛 跟在鸡坤身后 往高台下走去 陈师弟客气了 咱们可都是从九星谷来的 自然要多互相照顾 鸡坤朗声道 自带一股大哥风范 陈巡点头 心中对鸡坤 不由心生好感 此人虽然像个兽猴 面色还有时有点阴沉 但是做人没得说 五蕴宗的宗门大殿建造在半山腰上 这里人声鼎沸 全是五蕴宗的弟子 在其内进进出出 大殿古朴典雅 相当宏伟 陈巡与大黑牛站在前面 犹如一个篓一般 毫不起眼 只能仰视 殿外那几根黑色大柱 雕刻着不知名的灵兽 灵找张武 双须飞动 似要腾空而去 栩栩如生 陈师弟 那我先进去了 鸡坤看着还处在震撼中的陈巡 道了一声 不过我说的话 陈师弟还是考虑考虑 好 一定 季师兄 你先去吧 陈巡瞬间回过神来 拱手说道 鸡坤不再多言 转身向宗门大殿走去 眼中带着西记 内心激动不已 多年愿望终于实现 老妞 你看看这建筑 这就是大宗抵御 陈巡赞叹道 牵着大黑牛慢慢走近 还摸了一下 炼气之物 猫 大黑牛来了兴趣 也用牛头蹭了蹭 好冰凉的感觉 他们相比起这些宗门弟子 功力心小了一些 竟然在旁边开始欣赏起宗门大殿来 不断平头论足 陈巡与大黑牛见识大掌 眼中带着欢喜 不断左摸摸 右摸摸 大殿内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弟子 又来了一批又一批 但是陈巡与大黑牛 竟然还在环绕大殿 这位师殿 一位满脸正气的人走来 气势强盛 你牵着头牛 在这做什么 陈巡一惊 看向来人 竟然是练气九层修士 他拱手道 见过师兄 我们在欣赏宗门大殿 欣赏宗门大殿 男子正住了 他看向巨著 师弟 我乃执法殿弟子 时光一世 还是不要浪费在这等之物身上 受教了 受教了 陈巡拱手大汉 我尼玛 你可真是好人啊 嗯 你是新来武运宗的弟子吧 男子微微一笑 此人的宗门令牌 不仅挂反了 手中竟然还捏着橱带 这一头大黑牛两边 也挂了不少随行之物 一看就是采来宗门的散修 师兄慧眼 陈巡浑身有些不自在 来 我陪师弟一同入殿 也给你介绍一下 宗门各殿的组成 男子相当自来熟 像个热心好大哥一般 一手拉着陈巡 一手牵着牛绳 好好 师兄你慢点 摸殿外传来 两道惊呼声 被热心好师兄硬拉着 进入了宗门大殿 热心师兄话相当之多 常年在宗门内 规劝无数师弟迷途之反 听说还把不少人弟子 说得痛哭流涕 高呼我错了 放过我吧 他名叫乐峰 是五蕴宗执法殿内的 一把好手 深受同门的尊敬与喜爱 对于外门弟子 宗门大殿选择相当之多 炼丹殿 炼器殿 俘禄殿 零售殿 执法殿 而外门执事殿体系最为庞大 有着各种任务 什么降妖除魔 管理宗门在外的方式 招收各种弟子等 但是有一处最为冷门 便是管理宗门药员 被视为最吃力不讨好的活 因为灵药极难生长 每日都需灌溉灵水 清除杂草等 每年还需上缴 你管理灵田内的灵药份额 当初所有弟子都觉得 这可太轻松了 赶着烫得上 最后发现 不仅没了时间修炼 灵药也上缴不齐全 反而贡献没拿到 还被劈头盖脸的臭骂 种植灵药 完全就是一门技术活 没有时间的沉淀 他们这些练气期弟子 乃会 哪怕是贡献提高 也只有那么寥寥几人去 还得宗门亲自家派一些老人 乐师兄 救他了 我去种植灵药 陈寻激动到 专业对口了 太对口了 啊 陈师弟 我可是给你讲过坏处了 乐风皱眉 他极其不推荐 新入门的弟子去灵药园 这对宗门和个人 都是一种不负责的态度 乐师兄放心 我家就是种植灵药的 陈寻认真说道 郑重拱手 多谢乐师兄解惑 我一定会经营好药园 虽然这乐风在外人看来 有些多管闲事 但是被管的陈寻 可不这么认为 乐风帮了他大忙 这个请他记住了 好 陈师弟你才入宗 若是有不明之事 可来洞府找我 乐风平和笑道 既然是别人家族专长 那便放心了 随即从储物袋中 拿出一张符录交给陈寻 有事法力激发便可 陈寻小心翼翼地接过 眼中闪过莫名异尾 重重点头 陈师弟 一定要好好修炼 切莫荒废时间 那我便先走了 是 乐师兄 某陈寻与大黑牛目送着乐风 嘴角都不自觉地 扬起了一抹微笑 好像又回到了 当初那个小山村 他走向店内 一处高台之上说道 师叔 我想管理药园 可 一位垂垂老蚁 似乎风吹就倒的老者 轻飘飘地说道 拿出了一块玉佩与册子 谢师叔 陈寻一喜 看向玉佩 这是某处药园的禁制玉佩 没有他可进不去 强行破入 视为入侵宗门 小子 药园可不好管理 老者睡眼惺忪 不知是在睡觉 还是在打坐 每年到这来上浇灵药即可 好 陈寻愁愁满志 音声点头 这头小牛倒是不错 充满灵性 老者看向陈寻身后的大黑牛 眼中带了一丝兴趣 某师叔 这是我家祖传大黑牛 小子 快去吧 乱想什么呢 老者似乎精神了一些 这弟子的眼神 搞得他像要强强这头练器二层的灵兽似的 嘿嘿 那晚辈不打扰师叔了 陈寻不好意思的一笑 确实想差了 这可是修仙大宗 什么灵兽没有 又不是在九星谷 老牛 走 某陈寻牵着大黑牛高兴道 一人一牛的脚步都轻快不少 终于不用再过提心吊胆 勾心斗角的生活 还是修仙宗门好啊 路上他们遇见前行的同门就让路 脸上充满和善 也不去主动搭话 他们根据玉佩的指引 来到一处幽静偏僻的山谷之中 周围全是没见过的奇花异草 灵气扑鼻 让人神清气爽 远处有一个大瀑布 他翻滚着白色的浪花 飞溅着似玉如银的水珠砸入水潭 还不断伴随五彩缤纷的霞光 那声音如春雷般乍响 气势雄浑磅礴 这里就像一处室外桃源盘 老牛 你可别乱闯 陈寻愣神之际 大黑牛已经撒开了鸭子 到处闻着花香 还有蝴蝶飞舞 猫大黑牛沉醉其中 连忙跑到陈寻身前 眼中满是欢喜 哈哈 陈寻一手抱着牛头 看向上方 一处法阵正在运行 他将法力打在玉佩之上 法阵瞬间开了一个口子 走 陈寻拉着大黑牛 心中不断探导 这五蕴宗可真大 整座山脉 都是宗门驻地 里面有几块大的灵田 满是各种奇形怪状的灵药 周围古树苍穹 芳草遍地 幽香弥漫 一派生机盎然 看得陈寻与大黑牛眼花缭乱 有些灵药 他们都认不出 最深处还有一座茅草屋 屋外一个头发蓬松的老头 望眼欲穿 看着陈寻如同看见了爹一般 你来了 来了 梦 陈寻与大黑牛眼中 生起一股惊悚之感 怎么感觉这老头 快要走火入魔了呢 十年了 终于有人来了 哈哈 苍天有眼啊 小老头跪地 两手摊开 仰天长叹 两行青泪打射了这张褶皱的老脸 练气九层修为 高手啊 陈寻疑惑地看着他 咋过成了这副模样 比他们在凝云山脉还不如 师弟 师弟啊 我去树植了 这里就交给你了 小老头神色激动 一道土色法力打出 踏上飞溅 从陈寻身旁经过 似乎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多待 他眼含热泪 十年前被宗门强行委派到此 过上了与灵药为伴的生活 不仅修为提升缓慢 那孤独寂寞 又谁人能懂 呵呵 陈寻看向他的背影 又看了看大黑牛 猫 大黑牛也没看懂此人的操作 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他们进入到茅草屋中 里面放了不少书籍 全是种植灵药的心得 陈寻照单全收 陈寻又牵着大黑牛 来到瀑布边 大黑牛把东西放下 一下冲了进去 溅起一阵水花 他坐在一旁 翻看起那个小册子 里面有各种灵药的种类 还有规矩都写在了里面 比如不能私吞灵药 每一株灵药 都是被记录在册的 每五年就会有炼丹店的弟子 前来对数 每年上交的份额 种类一应俱全 陈寻细细品读 将每一条记在心中 猫水中 响起大黑牛的叫声 他丝毫不担心灵药的生长 他曾发现过 它们的万物晶圆 是可以用水稀释的 而且 他相当喜欢种植灵药 这笔梨田 还让他快乐 老妞 那茅草屋可不能用 咱们自己开辟几个山洞 陈寻四处看了看 到处都抖崖峭壁 相当适合开辟洞府 猫 大黑牛应道 它们兜处习惯了山洞 况且 它们还要自己 种植灵药呢 御剑术 陈寻从储物袋里 拿出了一本法术 但是没剑啊 这可要用贡献去换 这五蕴宗 还是有点套路的 而且在五蕴宗 有一个相当受 低阶弟子换一个丹药 那便是壁谷丹了 是一颗管医院 还不用出宫 宗门内的好东西可真多 但是规矩也多 陈寻又看起了宗门法度 什么不能私自斗法 被抓住要去执法 殿寿边刑 有恩怨要申请 去擂台斗法 除了外出执行任务的弟子 不可私自下山 但是每年都可下山两次 一次一月 也可累计在一起 但是到了筑基期后 就没那么多繁琐条例 筑基期已是宗门中流砥柱 长老般的存在 这五蕴宗 可比一座城还大 什么东西都有 倒是没下山的必要 陈寻南南说道 若是要换取灵药 倒是可以下山看看 每年两次够了 不用在宗门内太过扎眼 老牛 猫大黑牛满身是水的跑来 目光灼灼地盯着陈寻 似乎还没有完够 咱们第一步计划 先是开辟洞府 然后开始培育这些药员灵药 不必增加他们年份 第二步 积累宗门贡献 咱们若是上交够份额的灵药 那贡献比一般弟子多多了 第三步 够了贡献 就去换一把飞剑 我关瀑布后面 是一处很隐蔽的地方 到时我们飞去 在那开辟洞府 作为培育灵药之地 第四步 在宗门打探打探驻鸡丹的消息 南斗山秘境太过危险 没必要去拼命 陈寻有条不紊地认真说道 大黑牛炯炯有神地听着 对陈寻的崇拜之情更深了 最重要的是 每年不是有那宗门大笔吗 咱们可以去看热闹了 猫 瀑布旁响起一阵大笑 陈寻将衣物拖下 露出了那十六块腹肌 一个跟头栽进了水里 舒服 今日万里晴空 白云悠悠 威风轻浮 天穷下陈寻与大黑牛 开始不断忙碌着 药谷内不断传出轰鸣声 陈寻拿着开山斧 对着峭壁一顿乱劈 劈得碎石乱飞 烟尘滚滚 大黑牛从茅草屋内拿出水桶 不断在瀑布打水 他还要修行一个法术 名叫水灵诀 此诀专门给水附加灵气 是一个相当积累的法术 用作灵田灌溉 不过竟然还分了三层 大黑牛心中大喜 又可以学到新东西 慢慢长生路 陈寻与他都这么认为 对未来充满了热忱 老娘 你打水的时候慢点 别被淹死了 我可不救你 哈哈 陈寻一脸石灰 连头发上都是 他转过头去 看向大黑牛 想起了他们凿兵的日子 大黑牛怒了 他才不会失足落水呢 上次只是个意外 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水灵诀 还相当难修炼 大部分管理药员的弟子 都只是修炼到了第一层 经过多代人的总结 这个小法术 还真的要靠时间魔 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也不知道是被哪位大仙所住 每个宗门都是用的水灵诀 因为找不到比他更好的 在这个实力为尊的修仙界 他们是吃饱了 才会浪费时间去修炼这个法诀 也是造成药农较少的一大原因 但是石大仙门 还真有这样的神人 不过都是他们的宝贝疙瘩 从来不显露人前 立一批华山 陈寻呲牙咧嘴 对着山壁 又是猛烈一批 卧槽 猫 大黑牛连水桶都不顾了 打翻在地 连忙跑去找陈寻 这么硬的吗 陈寻睁大了双眼 眉毛都沾上了不少石灰 老牛 开山斧豁口了 猫 大黑牛眼中不敢置信 那凝云山脉的石壁 可是被陈寻的开山斧 一斧子就劈开了 他在这劈了这么久 竟然还将开山斧给劈断了 哎 没事 我在打磨打磨 咱们这是反铁 陈寻一叹 心疼地看着自己的开山斧 这可是自己在铁匠铺的得意之作呀 可能是这山脉的石头比较硬 猫老牛去吧 不用管我 陈寻坐在地上 找了块石头 开始打磨起斧子来 大黑牛点头 跑去打水了 两天后 陈寻终于把洞斧开辟好了 将锅碗瓢盆全放在了里面 又开始伐木 做各种器具 陈寻的手工相当厉害 什么木桌 木椅 三下五除二就弄好 老牛 先把东西摆放好 这以后就是咱们的家了 陈寻感慨一笑 将木雕等一众东西都拿了出来 摆放各处 猫大黑牛也拖着东西到处跑 除尘朔 陈寻打出一个法掘 一阵清风而起 整个身子焕然一新 油光发亮 哈哈 猫 大黑牛一惊 这简直比洗澡还干净啊 老牛 你可别小看这些小法术 陈寻嘖嘖称奇 他发现 每一个小法术 都在为他们节省时间 连什么壁鼓丹之类的诠释 猫大黑牛咧嘴 开始盘坐修炼起 水灵绝 今晚夜色如水 苍穹繁星点点 陈寻悄悄走出了洞府 他一个人看向星空 修仙世界 到底是一个什么世界啊 陈寻露出嘶嘶微笑 双眼迷离 他在非洲时 听鸡坤吹牛 后者说在古籍看到 说无尽遥远的地方 有真正的修仙文明 他们这里 不过是落后之地 就如同原始人一般 陈寻嗤之以鼻 心中一万个不相信 这里难道还不是 最正统的修仙吗 修仙文明 陈寻低声喃喃道 身子靠在了洞府外 渐渐入睡 我和老牛一定会去的 一日 黎明破晓 娇阳出声 陈寻甩掉一切杂念 开始带着大黑牛忙碌起来 老牛 打野去 梦 陈寻肩上扛着一把斧子 带着大黑牛 就往山中走去 山脉里野兽众多 宗门可不会多管 岁月流逝 一出一缕清泉 转眼间 已是大半年而过 药谷内灵药丛生 到处都弥漫着药箱 长势相当喜人 陈寻与大黑牛盘坐其中 一道道水波 弥漫他们周围 又化成一个个 活灵活现的水球 里面充盈着灵气与法力 不 不 一个个水球在空中破裂 陈寻与大黑牛缓缓睁眼 水令诀第二层 成 感觉并不难啊 陈寻微微皱眉 心中却反尔赛起来 连老牛都修炼到第二层了 猫 猫 大黑牛瞪眼 啥意思 他现在除了修为增进缓慢 修炼法诀可是很快的 不过 咱们这炼气七修为 还真能磨 陈寻沉思了一番 又继续说道 这丹田画叶 再磨个上百年 说不定就磨上去了 猫 大黑牛瞪孔收缩 拱着陈寻 大冤肿啊咱们 哈哈 逗你的呢 陈寻大笑道 摸着大黑牛 一切按照计划进行 行动 猫大黑牛欢快地叫了一声 连忙跟在陈寻身后 药谷内 陈寻还给自己编制了个草帽 也给大黑牛编制了个大草帽 可把他高兴坏了 睡觉也带着 阳光下 一人一牛带着草帽 不断在药田里忙碌 眼中喜滋滋的 也从来没人来打扰他们 春去秋来 今日阳光正好 已经是他们来到五蕴中的第一年 他们将长生点继续加在了法力上 药谷静置打开一条口子 陈寻牵着大黑牛 神色飞扬地走出 厨物袋里装着不少灵药 全是他们需要上交的份额 一点不少 他们轻车熟路地来到宗门大殿内 又是在殿外看了两久 而今日也终于没遇见乐师兄 不然又要被说教一番 大殿内还是那个老者 陈寻带着草帽公声道 师叔 我来上交灵药 嗯 老者似乎从来都没有睡醒 懒散地应了一声 台上 陈寻将储物袋的灵药全部放出 一株不多 一株不少 灵气扑鼻 老者眼中金光一闪 连忙对数 又拿出一道令牌 一道法力打出 眼中了然 不错 小子 竟然是你 老者看清了陈寻草帽下的样貌 又看了那大黑牛 你是第一个才入宗救荆药员 还可第一年如数 交上灵药的弟子 师叔有所不知 我家就是种植灵药的 有些心得在身 相当不错 老者今天话多了一些 手上出现一个八卦牌 这是你今年的贡献值 它是你的了 谢师叔 陈寻大喜 恭敬接过 将八卦牌死死捏在手上 滴血认主即可 去吧 是 陈寻牵着大黑牛就跑 宗门贡献电塔 可是早就摸清了在哪 老牛 发了 某某大黑牛不断咧嘴大叫 他们跑过时 周围弟子皱眉 哪来的草帽人啊 杂杂呼呼的 走到店外 陈寻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连忙滴血认主 一查看 贡献竟然有二百 呜呼 陈寻跳起来叫了声 看向大黑牛 老牛 咱们有两百贡献啊 某 大黑牛一惊 双脚站立 趴在了陈寻身上 连忙看向八卦令牌 要知道 宗门对外门弟子 每年的最低贡献要求 不过一百 他们竟然超过了一倍 走 去宗门贡献电 今天我们要消费 疯狂消费 某 一人一牛开始冲刺 今日血洗贡献电 半日后 陈寻与大黑牛 哭丧着脸 从贡献电出来 他双手捧着一柄长剑 眼神空洞 生无可恋 你娘的 黑店啊 陈寻低声喃喃道 嘴巴一张一合 不断嘀喃 黑店啊 猫大黑牛双眼也是傻了 他们如今的贡献值 已被清空 仙剑一柄 五十贡献值 黄街下平法器 炼丹炉一个 一百贡献值 黄街中平法器 壁鼓丹丹方 五十贡献值 陈寻无神的 看向大黑牛 声音由低到高 咱们贡献值就没了 啊 就这呀 猫 大黑牛怒叫一声 回谷好好离林田 存她个几千贡献值 老娘 回谷 种田去 咱们还收拾不了一个贡献店了吗 陈寻大怒道 雄心勃勃 种她娘的个几百年 把这贡献店 给她搬空了 猫 大黑牛站起来了 长笑一声 浑身肌肉暴涨 叫什么叫 店外不许喧哗 店内传来几道呵斥声 猫猫走 走 陈寻善笑一声 牵着大黑牛勾着身子赶紧跑路 动作之鬼祟 路上还被执法店弟子查了几次身份 路上 到处都是武运宗弟子 他们三三两两 唾沫似妃 不断交流 显得相当激动 今年的宗门大笔又要开始了 听说白氏大师兄出关了 天哪 这可是咱们外门弟子的顶梁柱啊 大师兄曾被宗主夸赞 有助鸡之资呢 若是今年夺魁 四年后的南山之行 听说可以直接赏赐一枚助鸡丹 夺魁咱们外门弟子还是别想了 早被那门弟子包揽了 不过 咱们也可以去混混贡献值嘛 增强增强实力 几个弟子从陈寻身旁经过 说得眉飞色舞 浑然不知旁边 还有一个戴着草帽的牵牛人 诸位师兄弟且慢 陈寻轻轻咳一声 牵着大黑牛走来 这参加宗门大笔 有多少贡献值啊 几人都是一惊 这人怎么跟个鬼一样就出现了 还一副老农的样子 哼 这位师弟是财入宗马 对 对 还请师兄解惑 陈寻一个不小心 将三块下品零食 放到了他们手上 哟 三人相视一眼 这么上道的师弟 还是第一次见 他们一手父辈 哈哈一笑 都是同门师兄弟 那可不骂 都是兄弟 都是兄弟 陈寻也是笑了起来 师弟有所不知 三人看向陈寻 不觉顺眼了许多 宗门大笔 只可练习七弟子参加 若是序列 进入了前五百 就可得到五百贡献值 若是序列进入了前一百 就可得到一千贡献值 还有被各位长老收入门下的可能 若是序列进入了前十 可得到两千贡献值 直接升入内门弟子 还可自行选择师父 若是序列进入了前三 那就不得了了 不仅有各种法器奖励 还有咱们一些不知道的东西在内 几人露出一丝微笑 眼中也不由地露出向往 若能进入前一百 那可就飞黄腾达了 多少人参与啊 陈寻随口问道 心中有些悸动 拿拿五百贡献值就可以了 他刚才看过 筑机单单方要三千贡献值 得干十五年 还啥都不能换才行 一般来说三万人左右 这么多 陈寻大吃一惊 前十考试一千人 他也没拿过前五百啊 当然 不仅有不少内门弟子参与 还有那些长老的后人也在内 几人微微摇头 轻轻一探 他们那些人可是有着黄街上品法器 还有各种法术傍身 不是我们能比的 那也太不公平了 还比啥啊 陈寻眉头一皱 这种法器就犹如你拿着菜刀 他拿着一把加特林 还玩个屁 宗门自会为我等考虑 内门弟子也有自己的比武 他们只参加序列前一百的竞争 那也不行 这还不是这些内门弟子 自娱自乐吗 陈寻摇头 修仙资源太不对等 那师弟可就想错了 咱们外门弟子也是人才辈出啊 就如白师大师兄 炼器实层 水与争锋 几人牛逼的说道 好像白师大师兄 就是他们自己似的 可可也是 那就不讨扰各位师兄弟了 陈寻牵着大飞牛 缓步离开 眼中带着深思 周围不断有弟子飞奔 还有踩着飞溅的弟子 呼啸而过 走 老娘 我们也去看看热闹 梦 陈寻牵着大黑牛飞奔起来 跟在众人身后 宗门大笔的地方 在另一座高峰之上 离这里相当之远 临近宗门大笔山峰 武运宗弟子越来越多 陈寻戴着草帽 牵着大黑牛 已经毫不起眼 不仅有意气风发的师兄们 还有小鸟一人的师妹们 嘴里娇笑声不断 看得不少弟子 悄悄咽下唾沫 封顶是一处巨大广场 九根十柱环绕 十几位长老在柱顶打坐 屁腻一众弟子 风采无上 或 陈寻牵着大黑牛 到处走走看看 还有无数弟子坐在各处 拿出金色令牌记名 广场嘈杂声不断 全是人影 但却不显得任何拥挤 甚至还有云雾而过 仙气飘渺 猫大黑牛拱了拱陈寻 咋不去报名呢 今年先看看情况 不急 陈寻一笑 他要看看 序列前五百 是个什么水平 大黑牛点头 伸着个牛头 到处看修仙者 牛逼不知在秀着什么 三日之后 五蕴宗各大主风 神光乍现 一道洪亮的钟声响彻各处 山脉各处 都响起弟子们的低吼声 轰隆轰隆 连续九下 鱼音不绝 传荡玉竹山脉 更有几人冲天起 顿光而行 脚下没有任何法器 一年一度的宗门大笔正式开始 也是众多弟子 见到宗门大人物的机会 一座飓风雾散 所有弟子恭敬上山 根本不敢预见而行 俯瞰山下 黑鸭鸭一大片人 数量可以令人头皮发麻 陈寻牵着大黑牛 走在众弟子最后 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他可是看见一个人踏空而行 那浑身涌动的浩瀚法力 他和大黑牛 都感觉 此人一个眼神 都能把他们崩死 飓风之上 一座座黑鸭鸭的棺台建立各处 俯瞰上百个比武台 每三个比武台 就都站立着一位助击长老 他们神色沉静 弹息而坐 静待各位后生 见过诸位长老 见过宗主 见过诸位长老 见过宗主 所有弟子拱手低头道 那庞大的声音回荡周围 云雾激荡 气势磅礴 棺台之上 十三位大人物起身 他们神色各异 服装各异 看向上万弟子 那出臣的气质 就算站在人群中 你也绝对无法忽视 一眼就可在人群中 看见他们 后生可畏 武运宗 宗门大比正式开始 宗主游元化微微带笑 一袍无风自动 那浑厚的声音传遍四处 每一个弟子 都像在被此人注视 没有任何废话 所有弟子激动的面色发红 看向各处比武台 体内法力翻腾 助击长老眼中金光乍现 一道玉剑扑向长空 宗门大比 生死有命 若是登台不敌可认输 仲主姬长老脚踩法器 踏空而起 不过不敢超过关台之上 他们面无表情地看向重弟子 手中法力向玉剑打出 开始 话音一落 无数暴民弟子的手中 俘虏响起一阵微光 对手完全随机 第一站完全就是靠运气 关台之下 上百位内门弟子正站立前方 他们身穿白衣 眼中金光迸发 看向各大斗法擂台 关台上的十三位大人物的目光 也射向各处 这些后辈才是宗门的未来 他们可不想让朱玉蒙尘 随着他们的目光传来 各大擂台的斗法 开始处于白热化 他们都想表现自己 使出了万分权力 某处擂台上 两位轻衣弟子相对 其中一人冒出冷汗 心中一颤 怎么遇见他了 白氏 大师兄 还望赐教 他练齐八层 实力有限 但是也有一战之力 不能被人堪扁 若是输了 师弟也不必气馁 来年还有机会 白氏带着清和的微笑 浑身自带一股温和的气质 再配上那刀削般的面庞 真是完美 场外响起一片喧哗欢呼声 无数女师妹为之沉醉 高呼白师兄 还有不少小师弟 都围在那处擂台边 给大师兄助威 把另一对战的人 搞得压力巨大 哎哟 我去 一道杀风景的声音出现 陈循牵着大黑牛 来到一处树荫下 看着这些小师妹 嘖嘖叹道 这长得俊俏 还有实力 在哪个世界都受欢迎啊 猫猫 大黑牛摇头 拱着陈循 他觉得陈循最好看 就是陈循从来不收拾自己 陈循靠在树荫下 拿着个草帽扇着风 时不时抠下鼻子 眼中看得津津有味 擂台上 白石目光突然变得凌厉 一道御风树加持脚下 往台上猛然一踏 擂台上传来一股震动 周围法力荡起波纹 向四周猛烈扩散 一股压抑的气息 直接扑向那人 手中缓缓出现一柄细剑 而对面那人也不慢 手中一道俘虏激发 擂台上几道白光闪过 突然出现在白石脚下 帝刺服 师弟还真是破费 白石微微一笑 身躯诡异扭动 竟然完美避过了那几道帝刺 眼中游刃有余 什么 对战弟子满眼不敢置信 竟然连白石的衣袍都没有碰到 当 白石的剑气 伴随着法力一剑批出 弟子深吸一口气 一咬牙 硬接住了这道剑气 被震得退后几步 他嗓子一甜 硬生生把血水吞入了肚里 稳住身形 他眼中出现几道血丝 又是一道俘虏打出 距离服 弟子满眼不甘 既然法力拼不过 那就比体数 只见他浑身肌肉暴涨 身上弥漫了一股煞气 大吼一声 提剑冲了上去 白石眼中出现一丝认真 一拍储物带 又是一柄飞剑而出 掀起一阵尖锐的呼啸声 不过却到了那弟子半仗前 声声停了下来 一道金色光幕 把飞剑抵挡在外 他低声一笑 金刚浮 树荫下 陈寻和大飞牛瞪大了眼睛 别人斗法是斗法力 这个人是斗灵石啊 有钱弟子啊 陈寻眨了眨眼睛 看向大飞牛 咱们什么时候 也能这么有灵石 那符路匡匡往外砸 竟然把那大师兄 搞得恼火不已 猫大飞牛敷眼叫了声 眼睛瞪得溜圆 这些人斗法千奇百怪 看不过来了 哎呦 身法 陈寻来劲了 他其实也想学一门身法 这样才可以把速度 利用到极限 擂台上 白氏也不跟此人硬碰 不断用身法躲避 等他距离拂过了效果后 那弟子一下疲软 此战毫无意外的白氏胜 但这并不是他的真正实力 他的对手 可是那些内门弟子 哥双师姐 哥双师姐 一出擂台边 同样围满了不少男弟子 他们在旁不断助威呐喊 唾沫似箭 不知喷到了多少人的脸上 只见擂台上有一位女子 她满脸清冷 身姿妙慢 一手长剑 不断闪过寒芒 这剑舞的 跟女主播跳舞似的 还挺好看 陈寻黑黑笑道 看向歌霜那边 果真是不虚此行 老牛 好看不 猫大黑牛不断点头 好看 好看 牛头都没转过来 让陈寻不要打扰他 哎 怎么说了呀 我挺看好那个的 猫哎呦 老牛 你看那个小师妹 被打哭了 哈哈哈哈 猫猫猫哟 那矮子怎么装起来了呢 别人吃你家大米了 猫 老牛 快看 灵兽呢 不得了 不得了 猫 书音下一人一牛 一会儿大笑 一会儿怒骂 突然陈寻神色一变 狠狠拍向地面 猫 大黑牛一惊 陈寻这神情是咋了 老牛 你有没有感觉差了点东西 猫 猫 大黑牛摇头 又点头 感觉好像是差了什么 有点不得劲 瓜子尔啊 陈寻猛地拍了下大黑牛 竟然把这么重要的东西忘记了 猫猫 大黑牛也一提子拍向陈寻 你咋不带瓜子呢 怪不得感觉差了点东西 嗨 陈寻满脸懊悔之色 咱们今年把瓜子种了 我在翻炒下 最后加点秘制调料 猫猫大黑牛蹭了蹭陈寻 咧开了牛嘴 这还差不多 宗门大笔 第一战后可以继续再战 也可休息一天后再战 算的是盛场 不过对实力不自信的弟子自然 是想继续再战 第二的强度 可就不像今日这般了 而强者自然不慌 一战之后运气调息 必须恢复到绝颠状态再战 丝毫不能有马虎 宗门大笔 也越来越陷入白热化 连陈寻和大黑牛 都靠近了不少 不在远观 第五日 内门弟子正式参战 把宗门大笔拉向最高潮 连陈寻与大黑牛 也加入了呐喊诸威大军中 外门弟子舍我其谁 白氏大师兄加油 你是最棒的 陈寻举起了木牌 撒开一嗓子大吼 无数弟子目光传来 皆是竖起大拇指 到位了 这位师弟 歌双师姐 难道就不是咱们外门弟子了吗 几人气势汹汹地走来 怎么感觉歌双师姐的气势 一下就被比下去了 笑话 陈寻不懈地看向几人 拍了拍大黑牛 大黑牛会议 一道木牌缓缓升起 上面写着 歌双师姐加油 剑起舞运 几人震惊 一股头皮发麻质感传来 那大摩只不自觉地伸了出来 看向陈寻的目光 只透露着两字 牛逼 陈寻冷冷一笑 继续带着大黑牛 扯着脖子呐喊 参与感已经拉到最高 各处擂台之上 白衣内门弟子飘然一跃 大秀一甩 他们神情冷然 凝眉地看向各自对战之人 一股淡淡的沙翼 飘散在各处擂台之上 周围的古树 被寒风吹得烈烈作响 几片黄叶缓缓落下 擂台之上一片寂静 棺台上的大人物们 也是眼中带有期待 似无数弟子倒吸一口冷气 这些人才是真正 武运宗未来的大人物 引领宗门未来的人 真正的万众瞩目 连擂台下的弟子们 都是神色一素 好强的压迫感 好爽 谋陈寻低声道 内心也不禁激动 连大黑牛也跟着低叫了一声 精彩啊 但是陈寻眼中却有一丝失望 怎么都不说话装高手啊 他还想看看文斗 放狠话缓解呢 一声钟鸣响彻山峰 宗门大笔决战正式开始 嗅 嗅 无数奸笑破空声传来 擂台之上所有人眼中瞳孔微张 手中法器与体内法力 符然激发 五光十色 轰轰 每个擂台都掀起一股大战 有人激发铺天盖地的飞剑 把擂台都打得一阵烟尘 有人激发起误状法术 完全看不清里面情况 只有不断传来的金属碰撞声 才能感受到大战的激烈 还有弟子驱使镇旗 放出傀儡 坐镇后方 掀起大战 到处都是剑芒 到处都是法力激荡声 所有人都用出了最大权力 不再保留实力 猛烈的飓风刮向各处 离得近一些的弟子 甚至要使出法力抵挡 卧槽 卧槽 陈寻瞳孔剧烈收缩 不断摆头 太恐怖了 这些练气漆弟子 和散修完全不是一个档词的 猫猫 大黑牛也和陈寻一样 不断摆头 看得眼花缭乱 都是傻法术啊 整个决战持续了两天两夜 陈寻与大黑牛 坐在地上看的一刻 也不想停 饿了就吃面饼 而白氏与割霜 也最终只不摆墙 种外门弟子也是一探 那些内门弟子的底蕴 真不是外门弟子能比的 最后也是到了宗门长老们 分发奖励 勉励种弟子的时候 说了一些废话 随着五蕴宗的大人物 与长老们的离开 这一年的宗门大笔 终于落幕 下山路上 陈寻和大黑牛 不断响起嘎嘎笑 猥琐无比 老妞 那个内门弟子有点阴啊 咋还打人命门呢 陈寻看着大黑牛的屁股 又忍不住笑了起来 关键是 对面那人还真中招了 真是菊花大残 猫猫大黑牛 也不断咧着嘴 看得意犹未尽 到时 咱们明年也去参加 混个宗门五百强 拿点贡献 猫 走了走了 先回去种瓜子 猫一人一牛不断小跑 山间响彻起嘎嘎的笑声 回到药谷内 他们先是开始打理起药田 然后悄悄摘了几株壁骨丹的灵药 培育好种子再放回去 老妞 灵药就交给你了 我去研究研究预见术 猫大黑牛狠狠拱了一下陈寻 培育灵药 他是专业的 陈寻点头 放心地前往洞府之中 打开了预见术 从储物袋中拿出了仙剑 双眼放光 能不能起飞 就在今朝 陈寻沉心静气 开始修炼 一月之后的清晨 药谷内鸟与花香 一片祥和 陈寻与大黑牛 站在一个空地之上 他们前面放着仙剑 背上还有一个背包 陈寻自制了两个降落伞 以免发生意外 万事安全第一 遇见乘风去 逍遥天地间 陈寻摆出了一个古怪手势 浑浊不清的法力 注入仙剑之内 起 地面仙剑缓缓升空 离地半米 掀起一阵尘土飞扬 摸 摸 大黑牛激动地蹦了起来 嘴里不断摸摸叫 老牛 上 上车 不 上剑 陈寻话音一颤 心脏跳动得相当之快 眼中已经开始幻想 他们遇见飞行 穿梭在这片大好山河之中 摸 大黑牛站了起来 神色紧张 他趴在陈寻背后 两只牛蹄抓紧了他的肩膀 他们稳稳地踏上仙剑 额头都出现微微密汗 陈寻轻惊抱起 二指并立朝上 怒吼一声 起飞 摸 咻 一阵猛烈的强风掀起 仙剑呼啸而出 速度之快 眨眼消失不见 碰 碰 两道身影重重砸下 猛得吃了一口土灰 仙剑呢 我的剑呢 陈寻撕心裂肺地喊道 瞳孔布满了血丝 嘴里还吐出一口土灰 摸 大黑牛也被摔得七昏八素 牛眼突然看见了远处的仙剑 正插在一处石壁之上 没过多久 仙剑终于被陈寻与大黑牛找回 老娘 咱们法术是经过加成的 有些不一样 陈寻深吸了一口气 缓缓说道 猛大黑牛点头 确实如此 这仙剑的速度也太快了 无妨 慢慢适应 慢慢练习 猛大黑牛用嘴叼着仙剑 直接往瀑布里去 还不断给陈寻甩头 老娘 聪明 陈寻一愣 水中可能增加不少阻力 刚好适合练习 开稿 开稿 又是一跃而过 陈寻已经完全掌握遇见窍门 又是一个清晨 又是同样的位置 遇见乘风去 逍遥天地间 陈寻嘴中刀念 一道法力打出 仙剑缓缓升起 他一脚踏上 老牛 来不及解释了 快 猛猛大黑牛站起来一蹦 稳稳站在仙剑上 直接趴在陈寻身后 眼中带有一丝惊恐 给我起飞 猛羞 羞 羞 猛烈的进风刮过 仙剑终于腾空 无边的狂风刮在陈寻脸上 离地面越来越远 心脏都快要跳到嗓子眼 大黑牛缓缓睁眼 周边的景色已经完全不一样 他缓缓朝下看 瞳孔一缩 懵 老牛 老牛 我尼玛 陈寻大惊 这老牛竟然晕了过去 他一只手连忙扶住大黑牛 将仙剑停在半空中 眼睛都有些睁不开 他也缓缓看向药骨 已经快要离地十几丈高 嘴中传来急促的呼吸声 这自己遇见飞行和坐飞舟 完全是两个感觉 他现在有一种星空的感觉 总觉得要掉下去 呜 呜 呜 耳边不断传来寒风呼啸 大黑牛也醒了过来 看向地面双腿发软 猫 没事老牛 仙剑可是牢牢 站在我们脚下的 上次只是意外 陈寻安慰道 只不过大黑牛的抓得更紧了 但是眼中又带着一股雀跃 他们真的飞天了 一股微小的法力罩打开 再也没有禁风呼啸声 耳边安静了不少 老牛 咱们慢慢适应 急不来 陈寻笑道 又开始欲见而行 不过这次速度缓慢了不少 越来越得心应手 猫大黑牛也感觉越来越舒服 渐渐没有那么紧张了 但是陈寻微微皱眉 这开了法力罩 有些不得尽呢 没有那种兜风的感觉 心中不由生起一个主意 走起 陈寻又大叫一声 在鼓内上空不断盘旋 无呼 空中不断响起陈寻的大叫声 与大黑牛不断的惨叫声 但是又感觉真的很刺激啊 大黑牛痛病快乐着 玩了半个时辰 陈寻越来越感觉不得尽 看来要将自己的想法 付诸实践了 老牛 我先忙去了 顺便找找材料 陈寻拿着开山斧 往洞斧内走去 猫 大黑牛还在水潭中躺尸 半天没有缓过来 又是一月之后 一轮成日 静卧于远处墨色的群山之间 云征辖位 燃亮了一片天际 药谷内洞斧内 传出一阵怪笑声 不断发出 我成了 我成了 得怪叫声 猫猫大黑牛看了看天色 又到了陈寻说的兜风时间了 他不断在洞斧口叫着 老牛 陈寻从黑暗中缓缓走来 大黑牛眼中震惊 这是什么造型啊 难道陈寻打造出了什么法器 只见陈寻戴着一个巨大的护目镜 手中还提着一个 在夕阳照射下 闪闪发光 猫 猫 大黑牛连忙跑上前去 询问道 这个是什么 陈寻的眼睛变得好大 老牛 咱们要感受大自然 感受真正兜风的快感 弄的法力护照 有什么屁用啊 陈寻大笑道 连忙给大黑牛也戴上 这可是 为他量身打造的 猫 大黑牛左右摆头 身子不断蹦跌 好神奇的感觉 有了这个 咱们就不怕风杀进眼睛了 嗨 陈寻不断得意笑道 大吼道 老牛 兜风去 猫猫 大黑牛兴奋了 他现在最喜欢的节目 便是夕阳时兜风 那风景 绝了 嗖 嗖 先见腾飞 药谷内打开一道静置口子 陈寻立马拔升高度 无数飓风映入眼帘 他朝天大吼 空军一号 陈寻 准备就绪 猫猫猫 大黑牛也跟着大叫 带着护目镜 趴在陈寻身后 那种感觉 是自由 狂风刮在他们脸上 却再也进不到眼睛中 那种感觉终于对了 这才是真正的兜风 他们向着落日前进 无数古术大风 被他们甩在身后 还能看见地面有野兽跑动 不断追逐猎物 一轮巨大的落日的高挂天穷 低空各处都有弟子遇见而行 但是速度 却比他们差了不止几筹 可能这就是法拉利与电动车的对比吧 陈寻不禁心里想到 而他们前方 正有一位炼器五层的小师妹 正在遇见而行 刚好和他们路线相同 咻 那小师妹扎着两个长辫 神色一惊 怎么旁边有一人和一头 牛正站在仙剑上看他 他们眼睛还带着不知名的东西 这位师兄 小师妹怯生生地说道 但是话还未说完 他嘴巴渐渐长大 神色越来越震惊 只见这一人一牛 二指和牛蹄放在额头 然后对着他一抬 嘴角竟然还成歪嘴 他们仙剑猛然加速 朝着落日而行 眨眼间消失不见 潇洒无比 我尼玛 小师妹梦了 现在连头牛都这么潇洒了吗 但是这仙剑真是好快的速度 不知道什么品贱的法器 不少弟子神色震惊 好快的御剑术 好潇洒的装扮 狂风呼啸而过 大黑牛咧开了嘴 看着这些被圆圆甩在身后的御剑弟子 真是弟弟啊 老牛 看见没 什么叫修仙 什么叫生活 猫猫 大黑牛连连点头 不断欣赏着脚下风景 感受着兜风的快乐 呜呼 天际间响彻起畅快的大喊声 与一声声牛叫 岁月轮转 转眼间又到了年末 长生点依旧夹在了法力上 陈寻牵着大黑牛 又带着灵药 去宗门大殿 拿到了稳稳的二百贡献值 老牛 存着 不消费了 参加宗门大笔去 陈寻将八卦牌小心地 放入储物袋中 猫 大黑牛欣喜不已 陈寻带着大黑牛 也去报了名 手中也多了一道符路 到时自会知道 前往哪个斗法擂台 几天后 钟声响起 大笔山峰上 人满为患 还和往年一样 热闹无比 不过今年歌霜与白氏并未参加 听说是被哪个长老收入门下 当内门弟子去了 宗门大笔正式开始 浩瀚的声音响彻每一个地方 陈寻手中符路响起 立马看向某一处擂台 牵着大黑牛 就走 眼中也是跃跃欲试 擂台上 对面是一位练起八层的弟子 名叫张松 他眼中一惊 对面这人也是练起七八层 还带着一头灵兽 看来是一场恶战 这位师兄 还请手下留情 我刚突破练起八层 陈寻呵呵一笑 眼中充满警惕 这些弟子手段诡异 法术众多 可不能大意 经过上一年的观察 他发现 练起八层进序列前五百比较稳妥 也不会引人注意 自然 宗门大笔点到为止 不会伤到师弟性命 张松神色有些莫名 这一人一牛戴着个草帽 当真是有些滑稽与奇怪 师兄 那咱们开始 嗯 张松微微无语 此人腰缠三把 开山斧 一看就适反铁铸造 连法器都不是 不过也不能轻敌 他目光变得渐渐凌厉 双指末地连续弹动 一道道水气 骤然成形化成冰晶 游若行云流水 带起无数残影 一道道冰锥 向陈寻射来 那大黑牛 不过炼气三层 他的目标则是他主人 擎贼仙擎王 好强 陈寻大喝一声 身形不断躲避 被追得狼狈逃窜 不愧是师兄 一道道冰锥 每次都快要砸到陈寻 但是他脚下一动 刚好又被他躲过 那灵兽也跟着不断逃窜 师弟还是不要躲了吧 张松已然不动 手中执法越来越快 一道道冰锥角度 也越来越刁钻 陈寻拿出了一柄开山斧 一斧破开 又开始不断躲避 浑身大汗 眼中充满惊恐 师弟 你这要躲到什么时候 张松神色不耐 怎么老是打不中 体内的法力已经大好 我可不会留守了 话音一落 张松额头抱起几根青筋 长指交击 眼中露出一抹金芒 此时几道冰刃凭空出现 毫无预兆地展向陈寻 张松持剑一踏 跟在冰刃之后 锁死了陈寻所有退路 太可怕了 陈寻与大黑牛身形一缩 消失在了原地 张松瞳孔一缩 法术与他都铺了个空 火球术 陈寻一声大喝 几个小火球击射而来 张松目光一凝 大手往后一挥 冰锥出现 擂台中央被融化出一大滩水 张松已经知道 此人难缠 恐怕难以用法术击败 两人迅速在擂台上缠斗了起来 打得难分难解 张松心中大吉 为什么打不中啊 大黑牛子在一旁看戏 嘴中不断摸摸叫 似乎在诸威呐喊 别的擂台 甚至已经有人赢了两场 缠斗了大半个时辰 张松汗如雨下 陈寻也坐在了地上大口呼气 似乎下一刻就要坚持不住 只能用底牌了 没想到大比第一场 就遇见如此难缠的对手 张松面带犹豫 但是不想再多浪费时间 他一拍储物带 几个阵棋坐落四方 突然一阵大风刮过 张松还未反应过来 他两个阵棋就被拔 拔走了 哎 偷袭 一道黑影突袭而来 大黑牛猛烈一拱 张松此时飞在空中 还带着茫然的表情 重重摔倒擂台外 我是谁 我在哪 刚才发生了什么 张松痴痛一声 眼睛还带着茫然 看向陈寻 一个大写的问号 师兄承让 承让 陈寻亮亮呛呛地下台 将郑棋还给了他 嘴上还带着不好意思的微笑 师爹 当真是好快的速度 张松后退了一步 结果郑棋 眼中闪过惧怕之色 这速度还能快地打断施法的 讨巧了 若是没有这擂台限制 师弟乃是师兄对手 呵呵 师弟谦虚了 张松摇了摇头 竟然让自己遇见了如此离谱之事 陈寻艰难地走到一位擂台管事前 公声道 师叔 弟子想要继续 嗯 师叔淡淡应道 一道法力打向陈寻皇服 与第一轮胜者再战 第二轮 对战一个叫刘桃的冷面弟子 而他竟然是练气七九层修为 师弟 若是认输 现在还来得及 也免受皮肉之苦 刘桃面无表情地看向陈寻与大黑牛 后者的状态一看就很不好 还请师兄 赐教 陈寻勉强一笑 竟然还盘坐了起来 似乎在恢复法力 哼 不识抬卷 刘桃大手一招 一个黑色巨桓出现 他正有小便大 不断盘旋半空 一阵黑风呼啸 似在锁定陈寻 黑色巨桓猛地一晃 直奔陈寻而来 黄街中品杀法法器 陈寻眼中寒芒一闪 在原地留下残影 但巨桓像是自带锁定 不断追逐陈寻而去 师弟若是坚持不住 现在认输还来得及 刘桃露出冷笑 看着狼狈逃窜的陈寻 手中动作可一点不慢 他右手抬起一挥 巨桓响起金光 又变得更大了一圈 从陈寻上空而落 不愧是练起九层的师兄 陈寻还不忘赞叹一声 突然一拳轰出 狠狠砸在巨桓之上 就在此时 变故呼声 大 一阵猛烈的碰撞声响起 巨桓被这一拳砸得金光 都黯淡不少 陈寻趁着那一顿的间隙 又跑了 刘桃面色大变 眼中露出强烈至极的震惊 虽然在外人看来 法器好像没事 但是他却清楚地听见 那内部的震荡声 他神色渐渐变得正重起来 这位师弟 虽然现在状态很不好 像是刚才经历了一场恶战还未恢复 但是也不能轻敌了 火球术 陈寻一掐法绝 几个小火球 向刘桃冲劲来 刘桃眼中带着不屑 火球术这种低级法术 都赶来扳门弄斧 他大口猛的一张掩火树 擂台上一阵火光 小火球瞬间被吞灭 陈寻突然从火海中冲出 手中拿起一柄开山斧 砍向刘桃 刘桃冷哼一声 一柄长剑而出 擂台上又开始陷入大战 刘桃步步紧逼 把陈寻打得节节败退 半个时辰后 刘桃满头大汗 驱使法力都变得弱了不少 他一脸暴怒 师弟 你到底还能不能坚持 还 还行 陈寻虚弱说道 好像下一刻就要倒下的感觉 刘桃法力亏空 眼眶暴争 为什么他老是速度 都比他要快那么一步 他现在心神大好 终于 在他们交手的那一瞬间 那个被他忽略的灵兽动了 猫 偷袭 一道黑影从一旁冲出 速度之快 他现在已经被陈寻缠住 根本来不及反应 啊 可恶啊 刘桃神情悲愤 屈辱至极 被大黑牛拱到了擂台外 陈寻似乎也要坚持不住 倒在了大黑牛身上 刘桃在擂台下 见到如此情形 也是一阵 心中暗自佩服 浩强的毅力 师兄 承让 陈寻虚弱地睁开了眼 露出一抹淡笑 师弟还是先养伤吧 来年再来切磋 刘桃拱手 心中也是承认了此人 这一战倒是打得酣畅淋漓 心中有些所悟 好 陈寻艰难拱手 被大黑牛带下斗法擂台 刘桃还上前送了一颗疗伤丹药 陈寻痛哭流涕 感动地抓住了刘师兄的手 刘桃大惊 眼中竟然戴上了愧疚 心中不断懊恼 是不是自己出手过重了 周围几位弟子 眼神异样地看向刘桃 好像说的是陈寻一样 刘桃下得赶紧跑路 路上不断摇头 过了半个时辰 陈寻牵着大黑牛 来到助击长老身旁 拱手道 长老 我还要继续再战 你现在的状态 还能应战 长老微微皱眉 这弟子戴着草帽 上面全是破洞 凌乱的发丝都伸了出来 灰头土脸 手上还有血痕 可以 陈寻低头微笑 眼中充满倔强 既然如此坚持 也不好服了你 长老微微点头 这样的弟子 每年都有不守 脑子一根筋 但吃亏的永远是自己 一道法力 激发在陈寻黄浮之上 想起微光 陈寻又看向一处擂台 第二胜的对手 陈寻跌跌撞撞地爬上擂台 看得练气八层的对手一惊 自己不会失手 把他给打死了吧 一个时辰后 擂台传来暴躁狂怒之声 师弟 你到底还能不能坚持 师兄 来吧 陈寻低吼道 脚步亮亮呛呛 草帽上也破了一个大洞 还在不断冒烟 练气八层弟子神色凄厉 你还能坚持 我他娘的 快要坚持不住了 哪个练气气斗法 斗一个时辰的 谁有这么雄厚的法力 猫 大黑牛眼见时机已到 眼中露出猥琐 黑牛冲锋 啊 偷袭 那人惊声尖笑一声 在空中滑出一道优美弧线 稳稳地落到擂台外 陈寻第三声 陈寻也被大黑牛背着 朝远处树荫下去了 似乎身受重伤 就要命不久已 树荫下 陈寻苏醒了过来 晃晃悠悠地靠在了树下 露出了微笑 猫 大黑牛也趴在了他旁边 大嘴不断抖动 带了的 带了的 别急 陈寻把草帽取了下来 头发成了爆炸头 身上伤痕累累 大黑牛不断用舌头 舔势着陈寻伤口 后者也是拍了拍了他牛头 从储物袋拿出了疗伤药 皮外伤罢了 不碍事 猫大黑牛还是关心地看着陈寻 虽然他们当年在小山村的时候 经常受伤 但这可是斗法 一个不胜要人命的 嘿嘿 我在宁师那可学了不少医术 这点伤算什么 陈寻不在乎地说道 只要不是内伤 附上药膏 要不了几天就好了 还不会留吧 他们法力有限 跟我们耗不起的 若我们真用法术 他们可就活不了了 陈寻微微一笑 他很喜欢这些师弟师妹们 猫大黑牛点头 确实如此 他们的法术太过恐怖 真要动用 非死即伤 大概赢六场就可以了 明天再赢三场 咱们就可以拿到那五百贡献值 猫大黑牛蹭了蹭陈寻 眼中带着高兴 陈寻从储物袋中拿出了瓜子 和大黑牛一起吃了起来 看向各大斗法擂台 人满为患 激烈打斗声不断 第二日 陈寻精神饱满 对手也越来越强 但是再过花里胡哨的法术 那也是要法力支撑的 陈寻开始了他的折磨的之路 擂台斗法 一个时辰起步 谁来都不好使 就是疯狂折磨 周围的弟子本想来观战 但都是看得昏昏欲睡 连忙去往其他擂台 比这里可精彩多了 师弟 我坚持不住了啊 一道惨叫声响起 他五官扭曲 看向陈寻的眼神中 竟然带上了一丝畏惧 师兄 坚持住啊 陈寻一声大喝咆哮 鼓励道 我还行 猫 黑牛偷袭 他被拱下了擂台 神色中竟然带有一丝解脱的微笑 终于结束了 陈寻也顺利拿到第四声 一个时辰后 师弟我求你了 别坚持了 认输吧 不可能 我被修饰岂能无傲骨 师兄 再来大战一天 猫 黑牛偷袭 黑牛甩尾 师兄生无可恋 双眼看向天穷 瘫倒在擂台外 体内的法力一滴都不胜了 陈寻拿到第五胜 一个时辰后 师弟 我还有无数俘虏病未激发 你耗不起的 师兄 向我开炮 半个时辰后 师兄颤颤巍巍 眼眶发颤 他的俘虏全没了 猫 偷袭 黑牛冲锋 啊 师兄一声惨叫 身子飞在半空中 眼中竟然留下了两行青泪 我的家当啊 陈寻拿到第六胜 不过他已经双腿发颤 下一站 竟然是靠着大黑牛扶上去的 虽然陈寻平平无奇 但这样不屈的意志 连几位助击七长老 也大受震撼 目光看向陈寻擂台 师弟 师兄看着站立不稳的陈寻 眉头也是微皱 他这如何出手 陈寻发丝飞舞 眼眶不满血丝 他拱着身子 两只手压在两条膝盖上 缓缓抬头说道 师兄 来站 我自然会给师弟尊重 师兄神色正重 那道眼神 让他为之震撼与钦佩 不过挤住香的时间 伴随着陈寻一声大喝 挥舞着拳头 浑身都是破绽的冲来 师兄身子只是微微一侧 眼中充满感慨 一阵寒风吹来 陈寻再也坚持不住 像个铁柱一般 直接倒在擂台上 师弟 梦 他们连忙上前查看 还好无碍 连一位助击长老也上前查看 他没事 只是经过了连连大战 身心受损 回去调养数日便可 多谢师叔 师兄拱手道 助击长老点头 眼中也是有些感慨 此人很可能是散修出身 他们这样的人 或多或少都有如此特质 那是对自己资质的无奈 对命运的不屈 哪怕占至最后一滴血 也绝不认输 而现实却是并无什么大人物投射目光前来 这样的人太过普通 不屈的意志 不过是无能狂怒罢了 这并改变不了他的修仙资质 陈寻被大黑牛拖着下山了 老牛 序列478 稳了呀 500贡献 两天时间比咱们干两年还多 陈寻躺在大黑牛背上 查看手中黄服 大笔一结束 就可以去宗门大殿换贡献了 某大黑牛转过头来 心疼地看着陈寻 老牛 这算傻啊 咱们在盘宁城的时候 谁过得容易 不都是在家缝中生存吗 陈寻不在乎地说道 笑到受点伤 就能换来如此多的贡献 咱们这是赚了 也要感谢宗门给我们机会 某某大黑牛点头 心中想到 要是他能去帮陈寻受伤就好了 他皮糙若厚 回到药谷内 陈寻打起了精神 在身体各处敷上药膏 大黑牛也守在他身旁 啥也不干 就是这壁骨丹 只能用来应急 咱们也不差那点吃饭的时间 陈寻拿出一颗土黄色的丹药 他上一年也开炉炼丹了一次 吃下后 确实感觉没有饥饿感 但是也没有饱腹感啊 索然无味 某某 大黑牛身有感触 这壁骨丹 哪有山里的野味好吃 像是有一堆 甘草堆在肚子里似的 老牛干活吧 打理打理药谷 陈寻已经把身上 都敷上了膏药 微笑道 他们哪能 真的伤到我 这都是我故意没躲的 某某大黑牛一步三回头 药员也确实两天没打理了 他要去看看 在大黑牛消失在视线后 陈寻痛得呲牙咧嘴 虽然没有受到内伤 但这外伤是真的痛 几天后 宗门大笔结束 陈寻与大黑牛 飞奔朝宗门大殿去 皇甫却没有被宗门收去 说是留给弟子做纪念 陈师殿 一道熟悉的声音 响起在陈寻身后 他面色一喜 没想到真是你 吉师兄 陈寻也是一喜 看向姬坤 面旁变得坚毅了些 不过还是那瘦猴样子 陈寻不仅有些感慨 哪怕是在同一个宗门 偶然相遇 也用了整整两年 陈师弟没有去外门直视吗 我去管理药员了 我家以前就是干这个的 他们走到一处僻静的树下 开始续起了旧 大黑牛跟在身后 看他们停下脚步 就趴在了地上 陈师弟 这药园并不是一个好地方 他们都称为 失去理想之地 吉坤有些恨铁不成钢 劝解道 那里都是一些宗门老人 自觉此生无法助击才去的 咱们还有大好时光 不可懈怠啊 陈师弟 吉师兄好意 我心领了 但我实在不喜欢打打杀杀 陈寻也是面露难色 吉坤的意思他懂 外门直视机会多 对实力增强 绝对是大好事 哎 陈师弟你有所不知 你知道宗门内的弟子 是如何看待我们散修弟子吗 吉坤面露不愤 一手腹背 一手捏紧了拳头 这个确实不知 陈寻摇头 他感觉这些师兄师妹们挺好的呀 也没遭受过歧视 他们说 我们是垫脚石 连筑机长老也不待见我们 吉坤这两年都在外门直视 那里派系众多 勾心斗角不断 有时贡献都被贪磨 吉师兄 这是何业 陈寻冷静问道 要是从前 他可就掏出三把开山斧 直接闹市去了 还有三年 南斗山秘境开启 但是去的人大部分都是散修 嗯 这我知道 不然咱们哪有机会入宗啊 陈师弟可知 每二十年能去多少人 能活多少人 吉坤深吸了一口气 陈生道 七百人 回来的不到上百人 若是没采摘到注鸡灵药 什么也得不到 这么黑 陈寻惊道 虽然他早已知道他们 是去做打手炮灰的 但是却不知道 已经黑到这种程度 当然 我们可是被十大仙门 筛选剩下的散修 表面看起来一视同仁 但哪位长老又看得上我们 吉坤眼色黯然 这两年已经破灭了许多幻想 人变得更加阴沉不少 那些有注鸡之资的散修 早已被十大仙门接走 他们若想要注鸡 唯有踏上那条血路 吉师兄之意 是要去南斗山秘境 陈寻打量了他两眼 如今还是练起八层 可能实力有些不够啊 没错 吉坤重重点头 我如今贡献已够 准备闭关苦修 若是突破练气九层 活下来的几率 也就大一些 吉师兄 可以等下一个二十年啊 你还如此年轻 先提升实力也可 陈师殿 二十三年后 我气血衰败 实力大将 拿什么证 吉坤手中捏的拳越来越紧 他眼中不干 他真的不甘心 此话让陈寻心中一震 是啊 练气期也不过百年 转瞬即逝 修仙者又有多少个二十年 陈师弟 今日倒是艳阳普照 是个告别的好日子 吉坤平和一笑 他很喜欢陈寻 感觉他好像从来没有什么坏心眼 相处起来一直很多轻松 在外门指示店做了两年事 他发现陈寻这样的朋友 更加难能可贵 可能他选择去药园 也是对的 吉师兄 你等一下 陈寻连忙拿出储物袋 从里面拿出了两颗重语丹 与一瓶壁鼓丹 吉师兄 这重语丹 是我在九星谷买的 还剩两颗 要性未施 他如今也明白 大恩如大仇的道理 也不敢拿出太多 坏了两人情意 竟然是重语丹 吉坤惊讶道 这可是练乞期期的宝丹 价格昂贵 陈师弟 我并未有什么目的 还请收回去 你也很需要 吉师兄 拿着 你比我更需要它 我们现在要原管理得很好 每年有不少贡献 陈寻真诚笑道 连忙把他们放在吉坤手里 盛情难却 但我只收下一颗重语丹 其他的你收回去 吉坤郑重接过 言语不容置疑 唉 好吧 陈寻悠悠一探 把其他东西 又放回了储物袋 陈师弟 牛师弟 那我先走了 你们也多保重 吉坤拱手 又看向大黑牛 后者连忙四角站立了起来 响起一声摸摸叫 树下 吉坤离开了 陈寻与大黑牛 看着他的背影远去 是那样孤独而又坚毅 吉师兄一定会助击的 老牛 你说是不是 陈寻喃喃说道 猫大黑牛也是点头 这宗门内就吉坤把他当师弟 他身上的功德会保佑他的 走老牛 我们也回去吧 草帽还没编织呢 猫一人一牛 也往药谷而去 一阵清风吹过 树下无数落叶飘过 煞是好看 白鞠过细 时光荏苒 转眼间已是三年匆匆而过 宗门内来了不少新弟子 他们眼中充满激情 带有对未来的畅想 而宗门大笔 也崛起了无数新秀 一匹又一匹的黑马声鸣鹊起 傲视群雄 但是有一位弟子 却成了无数弟子的噩梦 此人头戴草帽 手牵黑牛灵兽 堪称大宗大笔的毒瘤 若是遇见此人 不能一击毙命 那就做好斗法一个时辰的准备 不少观战弟子入夜之时 都做起了噩梦 辈子里全是草帽 而对战之人 更是叫苦不迭 甚至还有练弃九层师兄 直接认输之事 可见此人的凶残 但是因为他的斗法时间过长 每年都倒在了序列前五百 让人大呼可惜 不过这只是一些低阶弟子的去谈 每一年的宗门序列前一百 才是最为热门的话题 也激起了无数弟子的奋进之心 而这也是五蕴宗的真正目的 用内门弟子来刺激这些黑马 不过真正夺魁的奖励就不知道了 反正外门弟子是拿不到的 只有新鲜血液的不断注入 才能保证宗门的长久延绵 每年的宗门大笔 都能让不少弟子在斗法中突破 玉竹山脉 一处低空中 一人一牛鬼鬼祟祟 畏畏缩缩地朝宗门大殿飞行 速度不急不缓 老牛 整整三千贡献值 陈寻舔了舔嘴唇 低声说道 猫 大黑牛浑身僵硬 身体已经激动得微颤 这不知可以换多少好东西 但是他神色也是有些黯然 这些贡献值 大部分都是靠陈寻的满身伤痕换来的 想啥呢 老牛 咱们换住机单方去 猫仙剑从低空呼啸而过 他们可不敢升太高 要是冲撞了什么长老大修士 吃不了兜着走 陈寻连安全飞天距离都测算出来了 贡献大殿内 有一处高台几乎没人 这个位置是为助机器 长老准备的 助机单方也在其内 启禀师叔 弟子是来换取助机单方的 陈寻低头拱手道 将八卦令牌 交给了高台上的青搜男子 那面孔跟个僵尸似的 脸上凸起骨骼 他神色冰冷 悠悠地看着陈寻 练起八层弟子 只有三千 单方是为助机器修饰准备的 你拿来何用 宗门内更是没有助机灵药兑换 青搜男子质问道 眼眸穿透人心 练起器也无法练制 你最好给我一个理由 这助机单方 就是宗门随意挂着的 给那些练起器弟子一个念想 巧妇可难为五米之吹 给自己一个安慰 难斗山之行 弟子欲去 那你更不能拿贡献 换这等无用之物 师叔有所不知 我本是一介散修 此物是弟子的执念 看见他 就像看见了助机就在眼前 陈寻带着颤音 拱手的头越来越低 那破损的一顶草帽 似乎在诉说着命运的不公 可 青搜男子点头 又补充道 慎重考虑 半年后的南斗山之行 并不会轻松 陈寻眼中惊异 这个僵尸一样的师叔 没想到竟是面冷心热之人 陈生道 弟子绝不后悔 青搜男子深深看了陈寻一眼 拿出了一张单方 八卦令牌内的贡献值 也被一清而空 多谢师叔 陈寻双手接过令牌 转身牵着大黑牛离去 他们遇见而行 很快回到药谷内 大黑牛甚至在不少地方布置了机关 若是有贼人闯入 每一个细节会有变化 猫大黑牛对着陈寻一叫 没人来过 走 陈寻眼中带着喜意 冲入了洞府中 连忙拿出助机单方 天红果 月令果 西藏花 冰冤草 寒林草 陈寻默默地念叨 眼睛越睁越大 没听说过 没见过 只有几株灵药听说过 助机单 一共27位辅药 三位主药 地破藤 阳身莲 南木叶 猫 大黑牛也伸着牛头在戏观看 但是里面的灵药 他们药谷一个都没有 助机七 丹田化叶 诞生神石 还有无尽其妙 陈寻叹道 不由心生羡慕 也想感受一下 什么叫神石 听说比五官锁感还厉害 猫 要是真耗费百年助机 五蕴宗也没我们容身之处 陈寻一字一句地说道 看向大黑牛 双目一宁 半年后 南斗山秘境 我们去 猫 大黑牛轰然起身 眼中燃起斗志 整个前国的修仙宗门 可都要派弟子去 那才是真正的战场 每天出去打探打探消息 我们也要开始准备 陈寻说道 他们对南斗山一无所知 在哪都不知道 一人一牛 缓缓看向洞府外 眼神中荡起一丝杀气 看来这次是真要动真格了 半年后 五蕴宗不断有钟声回荡 各风都有树道身影 欲见而行 他们神色冷冽 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 朝宗主风而去 前国每二十年的南斗山秘境 终于要开始了 各风长老与弟子们 也是神色稀奇 若是收获颇丰 那绝对是 能让宗门更上一层楼 不少小宗门 都是因为南斗山之行而崛起 今年申请参加的人非常多 足足有几千人 但是只能按照宗门大笔优先排序 一般序列前两千都是有希望的 不少老人神色黯然 没有希望了 他们收拾起行囊 缓缓往山下走去 山门外有不少方式 都是五蕴宗所见 是不少修饰交流之地 外门执事店会给他们安排职位 等待着时间流逝 最后化为一泡黄土 可能连名字都不曾被人知晓 但是内门弟子内 却流传着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一律不准参加南斗山之行 他们自会有住鸡丹 五蕴宗某处药谷 一座洞府内 四周都是带着裂纹的石墙 地面正堆砌着一个土坑 上面架着一个黑漆漆的大锅 不断冒着白雾散发的浓重药味 而土坑内还残留着一些木炭 还在不断滋滋爆响 但是洞府内已是空无一人 今日天空成壁 嵌云不染 远山寒带 和风送暖 陈巡与大黑牛面无表情地走出了药谷 开始欲见而行 方向也正是宗主风 这三年的长生点也加在了法力上 他们如今的长生点 力量 二十一 速度 二十一 万物晶圆 二十 法力十一 不过看到众位弟子后 他脸上立即挂满了和煦微笑 戴着个草帽的样子 人畜无害 陈巡牵着大黑牛 来到众弟子边缘 目光在人群中 找寻一个人的身影 正是姬坤 他如今已突破炼气九层 意气风发 像是找到了组织 被众星拱月般地围在中间 谈论声不断 陈巡露出淡笑 也不去打扰他 目光看向宗主大殿 他和大黑牛 又被深深吸引住了 宗主大殿前 陆陆续续地不断来人 一共七百炼气七弟子 陈巡牵着大黑牛 站到了最后 毫不起眼 几道身影 从宗主大殿后飞出 他们踏空而行 气势强盛 身影间 竟然还带着几缕微光 金丹七大修士 可踏空而行 陈巡心中震惊到 他现在已经知道 驻姬之上是何境界 正是金丹七 寿命可达千年 真正的老妖怪 大殿前 所有弟子一片肃穆 若真可闻 他们挺直地站立各方 不敢造次 大黑牛也被吓得浑身一软 冒出冷汗 他的灵觉比所有人都强 这些大修士 绝对有能力杀了他们 宗主游元化踏空 立于所有人前 用浑厚的声音说道 南斗山之行 机会来之不易 还望诸位弟子 养我五蕴宗之威 游元化气质沉稳 他一一扫视众人 大手一挥 先音飘渺而出 远处山谷间 传来几声高亢的音力 此行由围山围风主带领 乃是金丹前妻修士 也是宗门对诸位弟子的重视 话音一落 七百弟子受宠若惊 宗门竟然派出 金丹七风主护送 这让他们内心不禁更加狂热 要为宗门出一份力 围山白发飘飘 却无任何老态 真当是鹤发童年 英俊异常 看得里面的女弟子 春心荡漾 谨尊宗主令 见过围风主 一众弟子拱手低头 这是对前辈的尊重 也是对实力的认可与向往 众弟子免礼 围山如沐春风般的话语 响彻在每个人耳前 毫无前辈的架子 众人都感觉有一股力 在轻轻拖起他们 把陈寻看得目瞪口呆 身体咋不受控制了 好 好 此时 几道奸笑声石破天惊 五只庞大的灵兽 挥动着翅膀 从远处天际而来 整个大殿前 都被笼罩出一片阴影 把陈寻与大飞牛 看得头皮发麻 哄 哄 哄 几道阵列地面的声音响起 那五只巨大灵兽 停靠在了大殿前 一双鹰眼犀利无比 那翅膀的羽毛 让陈寻感觉 比他的开山腹还硬 这是青崖雕 筑机中期修围 不必担心 围山露出淡笑 踏空踩在了中间 那头青崖雕上 都上来吧 陈寻连忙牵着大飞牛 走到了那最边缘的青崖雕旁 大 巨大 他们像个小矮人似的望着 老牛 上剑 飞上去 陈寻从储物袋拿出仙剑 咻的一下 就带着大飞牛飞上去了 一边凸起 那青崖雕竟然转过头来 看了大飞牛一眼 眼中竟还带着戏血 像是看猎物一般 大飞牛怒了 要不是陈寻拉着他 他一提子就上去了 把我当食物了 老牛 别激动 给我一个面子 陈寻连忙安抚 低声道 他能活得过你吗 到时候把他蛋给偷了 哭死他 猫 大飞牛恶狠狠地应道 给陈寻一个面子 除了陈寻还在拉着大飞牛 其余弟子皆是宁神静气 盘坐之上开始养精蓄锐 眼中却是紧张异常 围山不过是一指 五只青崖雕身躯旁边 笼罩蛋青色法力护照 他朝宗主大殿拱手告别 大殿前的几人也是含笑点头 一路顺风 一道声音响彻所有弟子耳边 是宗主的声音 嗡嗡嗡 青崖雕展翅翱翔 发出几声高亢的音力 狂风卷起地面烟尘 地面的景物变得越来越小 连陈寻心中也变得忐忑了起来 青崖雕飞翔天际 渐渐消失在山脉深处 地面无数弟子发出惊叹 真是五蕴宗七百勇士 老牛 咱们这次是真要去见大场面了 陈寻面色有些激动 看向周围的云雾 地面全是陌生的飓风直插天际 又被青崖雕快速掠过 这速度也太快了 陈寻不断惊叹 比当初的非洲不知快了好几倍 某某大黑牛神情振奋 他们终于走出了小山村 去外面的世界见识种种 陈寻目光看向远方 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迎接一切 这半年来也了解了不少南斗山秘境 十大仙门可是各自派出了一千五百弟子 他们实力强劲 名额众多是南斗山的真正赢家 不过南斗山之大 乃乾国最为宏伟的巨山 在里面也不仅是要靠实力的 也要靠运气 许多小宗门虽然派出不过百人 但是每次都会被不少宗门捡到大落 带出无数灵药 老牛 咱们一定要小心里面的妖兽与灵兽 他们对人并不友好 陈巡低声道 南斗山灵气被压制 这些妖兽与灵兽无法晋级筑基7 脾气变得异常暴躁 见人就杀 这也是他听宗理老人说的 这些妖兽与灵兽 甚至超越了炼气十层的实力 介于筑基7之间 梦 大黑牛重重点头 心中有数 他们这半年来可听过无数传闻 不少弟子的生死 大部分都是被这些妖兽与灵兽搞死的 筑基灵药旁都有他们守护 渐渐得 陈巡与大黑牛也开始沉心 不再多嗲嗲 青崖雕穿越一个个周域 有时还被其他妖兽袭击 但围山不过是放出气势 那些飞行妖兽就落荒而逃 半月之后 青崖雕速度开始变缓 南斗山由十九座灰红飓风连为一体 宛如一条蜿蜒盘旋的巨龙 直冲云霄 它就犹如一个巨人般 矗立在万山之中 正在无情地俯视着大地与前来的修仙者 就连青崖雕此时也显得渺小无比 我的天啊 这世上竟然有如此绝景 陈巡大受震撼 喃喃起身 大黑牛也是被震撼的入神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原来他们是如此的渺小 眺望最远处 骑山突立 群山连根 苍翠翘拔 云遮雾绕 被一处大阵笼罩其中 陈巡不断惊叹 果真是无数大修士才能封印此处 估计为长老都不够看 不知是何等滔天修士所为 五只青崖雕降落在一处空地之上 远处都是各宗修士 人头攒动 他们皆是目光不善地看向五蕴宗 又收回目光 空地往北 那就是南斗山境内了 里面全是高耸的千年古树 阴暗而又寂静 带着一股古老的气息 让人心中不禁敬畏 这便是我五蕴宗驻地 不可乱跑 围山看向各方 冷哼一声 不少人都大惊拱手 收回了那放肆的目光 围风主威武 陈寻在心中赞道 还是背靠大树好乘凉 围山没有多言 他在等 等那十大仙门 南斗山秘境的钥匙 掌握在他们手中 此时天穷上不断传来震天巨响 一座座庞大的非洲 剧情破空而来 那机遇令人窒息的气息 不断传来 地面一阵又一阵的阴影划过 像是在示威 又像是在宣誓主权 一柄柄宗门的旌旗 折折生辉 眼神冷漠的俯视大帝 俯视各宗弟子 围山此时神色平静 波澜不惊 不过心中却没那么好受 十大仙门就如同十大巨山 压在前国所有修仙者身上 陈寻与大黑牛倒是不断摇头感叹 这阵仗可比当初九星谷夸张多了 只能说句牛逼 或 陈寻指着远方天穷 老牛快看 几艘巨舟停靠上空 里面无数紫衣女子冲天起 他们脚踩连夜法器 欲空而下 他们身影翩翩 犹如在空中舞动 掀起一阵紫色的海洋 陈寻看得都好像闻到了一阵芳香 地面上的各宗弟子的目光 都不由被吸引而去 痴痴地看着远方 十大仙门 紫云宗的仙子啊 要是能结成道旅 那真是做鬼也风流了 猫 大黑牛拱了拱陈寻 欣赏不来 老牛 你说要是男的加入了紫云宗 是不是也穿着紫衣 然后踩着连夜 斗法的时候来一句 陈寻阴阳怪气地学了起来 一手拍了拍大黑牛 夹着嗓子说道 你打人家你讨厌 哈哈哈哈 摸摸摸陈寻与大黑牛 笑得满地打滚 关键陈寻还时不时学一下 把大黑牛笑得嘴都要抽筋了 哎 陈师弟 是你吗 鸡坤看着不断在地面摩擦的 一人一牛 眼中一惊 陈师弟 你们怎么来了 鸡师兄 哈哈 陈寻笑得眼泪都快要流下来 快来 我给你讲个好笑的事情 哦 鸡坤来了兴趣 连忙靠了过去 过了一会儿 陈寻又妖娆地学了起来 生情并茂 哈哈 鸡坤摇头大笑道 这个陈师弟 竟然到了生死两忙的境地 还有心作乐 真不知道 他是神经太过大条 还是心态就一直如此乐观 我和老牛来看看 找找机会 我觉得鸡师兄当初说得很对 陈寻站了起来 正色道 鸡师兄放心 我和老牛 一定不会拖你们后腿 陈师弟 你想哪去了 鸡坤神色不悦 一手放在了陈寻肩膀上 若是不敌 能跑就跑 性命最重要 谢鸡师兄关心 我和老牛绝不应碰 陈寻微笑道 这传送相当随机 最多三人一组 我那日不知道你 鸡师兄不必担忧我们 我知道你有组了 所以也没有来打扰你 陈寻一笑 他和大黑牛的实力 与人员并不出众 也没什么人来邀请他们 鸡坤神色难看 他想将陈寻与大黑牛 带在身旁 若是有事 也能拉他们一把 鸡师兄 你千万不要想多 放心的去就行 我们有绝招的 陈寻拍了拍 搭在他肩膀的手 这三年间 我也有一门法术 修炼了两年半 鸡师兄 你若是把我陈寻当朋友 就放心的去 我和老牛一定会活着出来 陈寻郑重说道 心中大受感动 哎 鸡坤眼中还是带着傲骂 将手狠狠拿开 随即转身离开 一句话也没多说 猫大黑牛看了看他的背影 又看了看陈寻 没事 鸡师兄是太担心我们的实力 陈寻露出微笑 也看向鸡坤的背影 猫大黑牛点头 心中想到 其实他们很强的 真的很强 鸡师兄不用担心他们 煞时间 一声声售吼声传荡四方 一条巨蟒破空而来 上面站立上千玉兽宗的弟子 身穿灰色衣袍 上面绣着不知名的灵兽 巨蟒上的弟子们 不少人都露出了一道嗜血微笑 他们身旁都带着形态各异的灵兽 还有人身上都盘旋缠绕着蜘蛛 小蛇之类 十大仙门之一玉兽宗的人来了 这些灵兽真的太过强大 听说每二十年的南斗山秘境 就玉兽宗的人损失最小 收获最大 地界修士 就没人能斗法斗得过玉兽宗弟子 地面上响起无数宗门弟子的 阵阵喧哗声 他们心生羡慕 灵兽可不好培养 但若是培养起来 那绝对是一大壁住 而陈寻的大黑牛却是个例外 这些弟子从来没见过 主人与灵兽修为差距如此之大的人 老牛 这些灵兽若是对上 你唧唧开 陈寻蹲坐在地上 扔着石子 猫 大黑牛发出一声怒吼 在地面划了个石 牛逼 陈寻一拍大黑牛 赞道 我打小就看你行 大黑牛一扬牛头 神气起来了 一天之后 十大仙门的人陆续前来 还在各自住地寒暄了一番 浑然不将各大宗门放在眼里 围山似乎再也绷不住 神色难看无比 但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只希望这些弟子争气一点 最高处的空地上 突然发出连续的巨响声 五颜六色的灵光冲天而起 渐渐形成一道光柱 一道道灵压传来 无妨 十大仙门正在破开南斗山静置 开启传送阵 围山看着面色痛苦的弟子们解释道 是 风主 众人拱手 都不想在围山面前出阳相 轰隆隆 轰隆隆 各大宗门驻地 都出现了一座庞大的七星阵盲传送阵 各宗带领之人 都拿出一个古老令牌 放入凹槽中 抓紧时间 传送阵只持续半日 围山喊道 法力不断注入其中 五蕴宗令牌之力 只能最多七百人传送其中 是 风主 是 风主 他们三人一组 都与各自组好队的人传送而入 眨眼间消失不见 陈巡与大黑牛 孤零零地站在外围 等所有人传送走后 他们才缓缓靠前 一脚踏入传送阵 七星阵盲传送阵 也失去光亮 随即消失不见 围山副手而立 目光看向南斗山 日暮西斜黄昏过 南斗山境内 一片祥和安静 甚至没有野兽的嘶吼 静 寂静得如同死了一般 各处更是瘴气丛生 毒虫毒草到处都是 若是一个不小心瘴气入体 那基本半条命费了 数万人传送入内 竟然像一滴水入大海 都找不到彼此的同门 连宗门令牌都没有感应 想必是锁隔相当之远 一处古树之上 一人一牛猥琐地看着四方 大黑牛牢牢记着陈寻的话 出门在外 安全第一条 老牛把避障单 驱冲单给吃了 陈寻拿出两颗丹药 一口吞入腹中 又给了大黑牛两颗 猫大黑牛硬道 舌头一卷就入口 这可是他们在宗门花林时买的 好诡异的地方 陈寻低声道 这和他们往常进入的山林 完全不一样 看不见一丝生气 死气沉沉的 不过灵气倒是聪明 猫大黑牛瞪着大眼 警惕地看向四处 牛鼻不断袖动 老牛 南斗山秘境持续半年 咱们不急 先观察观察 陈寻缩了缩脑袋 从怀中摸出了久违的汉匪头套 他缓缓戴上 那感觉 那气质 完全就不一样了 猫 大黑牛拍了拍陈寻 我的头套呢 有 戴上 戴上 陈寻咧嘴 这可是他们当初血洗老王家的装备 猫大黑牛激动的一颤 那感觉 突然回来了 陈寻又缓缓脱下了五蕴宗的弟子服饰 在外人看来 似乎是一道护身服 在陈寻看来 这就是暴露身份 秋后算账咋办 他穿上一身轻手缝制的麻布衣 浑身轻快 感觉身上突然像是没了枷锁 老牛 狗咒 陈寻一手抱着牛头 他们站的地方 还有无数茂密的树叶遮挡 吻得一匹 猫大黑牛音声叫道 心中早得陈寻精髓 他一点不慌 日月轮转 在各宗弟子努力寻找灵药的时候 这一人一牛 竟然蹲坐在树上静静待了一天 一动不动 老牛 这里应该没事 我们做衣服去 猫 看着吧 当初我在王大婶那里学了一套 陈寻笑道 心中又想了那个小山村 以后一定要回去看看 猫 大黑牛点头 看着陈寻从古树爬下 捏手捏脚地抱起了无数落叶 他也赶紧去帮忙 半日后 大公告成 陈寻看着无数枯叶做成的吉利服 眼中满意无比 连忙劈在身上 猫 大黑牛大惊 陈寻此时趴在地上 怎么感觉像是隐形了 根本看不见他 哈哈 陈寻低笑 从地上站起 无数枯叶抖动 连忙将另一套劈在大黑牛身上 除了眼睛再也看不见 连牛角都给遮挡住了 猫 大黑牛看向陈寻 只有一个眼神 那就是牛逼上天 嘿嘿 老牛 行动 陈寻咧嘴一笑 在头套的硬衬下 恐怖无比 猫两团枯叶 缓缓穿梭在各大古树之上 动作相当之小 速度也相当灵敏 他们不断前行 在路上竟然看到了灵药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在野外看见灵药 不过并未采摘 没什么用 他们突然在古树上停下了脚步 前方是一处大湖 波光灵灵 周围灵药丛生 灵气扑鼻 但是湖中却是带着一股寒气 湖面缭绕着丝丝水雾 神奇无比 猫大黑牛伸出牛体 指住陈寻 这湖中定有危险 老牛 你在叫我做事 这不废话吗 愣头青才去呢 陈寻扑斥一笑 好家伙 这些年老牛功力见长啊 猫 大黑牛拱了拱陈寻 眼中不服 明明就是他发现的 你搁着马后炮呢 冰冤草 寒灵草 还真有 陈寻远远看着 竟然有两位助鸡丹的辅药 这半年来 他早已收集到这些灵药的信息 烂熟于心 话音一落 几道破空声从另一处丛林响起 是一个三人小队 看不出是奶宗弟子 老牛 你看 还真有愣头青 陈寻不断摇头 仿佛下一刻 这湖中就要冲出什么水怪了 猫大黑牛也是点头 这些人感觉还不如他 但是 剧情好像不对呢 卧槽啊 猫 陈寻与大黑牛伸着头 口中不断低吼 满脸不敢置信 那三人舒服的不断采摘着灵药 湖中也并未有什么水怪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陈寻死死捏着树干 捏得树皮都在不断脱落 大黑牛也是不断摇头 啥情况啊 三人见好就收 也不贪 只是采摘一些 立马就走 一看就是老江湖 撤退相当果断 突然 一边突起 两方丛林内 都冲出一对宗门弟子 看服饰好像是一起的 几道怒吼喝斥声响起 双方立即激战在了一起 我去 老六 陈寻睁大了眼睛 原来危机在这呢 老牛你看见没 这危险竟然不是妖兽 反而是人 猫 大黑牛不解 这湖边还那么多灵药 干嘛去冒险抢别人的 这就是人心险恶 陈寻嘖嘖叹道 咱们当初也不是莫名其妙 被那三个人婴了吗 猫 大黑牛瞳孔一缩 懂了懂了 他和陈寻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遇见的离谱之事 还真不少 突然一边又起 湖中冒出无数水泡 陈寻与大黑牛头又开始伸长 双眼死死地盯着湖面 传说中的水怪终于要来了吗 一条条的大黑鱼不断翻出水面 像是在玩耍 没过多久又回去了 陈寻与大黑牛相视一眼 眼中都带着一股怒气 只能看着远处的打斗 索然无味 突然一边又又起 就在他们树下一声咆哮声而起 狂风掠过 把他们的吉利服吹得烈烈作响 嘴里还吃了不少灰 一道红饮快速窜出 像是一只红皮狮子 嘴上戴着长长的獠牙 尖锐无比 他身子竟然有一丈多长 前找戴着一阵红光 正疯狂扑向那些打斗的人 练气十层的妖兽 有些强势 陈寻不慌不忙地整理了下吉利服 淡淡说道 猫 大黑牛跃跃欲试 眼中闪过战役 远处响起不断的惊怒声 那红皮狮子不依不饶 追着摘取灵药的弟子 不断施法 乱作一团 混乱无比 雪光微贱 他们只得无奈放弃灵药 往空中一扔 连忙向远处顿走 向各个方向开始逃窜 老牛 走 我拿几株灵药 他就交给你了 猫 两道身影轻轻从树上落下 嘴角带着风轻云淡 一个闪身 就向湖中奔去 猫 红皮狮子大怒 竟然又有人闯入他的领地 还是两个满身是树叶的东西 他眼中露出一丝疑惑 这是什么鬼东西 怎么从来没见过 正当他要冲过去 拦住那人采摘灵药时 一头巨雾挡住了他 猫 大黑牛双脚站立 两只牛蹄拍了拍 轰然出手 速度之快 红皮狮子大惊 一阵火光响起 红皮狮子的法术 被大黑牛轻松化解 他的獠牙 正被一只牛蹄拖住 怎么也正拖不开 猫 猫 大黑牛猛地用力 将红皮狮子抡起来 往地面狠狠一砸 红皮 狮子面色痛苦 眼中出现强烈骇然 内心咯噔一声 感觉自己脑浆都要被砸出来 猫 大黑牛又是猛地一抡 红皮狮子怀疑失声 一口血水顺着喉咙喉喷出 体内法力都运行不出 猫 大黑牛怒吼 牛蹄继续抡动 红皮狮子舌头已经被砸了出来 嘴中不断发出乌叶声 大哥我求你别砸了 陈寻将冰冤草与寒林草一样 采摘了两株 它们浑身洁白如玉 还散发着寒气 陈寻将它们放在药匣中 好生保存 他随即朝另一处湖边大喊道 老牛 准备走了 猫大黑牛连忙拖着这红皮狮子 来到陈寻身前 地面划出一条长长血痕 老牛 你可真行 陈寻惊叹道 我尼玛 差点把这狮子活活砸死 猫猫 大黑牛咧嘴 这个红皮狮子也是没眼力见 已经开始幻想 红烧还是清蒸了 乌叶 红皮狮子瞳孔无神 它服了 真的服了 唉 真惨 陈寻摇头 兄弟 你好好养伤吧 要是遇见别人 可就把你扒皮练骨了 陈寻扛起了红皮狮子 带着大黑牛往丛林而去 要不是吃了壁骨丹 他们在这里也不敢生烟火 早就开席了 他们把红皮狮子 扔到了一处隐蔽地方 自生自灭吧 反正这半年 肯定是活动不了了 免得让同门遇见 乌叶 红皮狮子无力地喊道 大哥 我真是谢谢你们 老牛 溜了 溜了 陈寻和大黑牛又开始上树 眨眼间消失不见 他们走了 但却给这红皮狮子 留下了一辈子的巨大阴影 在日后看见一团枯叶 就匍匐痛哭 开始回忆起 这一辈子做错的事 老牛 你看看地图 古树上 陈寻扑开了一张简略的地图 很多地方都会有标记 咱们刚才那个湖试着吗 这张地图 可是历经了无数代武运宗弟子的心血 完全是拿命换来的 陈寻也是异常珍惜 猫 大黑牛指了地图的几束大湖 好像都有点像啊 陈寻也是犯了难 这传送太过随机 虽然都是传送到南斗山边缘 但也大的离谱 根本分不清方向 走一步看一步吧 到时候自然会知道在哪 陈寻无所谓地说道 猫 大黑牛点头 还用牛蹄拍了拍陈寻 把后者给弄笑了 他们继续往深处前行 路上还发现了一株筑基辅慰灵药 这把陈寻和大黑牛乐的起飞 不断说孙老 凝视他们在上天保佑我们 三日后 陈寻与大黑牛傻眼了 他们终于接受了事实 嘿 迷路了 这东南西北完全一个样 全是参天古树 他们都不敢确定 是不是在原地绕圈呢 老牛 你大胆地往前走啊 陈寻给大黑牛唱起了歌 大黑牛神色痛苦 不断摸摸低叫 两只牛蹄时不时堵住耳朵 森林内一片漆黑 伸手不见五指 树干相当之宽阔 他们躺在上面 完全没有任何拥挤 有时他们都不知道 是夜晚还是白天 反正都是一片黑 天穷全被茂密的枝叶遮挡住 突然一只毒蛇悄然出现 吐着杏子 眼中露出幽芒 他感觉到了热量 还是两个猎物 正欲吐出毒物 陈寻眼中还在沉思 似乎毫无所觉 刹那间他手如风一般 直接将这条毒蛇拉扯了过来 他双手一个缠绕 将毒蛇打成死结 在一个狠狠的拉伸 毒蛇死得不能再死 立马去见了钟馗 小样 一阵微弱的火光响起 大黑牛连忙起身掩盖 遮住了光亮 毒蛇的尸体化成了一阵灰 他们休息了一会儿 突然被一阵打斗声吵醒 好巧不巧 正好在他们树下 一会儿男人 一会儿女人 现在的战况 竟然是三个女人 将三个男人给包围了 陈寻与大黑牛一动不动 将目光朝下 好像是十大先门的弟子 看样子是丹顶宗和紫云宗的弟子 呵呵 各位师弟 还是别逃了吧 一个紫云宗的女子娇笑道 媚眼如丝 师姐 我们愿将灵药交出 还请留我们一面 三位丹顶宗弟子 已是强弩之末 嘴中不断流着鲜血 衣衫蓝履 一路被追杀而来 那怎么成呢 另一女子也是娇笑道 似乎在不断玩弄她们 突然 一位女子神色一变 手中的西谷鸟 在不断示警 周围有人 紫云宗的三位女子 自然相信西谷鸟 他们就是靠着她 才不断追上丹顶宗的弟子 三位丹顶宗弟子 也是神色一喜 看见了他们的异状 心中大呼 有救了 道友莫在躲藏 出来吧 我们已经发现你了 三位女子不断朝各方喊道 竟然连西谷鸟 也无法确定人在哪 一定隐藏得很深 陈巡与大黑牛嗤之以鼻 跟他们玩这套 真当他们是二十岁小孩呢 就在他们头顶一动不动 紫云宗女子交换眼神 暂时找不出躲藏的人 先将顶宗弟子快速解决 实则生变 杀 三人祭出各自法器 轰然向他们杀去 师弟们 拼了 丹顶宗弟子目自尽烈 使出浑身解数 开始血战 树下法力呼啸 陈巡与大黑牛 稳如泰山 时不时有禁风刮过 只不过丹顶宗的弟子 本就不是对手 再加上已是强弩之末 几道寒光闪过 他们的头颅冲天起 失手两分 真是好恶毒的婆娘 陈巡目光悠悠 心中赋匪道 他们围成一个小圈 一道道法力在手中缠绕 目光看向四处 丝毫没有放下警惕 鸡 鸡 西谷鸟连忙朝上扑腾 确定位置了 什么 三人不敢置信 觉得汗毛呼的一下 全竖了起来 竟然就有人 就躲在他们上面 而他们却毫无所觉 陈巡皱眉 这鸟咋这么烦呢 就你们十大仙门弟子 花样多事吧 你大爷的 你大爷的 十大仙门弟子